姬、姨、执事。 二十八、香则、饭止香气。 香、五谷的香气。 二十九、诸侯。 主克、简称、主克、战国旗设置的官名、长诸侯朝聘之事。 三十、长。 通、长。 太史公自序、节选。 西汉司马迁。 提解,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维、史记、一书撰写的序言。 原序。 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序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自己前半身的经。 第二部分,即这节选的部分,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作者。 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完成父亲中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 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 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深处逆境,发奋著书的世纪字,终于在遭受。 公行之后,忍辱负重,完成,史记,这部剧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 百三十篇的各篇小续。 全续规模宏大,文气深成浩瀚,是,史记,全书的。 刚。 太史公约,一,先人有言,二,自周公促五百岁而有孔子,三。 孔子促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少名誓,正,传,四,记,春秋,五。 本,诗,六,书,七,八,九,之记。 一,在思乎。 一在思乎。 小字何,敢让烟。 上代夫胡遂约,十,习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灾。 太史公约。 于文董申约,十一,周到衰费,孔子为私寇,十二,诸侯害子,大。 附庸之。 孔子之言之用,道之也,是非二百四十二之中,以为天。 下一表,贬天子,退诸侯,讨代夫,以达王室而已。 子曰,我欲宰。 知空言,如知于事之身者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十三。 下辨人事之计,别贤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贤贤见霄,存亡。 国,既爵士,不必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天地,阴阳,四十,五。 十四,顾常于辩,经济人,顾常于,书,既先旺之事。 顾常于阵,诗,既山川,西谷,禽兽,草木,聘母,慈雄,十五,顾常。 于风,所以,顾常于何,春秋,便是非,顾常于智人。 事故。 以杰人,以发和,书,以道士,诗,以达意,以。 道化,春秋,以道意。 波士返之阵,莫尽于,春秋。 春秋,文臣。 万,其指迁,十六。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世君。 三十,十七,王国五十二,诸侯奔走得保其设计者可胜,十八。 查其所以,皆施其本矣。 顾,约施之豪离,查之迁。 顾约臣。 是君,子是父,非一旦一戏之故也,其见久矣。 顾有国者可以知,春。 秋,前有禅而福,后有贼而知。 为人臣者可以知,春秋,守。 今世而知其宜,遭辩世而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通于,春秋,知义者。 必蒙守之名。 为人臣子而通于,春秋,知义者,必献篡世之诸,死罪。 知名。 其时皆以为善,为知知其义,被知空言而感辞。 夫通一知。 指,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夫君君则犯,臣臣则诸。 夫妇则无道,子子则孝。 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 与之,则受而福感辞。 故,春秋,者,一知大宗也。 夫敬未然之前。 法师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而之所为敬者难之。 胡遂曰,孔子之时,尚无明君,下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 文以断意,当以王之法。 经夫子上欲明天子,下得守之,万事记句,前。 各须其仪,夫子所欲以和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然。 余文之仙人曰,福西至纯厚,十九。 作,八卦。 遥顺之圣,二十,上书,宰之,二十一,作烟。 汤舞。 之,二十二,诗人歌之,二十三。 春秋,采善扁,推三代之德,二十四,包。 周氏,非独鸡而已也。 汉星乙,致名天子,或福瑞,二十五,丰禅,二十六。 改正朔,二十七,福瑟,二十八,受命于穆青,二十九,则网集,海外书俗。 众义款,三十,请献者可圣道。 臣下百官送圣德,由能宣进。 其义。 且是贤能而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得不闻,有私之过也。 且于长掌其官,费明圣圣德载,灭功成世家贤大夫之叶术,舵仙人所。 言,最莫大焉。 于所谓术故时,整齐其是传,非所谓作也,而均比之于,春。 丘,谬,谬以。 于是赐其文。 妻儿太史公遭之祸,三十一,忧于雷意,三十二。 乃愧然而探曰,事于知罪也夫。 事于知罪也夫。 身毁用矣。 退而生。 唯曰,夫,诗,书,隐曰者,玉碎其智之思也。 习兮伯居有,也。 周,三十三,孔子二臣,菜,座,春秋,三十四,屈原放逐,者。 骚,三十五,左丘诗名,绝有,国语,三十六,孙子并绞,而兵法,三十七。 为签署,事传,懒,三十八,韩非求情,难,孤愤,三十九。 诗,三百篇,四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亦有所欲结。 得通其道也,顾述往事,思者。 于是促述逃堂以,四十一,至于止。 四十二,自皇帝史,四十三。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 太史公,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财。 有孔子。 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 修正,传,续写,春秋,本渝,诗经,上书,记。 经,得吗? 他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胡遂,从前,孔子为魔要写,春秋,呢? 太史公,我曾听懂声过,周朝的政治衰破败之时,孔子出任国的思考。 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 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会被接受,他的政治主。 章在野通,于是平叛二百四十二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 下人动的准则,贬义天子,赤退诸侯,申讨大夫,以阐明王道。 孔子。 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但如通过具体的史事件表。 县家深刻,明显。 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下雨,商汤,周文王。 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便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疑惑难明的事物。 判明是非的界限,使犹豫决的人拿定主义,包善扁,崇敬贤能。 排一销,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补救政治上。 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经,显示。 天地,阴阳,四十,五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以,规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动,上书,记载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 长于从政,诗经,记载山川,西谷,禽兽,草木,雌雄,男,所以。 长于教化,记,是因所以成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 明辩是非,所以长于治百姓。 因此,义,是用截至人的为的。 记,是用激发和睦的感情的,上书,是用指导正式的,诗经。 是用表达内心的情义的,经,是用明变化的,春秋,是用。 阐明正义的。 把一个混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没有比,春秋,有用。 春秋,全书有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千。 万物万事的分。 语句和,都记在,春秋。 春秋,中,成军的有三十起,王。 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能保住国家政权的季旗。 观察。 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根本啊。 所以,周,师之豪。 离,差之谦。 因此,陈军,子父,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 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 所以,异国之君可以知道,春秋,否则。 当面有人敬禅他看,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知道。 身为国家大臣的。 可以知道,春秋,否则,处一般的事情之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 忽义的是变之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 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雀。 懂得,春秋,中的道,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名。 作为大臣和儿子。 的懂得,春秋,中的道,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害君父而被诛。 的一个死罪的名声。 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而知道应该。 怎么做,受毫无根据的批评而敢反驳。 因为通义的宗旨,以至于。 做国君的向国君,做大臣的向大臣,做父亲的向父亲,做儿子的。 像儿子。 做国君的向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座,做大臣的向大臣。 就会遭到生之祸,做父亲的向父亲,就是没有道德,做儿子的。 像儿子,就是孝敬父母。 这四种位,是天下最大的过错。 把这四种罪。 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敢推脱。 所以,春秋,这。 不书,是关于义的主要经典著作。 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 除于已然,法的除作用容道,而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解。 胡遂,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裁郡士德。 道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判明。 摩世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 现在,宁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游。 自己的执手,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着,太史公所述的。 想要明摩宗旨呢? 太史公,对,对。 对,对。 是这样的。 我曾从先父那厅。 福西最淳朴厚道,他创作,周,中的八卦。 唐瑶,于顺时代的。 昌盛,上书,上记载,就是那时制作的。 商汤,周武王时代的新。 古代的诗人以经加以歌颂。 春秋,歌颂善人,贬斥人,推崇下。 商,周三代的德政,宋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何击。 自从汉朝见。 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法。 换马,祭身的颜色。 受命于上天,德则不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 俗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扣开关门,请求前进献物品和拜。 天子,这些事也完。 大臣百官敬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 况且,贤士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 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 况且,我曾经做过。 太史,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圣大美德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 贤大夫的事迹去记述,丢弃先父身前的殷勤嘱托,没有磨罪过比这。 大,我所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那些社会传,谈上创作,而你,却把他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这就错。 于是编写,史记。 过期,我因,事件而大祸头,被关。 进监狱。 于是,溃然常叹,这是我的罪过呢。 这是我的罪过呢。 身体被 摧毁,会再被任用。 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上书。 词义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 从前文王被囚禁在有,九。 推演,周,孔子在成国和蔡国受到困恶,就写作,春秋,屈原被。 怀王放逐,就写,骚,左丘明眼睛瞎,这才有,国语,孙并。 遭受并行之苦,于是研究兵法,为者签署的,后世却赚者,是春。 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难,孤愤,财产生,诗经,三百。 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欲解,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溯往世,思江。 于,是,终于忌述唐瑶的史,止于霍白的袁寿元,而从皇帝开。 史,王兴康,注释。 一,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二,仙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三,周公,姓姬,明诞,周武王之地,周臣王之书。 武王死时,臣王尚有。 于是就由周公设阵,代掌政权。 周朝的志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 四,传,周,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战士用,周,所作。 的各种解释。 五,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国史观编的。 春秋,家以证,修订而成。 六,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七,书,上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 古史党和部分追溯古代世纪著作的汇编,儒家经典,周。 一,记,三书的合作。 儒家经典之一,经已传。 传,春秋,诗,书,汉时称,以。 十。 胡遂,仁明,曾和司马迁一起加太初改,官至詹氏,至两千十,故称。 上大夫。 十一,董申,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书。 十二,孔子未思。 寇,定功时,前五百,孔子在国游中都载身任司空和大司寇,是。 五十二岁。 思寇,掌管行御的官。 十三,三王,指下,商,周三代的开国。 知君语,汤,文王。 十四,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 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十,春,夏,秋,冬四季。 五,水,火,木。 兔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十五,聘母,P。 因N聘母,聘位慈,母位雄。 十六,指,童,指。 十七,是,S。 坏士,古时称臣军,子父母曰,是。 十八,设计,土神和古神。 古时王朝建,必先设计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制被灭国的设计坛。 故意设计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十九,福西,神话中人的始祖。 曾教明杰。 网,从事于序幕。 巨,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二十,摇,传。 中我国附系社会后期部盟的秀。 顺,尤瑶的推举,继任部盟的。 秀。 挑选贤才,治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宇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二十一,上书,宰之,上书,的第一篇,谣点,记载姚禅为远给顺的事迹。 二十二,汤,商朝的见者。 元氏商族的秀,后任用贤相依隐执政,积聚。 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临近几个部。 最后一举灭下,建商朝。 五,周武王,西周王朝的见者。 继承文王的遗志,布东宫,在墓也,经。 河南齐县西南,大败商咒王部队,建州朝。 二十三,诗人歌之,诗经。 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英代先望先功的赞颂。 二十四,三代,下。 商,周。 二十五,福瑞,吉祥的征兆。 汉初思想戒甚,天人感应之。 此曰,或福瑞,止息元前一百二十二, 汉武帝或一头白,于是改元,元。 瘦。 二十六,风禅,帝王祭天的的典。 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 风,在。 泰山上驻徒为谈祭天。 禅,在泰山下的富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二十七, 郑朔,郑世宜的开始,朔世一月的开始, 郑朔即止宜的第一天。 古时。 后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未移的第一个月, 以是寿命于天。 周已。 下的十一月未遂守, 秦以下的十月未遂守, 汉初成秦至,至汉武帝元。 风元,前一百零四, 改用,太初, 才用下的真月未遂守, 从此直到清末。 代言用, 改正朔即止词。 二十八, 辐色,改马, 寄生的颜色。 秦汉时代, 圣,武德中时, 认为每一个朝代在武中必定占居以德。 与此相应, 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 所谓下朝为水德, 故崇尚黑色, 商。 朝为德, 故崇尚白色, 周朝为火德, 故崇尚赤色, 汉初四时, 汉人人。 为自己试水德, 故崇尚黑色, 后经许多人的抗争, 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 德, 崇尚黄色。 二十九, 慕青, 指天。 三十, 众义, 经过几重翻译。 玉远, 方林邦, 款, 寇官。 三十一, 遭之祸, 隆兮成绩, 经甘肃秦安。 人, 汉名将广之孙, 善于其设, 汉武帝时官拜其兜位。 天汉二, 前九十九。 汉武帝出兵三攻打匈奴, 以他的宠非夫人之地, 二师将军广为主。 魏偏师, 军深入腹地, 遇匈奴主而被围。 广岸兵。 洞, 致使兵拜头。 司马迁认为是难得的将才, 在武帝面前为他。 辩解, 竟被下御问罪, 处以攻刑。 这就是, 之祸。 三十二, 雷义, L。 I C谢, 原是捆绑犯人的神, 这隐身为监狱。 三十三, 西伯居。 有, Y U有, 演, 周, 周文王被引咒王居近在有, 金河南汤英。 现, 十, 把上古时代的八卦, 相传是福西所作, 推演成十四卦, 这九。 是, 周, 义书的骨干。 三十四, 孔子二臣, 蔡, 座, 春秋, 孔子未宣。 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曾周游国, 但到处碰壁, 在成国和蔡国, 还受到, 绝合为公的困恶。 其后返回国写作, 春秋。 三十五, 屈原放逐, 者。 骚, 请阅本编所选, 屈原传。 三十六, 左丘, 春秋时国的史观。 相传他诗名以后, 撰写成, 国语, 一书。 三十七, 孙子病, 病病, 脚, 儿。 兵法, 孙子, 及孙病, 应受一种截去腿膝盖上病骨的并行以后的名。 其国人, 曾与庞娟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 后庞娟担任魏国大将, 继孙之才。 把孙病骗到魏国, 处以并行。 孙病后被其威王人为军师, 这有, 孙病兵法。 三十八, 为签署, 是传, 揽, 为即为, 战国末的大商人。 请。 庄襄王时, 被任魏相国, 封闻姓侯。 使皇即位, 称为魏, 尚父。 他, 曾命门下的宾客编传, 是春秋, 又称, 缆, 一书。 请使皇亲政。 后, 被免去相国职务, 赶出都城, 又签署, 幽聚字。 三十九, 韩非求情。 南, 姑奋,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 出生韩国贵族。 为, 思索禅, 在狱中字。 南, 姑奋, 是, 韩非子, 中的篇。 四十, 诗, 三百篇, 经本, 诗经, 共三百五篇, 这是纸约。 四十一, 桃堂, 即唐瑶。 瑶最初住在桃丘, 金山东定桃县南, 后又迁往唐, 金河堂县。 故称桃堂是, 史记, 魏武帝之一。 四十二, 至于止, 汉武帝元寿元。 前一百二十二, 或白亦之, 史记, 既是即止于此。 哀公十四, 前, 四百八十一, 亦曾或其, 孔子听后, 停止, 春秋, 的写作, 后人称之为, 绝比于或, 史记, 写到补获白为止, 是有意仿效孔子做, 春秋, 的意思。 四十三, 皇帝, 传宗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姬姓, 浩轩元寿, 有。 雄氏, 史记, 首篇集, 武帝本纪, 皇帝为武帝之首, 顾云。 报仁安书, 西汉司马迁, 提解, 任安, 自少清, 银阳人, 曾任一周时, 军使者护军。 安, 是司马迁的朋友, 曾写信给司马迁, 要他用担任中枢的机会, 推贤。 静氏, 隔很长时间, 司马迁写着封信答复他, 而这时任安已经因氏。 下语, 信中, 司马迁旭身世遭遇, 抒发自己内心极大的悲愤和痛苦。 对汉武帝的刚愎自用无为词。 信中还表现司马迁积极的处事态, 提。 初,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的人生观, 明确地表示。 只要能够完成, 纠天人之计, 通古经之辩, 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 虽, 万死而辞。 全文感情真挚强, 家序家义, 回还返, 把作者的新曲表。 现得离尽致。 太史公, 牛马走司马迁在拜言, 一, 少清足下, 囊者如刺书, 二, 教已顺于皆悟, 推贤尽是未悟。 义气情, 勤恳恳, 望蒲相诗用, 三, 而俗人之言, 四, 蒲非感如是也。 虽, 霸奴, 五, 一长册文长者一风以, 六, 故自已为生残处惠, 七, 动而, 游, 欲亦反损, 是以抑郁而无谁语。 燕曰, 谁为为之, 熟听之, 改, 中子其死, 薄牙终生古情, 八, 何则, 是为之己用, 为己容, 九, 蒲大之以亏缺, 虽才怀随, 何, 十, 游, 一, 十一, 中可以为。 容, 氏族以发孝而字典而, 十二, 书词以达, 惠东从上, 十三, 又破剑。 是, 相日浅, 促促无需于之间的截止意, 十四, 经少轻报册之最, 舍, 寻月, 破剑冬, 十五, 蒲幼宝从上上拥, 十六, 孔促然可会, 十七, 是蒲, 中以的书分闷以小左右, 则常试者魂破私恨无穷, 请尘古, 确然久, 报, 信悟过, 蒲文之, 修身者智之福也, 爱诗者人之端也, 取语者亦之福也, 齿, 辱者勇之爵也, 明者之己也, 事有此五者, 然后可以托于事, 于, 君子之乙, 顾获获莫惨于欲, 十八, 悲莫痛于伤心, 莫丑于乳仙, 而, 垢莫大于公行, 十九, 行于之人, 莫所必, 非一事也, 所从远矣, 习, 为公于雍取载, 孔子侍臣, 二十, 商鞅因井间, 赵寒兴, 二十一, 同, 子臣, 原思变色, 二十二, 自古而耻之, 夫中才之人, 事关于幻术, 二十三, 莫伤气, 旷抗慨之事乎, 二十四, 如今昭虽伐人, 何刀拒之于见天下, 豪倦哉, 菠赖仙人序夜, 得呆醉骨下, 二十五, 二十余矣, 所以自为, 二十六, 上之, 能纳忠孝性, 有其策财之欲, 自杰明主, 伺之, 又能以补, 却, 昭贤竟能, 显炎穴之事, 外之, 能备武, 功臣也战, 有斩江千奇, 之功, 二十七, 下之, 能日姬, 取尊观后, 已为宗族交由光宠, 四, 这无一岁, 苟何取戎, 磨索短长之孝, 可于此矣, 乡者, 仆役长侧下大, 夫之, 二十八, 陪外庭末义, 二十九, 以此时隐为纲, 三十, 尽私律, 今已, 亏行为扫除之, 三十一, 在踏荣之中, 三十二, 乃欲养守信眉, 三十三, 是, 非, 亦清朝廷, 修当事之事邪, 皆呼, 皆呼, 如仆, 上赫言哉, 上赫言, 哉, 且是本末未明也, 普少父姬之才, 常无相取之欲, 三十四, 主上信, 以仙人之故, 使得奉伯记, 出入周位之中, 三十五, 普以为带蓬河以望天, 三十六, 故觉宾客之之, 望世家之夜, 日夜思节其消之才, 物依心盈直, 以求, 亲昧于主上, 而是乃有大谬然者, 夫仆与聚居门下, 三十七, 素非相善也, 去舍, 三十八, 未尝闲, 悲酒皆因情之欢, 三十九, 然仆观其为人自其事, 是清孝, 与是信, 才, 取语义, 分别有让, 恭俭下人, 常私奋顾身以训国家之急, 其宿所续姬, 也, 四十, 仆以为有国事之风, 夫人陈出万死顾一身之计, 父供家之难, 私以其矣, 经举事一当, 而全居宝妻子之臣随而眉涅其短, 四十一, 仆臣, 私心痛之, 且提步促满五千, 身见戎马之地, 足王亭, 四十二, 垂, 而湖口, 横挑强湖, 四十三, 养亿万之师, 四十四, 雨缠于战时于日, 锁, 过当, 就死扶伤给, 瞻求之君长贤正部, 四十五, 乃西真左右贤王, 四十六, 举隐公之名, 义国共公而为之, 转斗迁, 使尽道穷, 旧兵制, 士族死, 伤如鸡, 然亿乎君, 事无起功替, 昧血隐气, 四十七, 张空圈, 四十八, 冒白刃, 守真死敌, 魏梅时, 使有报, 汉公亲王侯皆奉商上寿, 四十九, 后日, 拜书文, 主上位之时甘位, 听朝仪, 大臣幽惧, 之所出, 仆妾自其卑贱, 主上惨妻达道, 臣欲笑其款款之余, 五十, 以为, 肃语士大夫绝甘分少, 五十一, 能得人之死, 虽古名将过也, 身虽陷, 拜, 彼观其义, 且欲得其当而报憾, 事已无可合, 其所摧拜, 公义足矣, 于天下, 蒲怀玉成之, 而未有, 事会照问, 即以此指推严功, 五十二, 寓意广主上之义, 雅字之词, 五十三, 未能敬明, 明主身小, 以为普举, 二师, 五十四, 而未有, 岁下于, 五十五, 权权之中, 忠能自, 因为污上, 促从义, 家平, 才足以自赎, 交由莫就, 左右清敬畏, 一言, 身非穆实, 读语法未武, 身忧语之中, 五十六, 谁可告诉者, 五十七, 此震少清所清, 菩氏燃邪, 既身, 推其加身, 五十八, 而菩, 又荣以残世, 五十九, 众位天下官孝, 悲夫, 悲夫, 世卫一二位俗人言也, 菩之仙人非有剖福书之功, 六十, 文石心竟呼炫补助之间, 六十一, 故主上所戏, 畅幽处之, 六十二, 俗之所清也, 甲仆夫法受诸, 九, 牛王一毛, 与娄以和, 六十三, 而是又与能死结者必, 特以为至穷罪及, 能自免, 促救死而, 何也, 素所自述使然, 人故有一死, 死有重于态, 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屈也, 态上, 乳仙, 其次, 乳生, 其次, 乳色, 其次, 乳瓷, 其次, 躯体受乳, 六十四, 其次, 浮受乳, 六十五, 其次, 棺木, 被垂除受乳, 六十六, 其次, 剃毛发, 阴铁受乳, 六十七, 其次, 毁肌肤, 断肢体受乳, 最下腹形, 六十八, 即已, 传约, 行上代夫, 六十九, 此言是杰可利也, 蒙虎处深山, 百受正恐, 及其在警戒之中, 七十, 摇尾尔求时, 积威约之见也, 故土有化的位适入, 肖木位, 义对, 定计于先也, 七十一, 经交手足, 寿木, 积夫, 受绑追, 七十二, 忧于环墙之中, 当此之时, 欲则头枪的, 七十三, 仕途则心体系, 七十四, 何者, 积威约之事也, 即已至此, 言辱者, 所谓强言耳, 何族贵乎, 且, 西伯, 伯也, 七十五, 居右, 七十六, 思, 七十七, 湘也, 巨五行, 七十八, 怀, 因, 七十九, 王也, 受谢于臣, 八十, 彭月, 八十一, 张傲南乡称姑, 八十二, 喜, 欲拒罪, 将侯朱朱, 八十三, 全亲五伯, 八十四, 求于寝室, 八十五, 为其, 大, 将也, 依者观三目, 八十六, 继部为朱家前奴, 八十七, 冠夫受辱居室, 八十八, 此人皆身至王侯江相, 身闻邻国, 集罪至王家, 八十九, 能隐绝自才, 九十, 在尘埃之中, 古今一体, 安在其辱也, 由此言之, 勇切, 事也, 强弱, 行也, 圣意, 何足怪乎, 且人能早自才神末之外, 九十一, 以稍一, 至, 于边锥之间, 乃欲隐结, 思亦远乎, 古人所以众师行于代福者, 代为此, 也, 夫人情莫贪生死, 亲戚, 故妻子, 至基于义者然, 乃有, 得意也, 经仆信, 早失二亲, 无兄弟之亲, 独生姑, 少亲事仆于妻子, 何如哉, 且永者必死结, 且夫木义, 何处勉焉, 蒲虽妾软玉苟活, 九十二, 亦颇去旧之分义, 何至自战义之如哉, 九十三, 且夫脏货必切尤能饮, 绝, 九十四, 旷扑之的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 寒奋土之中而辞者, 恨, 私心有所尽, 比眉事而闻彩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 可圣祭, 为替躺非常之人称焉, 九十五, 盖西伯, 居尔眼, 周, 九十六, 众尼厄而坐, 春秋, 九十七, 屈原放竹, 乃妇, 骚, 九十八, 左丘失明, 绝有, 国语, 九十九, 孙子并教, 兵法, 修, 一百, 为千属, 世传, 兰, 一百零一, 韩非求情, 难, 孤奋, 一百零二, 诗, 三百篇, 一百零三, 大帝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业, 此人皆亦有所, 欲杰, 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 思者, 即如左丘明无目, 孙子断足, 中, 可用, 退书册以书其份, 思垂空文以字, 仆妾训, 竟自托于无能, 知词, 往天下放师就文, 一百零四, 考之事, 及其成败性坏之, 上纪宣, 原, 下至于资, 为时表, 本纪十二, 书八章, 世加三十, 传七十, 反百, 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计, 通古经之辩, 成义家之言, 草创未旧, 世慧, 此或, 习其成, 是以旧即行而无运色, 一百零五, 仆臣以着此书, 脏之名山, 传之其人, 通义大兜, 则仆常浅辱之责, 虽万倍, 有悔哉, 然此可谓, 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也, 且父下位居, 下多傍义, 仆以口语欲遭辞祸, 众未相挡孝, 一百零六, 无辱仙人, 亦赫面目赴上父母之秋目乎, 虽百事, 够迷圣儿, 事以常依, 日而久回, 一百零七, 居则忽忽有所亡, 出则之所如亡, 美思耻, 捍卫, 长发被沾一也, 身直未归河之臣, 一百零八, 得自隐身脏于盐血邪, 故且, 从俗扶战, 与时扶养, 以通其狂祸, 经少清乃教, 以推贤进士, 无乃于仆之, 思止谬呼, 经虽欲刁传, 一百零九, 漫辞已自解, 无义, 于俗性, 知取辱儿, 要知死日, 然后是非乃定, 书能尽义, 故成故, 锦在拜, 选字百纳本, 汉书, 太史公, 公牛马般奔走的司马迁在拜臣, 少清足下, 以前, 陈蒙宁给我写信, 教导我要顺应实事处事情, 把推举闲人, 引进才是当作责任, 信的词意和语气诚恳而真挚, 好像在抱怨我听从您的指教, 却随着一般人的义而改变主张, 我是敢这样做的呀。 我虽然无才无德, 但也曾听品德高尚的长者一风, 只是自以为身体残缺, 地位下贱, 一动就遭人指责, 想做点贡献却反把事情搞坏, 所以才心情抑郁, 无人诉。 厌语, 为谁而干呢? 又让谁听呢? 中子其死后, 薄牙终身在弹琴, 为魔呢? 因为世人只为知己者笑, 自只为喜欢自己的人美容。 至于我身体已经残缺, 即使怀抱向随喉珠, 何事必那样的才华, 未又像许游, 薄宜那样高洁, 还是可自以为光彩。 这样反而会使人感到可笑以致自取侮辱。 您的信本该及时答复, 但正碰。 上我跟从皇上东巡归, 又忙于低贱的琐事, 彼此乡的机会很少, 茫茫。 没有片刻的空闲可以让我倾诉中常。 现在, 您背着后果堪设想的罪。 您, 再过一个月, 就到冬末, 而我又将被迫跟从皇上到雍的去, 担心您, 会突然遭到性。 那样我就永远能把满腔悲愤向您宿, 而您的在天之, 一定会抱恨无穷的。 请让我减得陈述一些偏狭, 浅的意。 这么长。 时间给您回信, 请要责备。 我曾听, 增加自身的修养是智慧的仓库, 于施舍是人的开端。 获取和给予恰当是手艺的标志, 已被侮辱为可此事具备勇敢的先决条件。 见功名是动的最高目标, 是人具备这五种品德, 然后可以身处。 是, 积身于君子的。 所以, 祸害没有比贪悲惨, 悲哀没有比伤。 心痛苦, 魏没有比祖先受辱难堪, 而耻辱没有比遭受功行拒。 大。 受过功行的人, 能同正常人相提并, 这仅当今之事如此。 史上有已久。 从前, 魏公和幻官童, 孔子就出走成国, 商鞅靠警监。 被秦孝公兆, 照就替他担忧, 照谈培汉文帝做, 原昂就勃然变色。 自古已就是比是幻官的。 中等才能的人, 只要事情同幻官有关, 没有。 自感气馁的, 何况慷慨激昂之事呢? 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 又怎么会, 让受过功行的人, 推荐天下的豪杰英俊呢? 我依靠先人未尽的学术事业, 才得已在经师做官, 至今已二十多。 所以我想, 对上, 能献纳自己的忠信, 获得有其策和才能的声誉, 从而, 取得皇上的信任, 其次, 又能为皇上坠移, 弥补缺失, 招纳贤财。 引进能人, 使山延穴之事扬名于是, 对外, 能加军队, 攻打成。 持, 作战野外, 剑斩敌江, 把取敌其的功勋, 最赐, 能积资和。 功, 获取高官后, 以此为宗族和朋友增光。 这四条没有一条实现。 过世勉强容身, 没有尺寸之功, 也就有此刻。 过去, 我也曾置身于下。 大夫的奉陪于外庭发表一些唯意, 在这时伸张国家的法, 洁净。 至谋, 到现在形体已经亏缺, 当一名打扫台阶的差役, 深处下见之辈的。 却要昂首扬眉, 凭谁是谁非, 是也太轻视朝廷, 太羞辱当今的。 是人吗? 爱! 爱! 像我这样的人, 还魔呢? 还魔呢?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容搞清楚的。 我少十字是有骏马般可羁绊 的才华, 但长大后并没有在故乡获得好名声。 幸亏皇上因为我祖先的缘故, 使我得以奉献为伯的技能, 在宫廷进出。 我以为头上带木盆怎么能够 望天空呢? 所以谢绝宾客的交往, 忘记家庭的私事, 日日夜夜思考洁净。 自己并出色的才干何能, 一心一意的克敬之首, 以求得皇上的亲近和 好感。 但是, 事情却远远是这样。 我与, 同在世中曹任职, 素是好朋友。 彼此的好童, 所, 已未曾在一起喝酒, 尽情地欢。 然而, 我观察的为人, 的确是一个。 其事, 他侍奉父母很孝顺, 与世人交往守信用, 遇到钱财劫奉公, 获取。 何机与都符合意, 懂得名分和差别而能谦让, 公敬节俭, 甘居人后, 常, 想奋顾身地去排解国家的极难。 他这些长期养成的好品德, 我以为有国, 是的风貌。 一个大臣出于肯万死而求一生的义, 奔赴国家的为难之。 的, 这已经很难得。 现在, 他办事亦有妥当, 那些只会保全自己的身。 驱和妻儿的大臣紧跟着就夸大他的短处, 我实在私下感到痛心。 况且, 带的步兵足五千人, 深入敌方阵营, 到达匈奴王驻地, 在虎口锤而有。 敌, 气势凌厉地向强悍的匈奴挑战, 向群山之间的匈奴大军发起养功, 与 匈奴王皆战斗十多天, 伤敌兵超过自己将士的人, 以致敌扣救。 死伏伤都急。 匈奴的君主, 长官们都感到震惊和恐怖, 于是全吊急。 左右贤王的军队, 蒸发擅长弓箭的百姓, 全国一起进攻和围困。 转战迁, 箭矢用尽, 兵退绝境, 而援军迟迟至, 死伤的士族堆。 机遍地。 但只要镇臂一呼鼓舞士兵, 士兵没有强撑起身体, 着眼。 以歇洗脸, 以截渴, 开没有剑的空弓, 冒着寒光闪闪的锋刃, 针。 这像拼死敌。 当的军队还没有覆没时, 有幸是暴劫, 朝中的弓。 亲王侯都向皇上祝贺胜。 几天后, 兵败的奏书传, 皇上为此时。 甘位, 上朝听阵也闷闷。 大臣们担心害怕, 知如何奏对。 我心。 再多考虑自己的悲见, 皇上悲伤痛苦, 实在想要献上自己诚恳的意。 我以为对待部下向先人后己, 因此能赢得别人以死孝, 即使是。 古代的名将也比上他。 他虽因兵败而身陷匈奴, 但看他的用意, 是想要 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报效汉朝。 这件事已经无可合, 但他曾击败强敌。 功也足以颁布天下。 我心想陈述给皇上听, 但却没有机会。 正逢皇。 上朝, 我就用这些一丝推崇的功, 想以此宽恕皇上的胸怀。 赌那些怨恨的言辞。 我没能彻底表达清楚, 以致英明的皇上能尽。 以不了解, 反以为我在诋毁二师将军, 而有一位好话, 于是就把我 交司法官审判。 耿耿忠心, 终于无法自我表白, 因而指责我欺蒙皇上, 皇。 尚终于听从玉的判决。 我家境贫困, 钱财族以为自己赎罪, 朋友无。 救援, 皇上的左右亲信也为我已求情的话。 我是木块, 石头。 却偏要让我同执法的玉一起相处, 被关押在重重监狱, 心中的痛苦可。 以向谁诉呢? 这些正是您亲眼看到的, 我的位处是难道是这样吗? 既然已经活着头匈奴, 败坏他家族的身遇, 而我关在残世。 又被天下的人看着耻笑。 可悲啊, 可悲。 这些事情是容易一给一。 班人听的。 我的祖先并没有获得封王赐猴的功勋, 掌管文史书籍和天文法, 的。 未接近于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 本就是被皇上戏, 像功林人一样, 养着, 为世俗所亲事的。 假如我受到法的制裁背, 就像在九头牛身上, 去掉一根牛毛, 与死一只蝼蚁有魔区别呢? 而世人又会把我比之鱼。 坚持节操而死的人, 只认为我是想出办法而又最大吉, 实在无法避。 免, 终于受死的。 为魔呢? 因为我的职业就被人瞧起。 人必然有。 意思, 有的死比泰山还要重, 有的死比红毛还要轻, 这是因为死的目的。 同。 首先, 使祖先受辱, 其次, 使自己身体受辱, 其次, 再到何? 颜面上受辱, 其次, 再言辞上受辱, 其次, 被捆腹受辱, 其次, 被囚禁。 受辱, 其次, 带上穆家神被人抽打受辱, 其次, 或剃光头, 或头颈上。 带着铁受辱, 其次, 毁坏肌肤, 截断四肢受辱, 最下等的, 就是遭受功。 行, 这事达到极点? 即, 终, 刑罚能加于大夫以上。 这事, 是大夫的节操可以免。 蒙虎处在深山之中, 百受未知震惊, 恐怕。 等到他进陷阱, 观镜子, 就摇着尾巴乞求食物, 这是长期威劍。 剑制约他的结果。 所以, 在地上画圈位, 气节之事势必肯进去, 用武。 投销成欲, 气节之事也认为能受他审讯, 他们的打算非常的明确。 显, 在, 手足交叉, 带着穆迦, 神, 肌肉, 皮肤在外, 遭受竹鞭和棍棒, 的抽打, 被关押在监狱之中。 在这个时候, 盗狱就扣头处的, 盗狱, 促就战战兢兢感喘息。 为魔呢? 这是受到威压逼迫而逐渐形成的局面。 那, 已经到这种地步, 还没有遭受侮辱, 就是所谓的, 厚脸皮, 有魔尊贵可言呢? 况且, 西伯, 是一位霸主, 却被拘禁在有, 司。 是秦朝的丞相, 却受变五行, 怀因侯寒信, 被封除王, 却在城的被拘捕。 彭月, 张敖, 曾难面封王, 却下遇判罪, 将侯周伯朱朱, 全超过。 春秋, 五霸, 却被关禁寝室, 为其侯斗英, 身为大将, 却穿上囚衣。 戴上三家, 既不卖身为诸家家奴, 贯夫关禁居士蒙受侮辱。 这些人都为, 至王侯江相, 名声远波邻国, 等到犯罪以至法网加身, 能果断字, 结。 果在肮脏的尘埃之中, 古代和今天是一脉相成的, 怎么能受到侮辱呢? 由此而言, 勇敢和胆怯, 坚强和懦弱, 都是具体形式造成的。 我终于明白, 有魔值得奇怪的呢? 况且, 人能在受到法制裁之前就已自, 已经有点悲下, 到遭受鞭打的时候, 才想到要以自保持节操, 这, 是已经走得远吗? 古人之所以加行于大夫时极为慎重, 大概就是这, 个原因, 人天生的感情都是热爱生命, 害怕死亡, 私父母, 顾及妻儿的, 至, 于被正义和真击动起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 动, 现在, 我很信, 双清早亡, 没有兄弟姐妹, 独自一人孤单的生活, 您看我对妻儿的态怎样? 况且勇敢的人必为明洁而死, 懦夫仰慕高, 亦, 又何处在免自己呢? 我虽然怯弱, 想苟活偷生, 但也知道该做, 磨, 该做磨的界限, 怎么会自甘成于欲的侮辱之中呢? 就是奴婢, 还能够下决心自, 何况像我这样的的义呢? 我之所以暗暗的忍受, 苟活偷生, 关在粪土般污秽的监狱而肯去死, 就因为暴恨自己心中还, 有味实现的想, 如果在屈辱中死去, 我的文章才华就能传于后世。 自古意, 富贵而名声埋没传的人, 多得无法记载, 只有豪迈寿。 居树, 非痛寻常的人才能方百事, 西伯被居求而推演出, 周, 孔子, 处于困境而写成, 春秋, 屈原被楚怀王放逐, 于是创作, 骚。 左后明施明, 才完成, 国语, 孙并膝盖被劫, 转修, 孙并兵法。 维哲签署的, 是春秋, 却传于是, 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 这才。 有, 难, 孤愤, 诗经, 共三百篇, 大都是圣人贤士为书发愤。 闷儿写作的, 这些人都是情意欲结, 的书展, 所以才追溯往事, 而希望。 鱼江的, 至于像左秋明眼瞎, 孙并腿断, 他们认为永远可能被启用。 退下著书以书发心中的愤懑, 想借助传后事的文章表现自己。 我撕下字, 最近靠着桌的文字, 收集记载散诗于天下的旧。 疑文, 考证其中的事件, 推穷史上成败, 兴衰得道。 上从轩辕皇帝开, 是, 下到当今为止。 写成表十篇, 本季十二篇, 书八篇, 世家三十篇。 传七十篇, 共一百三十篇, 也就是想要探究自然和人间的关系, 通自古。 至今的变化归, 成为一家之言。 草稿还没有完成, 正好遇上那场大祸。 我痛惜全书未完, 所以即使受罪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 如果我这成那本, 书, 就要把他藏在名山之中, 传给能够解他的后人, 在四通八达的都市。 散步。 这样, 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 即使被千刀万寡, 我难。 倒会后悔吗? 然而, 这些话只能对有知的人, 难以同一般人谈的。 再, 背着侮辱之名的人荣安身, 地位卑贱的人常常被诽谤, 以。 我因为多几话遭到这次灾祸, 深深地被故乡人耻笑, 侮辱。 祖先, 又有抹脸面去给父母亲上坟呢? 即使摆带之后, 这种侮辱也只会 加重。 所以我天天痛苦之急, 居家则恍恍惚惚, 有所失, 出门则知药。 到哪去? 每当我想起那种耻辱, 汗就从背上渗出, 尽失衣服。 我捡。 只已经成宦官, 怎么能够自己隐身而退, 深藏到山岩血中去呢? 所以, 暂且只好随波竹, 即是, 以自我宽解内心的愤与矛盾。 现在您少。 清却教我推举闲人, 引进才是, 正与我内心的想法相反吗? 时至今日。 我即使想要修饰打扮, 用美妙的言词为自己解脱, 也无济于是, 一般人, 会相信, 只过自取无辱罢。 总而言之, 到我之后才能确定谁是谁非。 信中能尽情表达心意, 所以简的陈述我偏辖浅的义。 锦在刺叩首。 王兴康。 注释。 一, 太史公, 即司马迁所担任的官职太史。 牛马走, 迁辞, 意味相。 牛马一样以公奔走。 走, 亦同, 扑。 此时二字, 汉书, 司马迁传, 无, 举。 文选, 扑。 二, 闹, NNG闹, 从前。 三, 望, 远。 四, 转, 迁移的意思。 五, 霸, 拍皮, 铜, 皮。 奴, 妞奴, 马。 六, 测文, 从旁听。 油言, 符文, 字迁之词。 七, 身残处会, 指音。 受宫形而身体残缺, 兼语幻关建议杂处。 八, 中子骑。 薄牙, 春秋时处。 人。 薄牙善古情, 中子骑之音。 中子骑死后, 薄牙破情绝弦, 终生古。 情。 是, 是春秋, 本位篇。 九, 同, 月。 十, 随, 和, 随。 猴之珠和和氏之臂, 是战国时的珍贵宝物。 十一, 游, 宜, 许游和薄宜。 人都是古代被推卫品德高尚的人。 十二, 点, 电屋。 十三, 会东从上。 太史寺, 前九十三, 三月, 和五帝东巡泰山, 四月, 又到海边的骑山。 五月间返回长安。 司马迁从嫁儿。 十四, 簇簇, CU簇, 同, 簇簇, 匆匆忙忙的样子。 十五, 季冬, 冬季的第三个月, 即十二月。 汉经, 美。 十二月处决囚犯。 十六, 宝, 同, 破。 雍, 帝宁, 在京陕西凤祥县南。 设有祭祀五帝的神坛五制。 据, 汉书, 五帝记, 太十四冬十二月。 姓雍, 祠五制。 本文当即作于是, 司马迁五十三岁。 十七, 可会, 死得委婉法。 任安这次下狱, 后被汉五帝赦免。 但之后, 任安又因, 立太子事件被处腰斩。 十八, 惨, CN惨, 同, 惨。 十九, 宫刑。 一种破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 也称, 辅刑。 二十, 魏公二, 春。 秋时, 魏公和夫人臣出游, 让宦官雍渠同, 而让孔子坐后免一亮。 孔子身以为耻辱, 就开魏国。 是, 孔子嘉宇。 这, 是臣。 魏祥。 二十一, 商鞅二, 商鞅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变法革新。 景监侍秦。 孝公宠幸的宦官, 曾向秦孝公推荐商鞅。 赵氏秦孝公的臣子, 与商鞅镇。 同, 是, 史记, 商君传, 赵魏商君曰, 京君之乡秦也。 因毕仁景监以为主, 非所以为民也。 二十二, 童子二, 童子指汉文。 帝的宦官兆坛, 因为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同名, 避讳而称, 童子。 圆。 童, 圆。 圆斯及圆斯, 义及圆昂, 汉文帝十任郎中。 有一天, 文帝坐, 去看他的母亲, 宦官陪臣, 圆昂伏在前, 成文天子所与共耻于者。 皆天下豪因, 经汉虽伐人, 何与刀具之余共载。 于是文帝只得一言。 照谈下, 是, 汉书, 圆昂传。 二十三, 树, 公义史的小城。 后犯纸卑贱。 这。 二十四, 慷慨, 及, 慷慨。 二十五, 呆醉, 做官的签词。 古夏, 黄。 帝的架之下, 带至京城长安。 二十六, 为, 思考。 二十七, 签, 取N签。 拔曲。 二十八, 相, 通, 向。 测, CI4, 加。 夏大夫, 太史官位。 较低, 属夏大夫。 二十九, 外庭, 汉智, 凡玉宜男爵之士, 则群臣在外。 庭讨。 墨义, 为足道的义。 陪外庭墨义是签词。 三十, 为刚。 国家的法。 三十一, 扫, 通, 扫。 三十二, 踏荣, 披荣, 踏荣。 夏剑, 低。 三十三, 养, 通, 昂。 姓, 通, 身, 三十四, 相取, 相。 汉文帝未寻访自己至天下的德师, 赵各地, 举贤方正能直言简。 这, 一己有相取之欲者, 选以授官, 二言司马千未能由此途径入世。 三十五, 周卫, 周密的护卫, 即恭敬。 三十六, 戴彭河以望天, 当时谚语。 行。 荣芒于之首, 浅, 无暇他顾。 三十七, 自少清, 西汉名将广。 孙, 善其舍。 五帝时, 为其都为, 兵出击匈奴贵族, 战败头, 风又笑。 王。 后并死匈奴。 具居门下, 司马千曾与同在, 世中曹, 官署名。 内任世中。 三十八, 去舍, 向网合废弃。 去, 同, 去。 三十九, 闲杯酒。 在一起喝酒。 只私人交往。 四十, 处, 同, 去。 四十一, 梅涅, 乃涅。 也做, 涅, 酿酒的教母。 这用作动词, 夸大的意思。 四十二, 王庭, 凶。 奴缠于的居处。 四十三, 墙, 同, 墙。 胡, 指凶奴。 四十四, 养, 即, 养。 养功。 当时军被围困古帝。 四十五, 墙, CHN墙, 毛之品。 十。 即, 匈奴传, 自君王以下, 咸食肉, 依其皮革。 披沾球。 四十六, 左右。 贤王, 左贤王和右贤王, 匈奴封号最高的贵族。 四十七, 梅, 魏魏魏。 以手居水洗脸。 四十八, 圈, QN圈, 强硬的弓弩。 四十九, 上寿, 这。 止住结。 五十, 达, 得达, 悲痛。 宽宽, 忠诚的样子。 五十一, 世大。 夫, 此致的部下降世。 绝甘, 舍弃甘美的食品。 分少, 即使所得甚少。 也平分给众人。 五十二, 止, 同, 止。 五十三, 牙字, 亚字牙字, 木。 相识。 五十四, 举, 毁坏。 二师, 二师将军广, 和五帝宠非夫人之凶。 被围时, 广并为逐旧寿, 致使兵败。 其后司马千位。 辩解, 五帝以为他有一敌毁广。 五十五, 掌司法之官。 五十六, 与, 林歪于, 监狱。 五十七, 素, 同, 素。 五十八, 溃, Tuesday。 推, 坠辉。 世明将之后, 据, 史记, 广传, 记载, 禅于记得。 素文其加深, 以妻而贵之。 自逝之后, 世明拜。 五十九, 荣。 推至其中, 蚕室, 温暖密封的房子。 延其像养蚕的房子。 出寿服刑的人怕。 封, 故须住词。 六十, 剖符, 把竹做的约一剖为二, 皇帝与大臣各之一。 快, 上面写着同样的誓词, 永远改变功大臣的爵位。 书, 把誓词, 用沙写在铁制的券上。 凡持有剖符, 书的大臣, 其子孙犯罪可获设。 免。 六十一, 文史心, 史籍和天文法, 都属太史掌管。 六十二, 楚。 同, 序。 六十三, 楼乙, 楼乙。 乙, 同, 乙。 六十四, 驱, 同, 驱。 六十五, 服, 换上罪犯的服装。 古代罪犯穿着, 深红, 色的衣服。 六十六, 木。 木加和神。 六十七,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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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 T, 把头发剃光, 即鲲, KN。 鲲, 形。 因, 环绕。 鲸上带着铁服枯翼, 即前行。 六十八, 辅行, 即弓行。 柱, 十九。 六十九, 行上带服, 即, 驱, 中语。 七十, 井, JN。 鱼井, 补兽的线坑。 剑, 关兽的紫。 七十一, 仙, 太鲜明。 鸡, 即字。 以示受辱。 七十二, 绑, 鞭打。 追, 竹棒。 此处用作动词。 七十三, 枪。 铜, 抢。 七十四, 替袭, 胆战心惊。 七十五, 西伯, 及周文王, 魏西方诛。 猴之长。 博也, 博通, 霸。 七十六, 有, YN有, 一座, 有。 在京河南汤阴县, 文王曾被引咒王囚禁于此。 七十七, 斯, 秦始皇时任位。 丞相, 后因秦二世听信赵高谗言, 被受五行, 腰斩于咸阳。 七十八, 五行。 秦汉时五种刑罚, 汉书, 刑法治, 当三族者, 皆先秦义, 斩左右止。 吃枝, 削其手, 租其骨肉于世。 七十九, 怀因, 指怀因侯韩信。 八十, 受谢于臣, 汉, 怀因侯韩信被帮封为楚王, 都下批, 经江苏批县。 后高祖以其谋反, 用臣平之计, 在臣, 楚的, 逮捕他。 谢, 居进手足的。 木制刑具。 八十一, 彭月, 汉高祖的功臣。 八十二, 张敖, 汉高祖功臣张儿。 的儿子, 媳妇爵位赵王。 彭月和张敖都因被人污告称姑谋反, 下御定罪。 八十三, 将侯, 汉初功臣周伯, 封将侯。 惠帝和后死后, 后家族中产。 等人谋夺汉事, 周伯和陈平一起定计朱朱, 赢帮中子恒未闻。 第八十四, 武伯, 及武霸。 八十五, 请示, 大臣犯罪等待判决的地方。 周伯后被人污告谋反, 求于狱中。 八十六, 为其, 大将军斗英, 汉景帝十辈。 封卫为其侯。 武帝十, 营救贯夫, 被人污告, 下御判处死罪。 三目, 投家。 手铐, 脚疗。 八十七, 纪布, 楚霸王项羽的大将, 曾多次打击帮。 项羽败。 四, 帮出重击不纪布。 纪布改名唤姓, 受昆行和前行, 卖身给人珠。 家卫奴。 八十八, 贯夫, 汉景帝十位中郎将, 武帝十官太仆。 应得罪丞相。 田坟, 被囚于居士, 后寿珠。 居士, 少府所属的官属。 八十九, 网, 同, 网。 法网。 九十, 财, 通, 财。 九十一, 早, 通, 早。 九十二, 软, 软。 得古字。 九十三, 战, 同, 臣。 亦, 下谢, 捆绑犯人的绳子, 隐身。 为捆绑, 御。 九十四, 脏货, 奴约脏, 必约货。 九十五,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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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豪迈寿居宿。 九十六, 西伯居而演, 周, 传周文王被引咒王居靖在。 有时, 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十四卦, 成为, 周, 的骨干。 九十七, 中。 尼厄而坐春秋, 孔秋自重尼, 周游国宣传如道, 在城的和蔡的受到围攻。 和绝之苦, 返回国座, 春秋, 一书。 九十八, 屈原, 曾赐被楚王放逐。 忧愤而坐, 骚。 九十九, 左丘, 春秋时国史观左丘明。 国语, 史。 书, 相传为左丘明赚注。 一百, 孙子, 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并。 并。 教, 孙并曾与旁娟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 后旁娟为魏惠王将军, 骗并入位。 割去他的兵骨, 膝盖骨。 孙并有, 孙并兵法, 传世。 一百零一, 为。 为, 战国莫大商人, 秦出卫相国。 曾命门客者, 是春秋, 一名。 滥。 史皇时, 为举家签署, 为字。 一百零二, 韩非。 战国后其韩国公子, 曾从寻清学, 入秦被司所缠, 下遇死。 这有, 韩非。 子, 难, 孤分, 是其中的篇。 一百零三, 诗, 三百篇, 经本。 诗经, 共有三百五篇, 此举其成。 一百零四, 诗, 未, 亦, 亦亦。 一百零五, 云, 云云。 一百零六, 孝, 如孝。 一百零七, 九回, 九转。 形容痛苦之极。 一百零八, 龟河之城, 只换官。 龟, 和都是宫中小门, 只黄。 地深密的内庭。 一百零九, 雕铁铸, 雕铸, 雕铸, 雕铸成井的花纹。 这, 只自我装饰。 达苏无书。 西汉, 作者小转。 前七十四, 自少清。 西汉, 隆西陈记, 金甘肃泰。 安, 人。 明将广之孙, 少卫是中见张坚。 善其设, 爱士族, 获得美名。 五帝十层八百其入匈奴近二千余, 观察居言, 故臣在京内蒙古俄纪纳。 其东南, 地形而骸。 后任其都尉, 在九泉, 张叶兵防备匈奴。 天汉儿。 前九十九, 步促五千, 身入匈奴, 以少及重, 进而。 五帝族灭其家。 遂匈奴, 禅于以七支, 未幼孝王。 在匈奴二时于, 圆平圆。 并死。 被认为是五言师创始者之夷, 其五言, 周时已伤, 即呼尘。 篇, 则始于, 苏五二子。 较然, 诗事, 中容, 诗品, 称他, 文。 多期创, 愿者之。 名家子, 有书才, 生命邪, 生颓生丧。 使。 遭辛苦, 其文义贺能至此, 则是结合身世对其创作的评价。 杜甫称。 苏五是无师, 苏是称, 苏之天臣, 对作品的愿愤深臣, 自然。 天臣都有积赏。 汉书, 一文至, 所, 及, 二卷, 新旧, 唐书, 人记载, 至, 颂。 使, 则者, 是该及颂十方告王义。 经所存名下之作, 有文四, 内。 有, 表各亦为禅, 诗二十二, 内有四篇为禅, 除, 汉书, 所在。 之外, 其余诗文, 后世多有学者只为为作。 宋以前评价诗文, 似非几。 旧现存之作, 而是根据, 及, 中所有作品。 提解, 天汉二, 广军罚匈奴又贤王, 武帝照负责自重。 请求自义军, 武帝与增兵, 只拨多位其后援, 而按冰洞。 致使不促武迁, 深入匈奴,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 苦战之后, 又逢。 管赶叛逃, 兵少无援的军情, 缠于遂集中兵为攻, 兵敬。 绝, 面兽。 匈奴后, 曾与被匈奴扣的苏武次相。 使缘。 前八十一, 苏武的归, 修书劝归汉, 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头位解脱。 信中战斗场面写的极有声。 色, 显然是要明, 当时因为双方兵悬疏, 几方将帅的顾大局, 武帝, 处置, 诸全家, 失当, 所以, 自己头完全是出于的义, 敬而使者。 产生同情, 此外, 用墙对比, 如深处欲而怀故土, 以寡兵生入众。 敌而欲血奋战, 苏武持杰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 确实产生强的艺术效。 果。 这篇文章, 学者多认为戏后人伪作。 但, 文选, 中收入, 当戏选字。 即, 中, 顾其写作时间最迟应晚于汉代。 子卿足下仪。 秦宣德二, 册明清十三, 容问修畅四, 姓圣姓圣五。 远托国六, 习人所悲, 望风怀响七, 能依依八。 习者仪。 远入海达酒, 未会情情, 有余骨肉, 虽敏时, 能凯然十一。 自从初, 已至今日, 生之穷困, 独作愁苦。 终日无堵, 但。 十二, 违背翠目十三, 以欲风雨, 山肉江十四, 已冲几渴。 举目言笑, 谁与未欢。 胡的玄冰十五, 边土惨, 但闻悲风萧条之声。 凉秋九月, 外草蜡蜡。 夜能, 侧耳远听, 胡家互动十六, 木马悲鸣, 迎笑成群。 边身四起, 乘坐听之, 绝下。 皆忽子清十七, 独贺心十八, 能。 悲哉。 与子别后, 义父无聊, 上母, 被十九, 妻子无辜, 病畏。 经疑二十, 身父国恩, 为事所悲。 子归受荣, 我受辱, 命也如何? 身, 出义之乡, 而入无知之俗, 为弃君轻之恩, 常为满夷之欲, 商矣。 先, 君之四二十一, 成荣敌之族二十二, 又自卑矣。 功大最小, 蒙明察二十三, 辜负心屈屈之义二十四, 美一至, 忽然忘身。 男星以自明二十五, 问锦以至, 故国家与我以以二十六, 身无义, 士族增修, 故美壤必忍。 辱二十七, 折腹苟活。 左右之人, 如此, 以为入耳之欢, 相劝勉。 方知, 指人悲, 增刀达尔二十八。 皆乎子卿, 人知相知, 贵相知心, 前书仓足, 未尽所怀, 故父而言。 知, 习仙帝受步促五千二十九, 出真绝玉三十。 五江师道三十一, 读。 玉战, 而果万之, 率徒步之师, 出天汉之外三十二, 入墙湖之玉, 以。 五千之众, 对十万之军, 侧疲伐之兵, 当心机之马三十三。 然有斩将千旗。 三十四, 追奔竹三十五, 灭姬扫尘三十六, 斩旗萧帅三十七, 使三军之势。 誓死如归。 也才, 西当大任三十八, 意为此时, 功难堪以三十九。 凶。 奴祭拜, 举国兴师。 精兵四十, 强于十万。 禅于正四十一, 亲自。 何为? 克主之行, 既向如四十二, 不马之势, 又甚玄绝四十三。 疲兵在。 战, 亦以当千, 燃油浮尘创痛四十四, 绝命遵守四十五。 死伤姬也, 于。 满百, 而皆伏病, 任干戈四十六, 燃正必一呼, 创病皆起, 举任指。 狐马奔走。 兵尽使穷, 仁无尺铁, 游妇涂首分呼四十七, 真卫先登。 当辞。 时也, 天地卫正, 战士卫影写四十八。 蝉于未可付的, 御影。 还四十九, 而贼臣教之五十, 岁始复战, 顾免而。 习高皇帝以三十万众, 困于平臣五十一。 当此之时, 猛将如云, 谋臣。 如雨, 燃油七日时, 井乃的免。 旷当者五十二, 未灾五十三。 而直逝者云云五十四, 苟愿以死五十五。 燃死, 罪也, 子轻事。 偷生之事而习死之人哉。 有被君轻, 捐妻子而反胃者呼五十六。 燃。 死, 有所为也, 故欲如前书之言, 报恩于国主而五十七, 臣已须死。 如劫, 灭名如报德也五十八。 习范黎迅慧姬之耻五十九, 曹妹死。 三败之辱六十, 促妇勾建之仇六十一, 报国之修六十二, 屈屈之心, 且, 目次而。 何图至为而愿以臣, 既为从而骨肉受刑, 此所以仰天追心而。 气血也六十三。 足下幼云, 汉语功成薄。 子卫汉成, 安得云耳乎。 习霄凡求。 直。 六十四, 寒鹏租海六十五, 朝措寿六十六, 周卫孤六十七。 其余。 左命公之士六十八, 易雅夫之徒六十九, 皆信命士之财, 报将相之举。 而受小人之禅七十, 并受祸败之辱七十一, 促使怀才受磅, 能得斩。 比二子之辖举七十二, 谁为之痛心灾。 先将军七十三, 功盖天地。 易永观三军七十四, 徒师贵臣之义七十五, 仅身绝玉之表。 此功臣义事所, 以赴己而常探者也七十六。 何谓薄哉, 且足下席以丹之使, 事万臣之。 七十七。 遭食欲, 至于福建故七十八, 辛苦, 己死朔之也七十九。 丁凤十八十, 好守儿归八十一, 母中堂八十二, 生妻去为八十三。 此。 天下所悉闻, 古今所谓有也。 满墨之人八十四, 尚游家子之节, 旷位天下。 知主乎, 为足下当享茅土之鉴八十五, 受千臣之赏八十六。 闻子之规。 四过二百万, 为过点数国八十七, 无耻土之风, 家子之情八十八。 而, 房公亥能之臣, 敬畏万户侯八十九, 亲戚贪映之, 西魏妙宰九十。 子尚如此, 富何妄哉? 且汉后诸以死九十一, 宝赏子以守节, 御史。 远听之臣妄风持命, 此时难以, 所以美故而悔这也。 虽孤恩九十二。 汉亦复得。 习人有言, 虽忠, 誓死如归。 臣能安九十三, 而主, 富能眷眷乎。 男儿身以臣名, 死则藏蛮夷中, 谁富能屈身姬桑九十四。 还向阙九十五, 使刀笔之其文墨写九十六。 愿族下勿赴望。 皆忽子卿, 夫妇和颜九十七。 相去万, 人绝书。 身为别事之人, 死为欲之鬼。 常与族下, 生死此矣。 信谢故人九十八, 免是圣君九十九。 族下应子无恙一百, 误以为。 努自爱, 石英风, 赴惠德英。 顿手一百零一。 选字, 文选, 卷四十一。 自清足下。 您心情的宣扬美德, 为关于太平盛世, 美名传四方, 真是值得庆幸。 那, 我在远方国, 这是前人所感悲痛的。 遥望南方, 怀顾人, 怎, 能满含深情。 以前沉蒙淫气, 从远处赐给我回音, 殷勤的安慰, 教会。 超过骨肉之情。 我虽然愚钝, 又怎能感慨万端。 我从头已, 身处艰难困境, 一人独坐, 愁闷苦恼。 整天看别。 的, 指导歇族之人。 我戴罐皮袖套, 助罐沾木, 也只能靠他们。 抵御风雨, 吃罐新山的肉, 喝罐乳浆, 也只能用他们冲击解渴。 眼。 看四周, 有谁能一起谈笑欢呢? 胡的结着厚厚的尖冰, 边上的土被动。 得开, 只听悲惨凄凉的风声。 深秋九月, 外草木雕, 夜晚能入。 睡, 侧耳倾听, 胡家声词起笔伏, 木马悲哀的嘶叫, 屈声和嘶鸣声相混。 在边的四面响起。 清晨坐起听着这些声音, 知觉的下睡。 爱。 子卿, 我难道是铁石心肠, 能悲伤? 同您分别以后, 家无聊。 上母, 在垂木之孩背, 妻子。 儿们是无罪的, 也一起惨遭害。 我自己辜负国家之恩, 被世人所悲。 您回国后享受荣誉, 我此的蒙受羞辱。 这是命中注定, 有魔办法。 我出身于讲究义的国家, 却进入对义茫然无知的社会。 背弃国君和。 双亲的恩德, 终身居住在满夷的区域, 真是伤心极。 让先父的后代, 扁。 成荣嫡的族人, 自己怎能感到悲痛。 我在与匈奴作战中攻大最小, 却, 没有受到公正的评价, 辜负我为小的诚意, 每当想到这, 恍惚之中访。 佛失去对生存的。 我男性表白自己, 自吻显示志向, 但国。 家对我已经恩断一绝, 自豪无益处, 只会增加羞辱。 因此常常愤慨的人, 受侮辱, 就又苟且地活在世上。 周围的人, 我这样, 用中听的话劝。 告免, 可是, 国得快, 只能人悲伤, 增加忧愁吧。 爱, 子卿。 人们的相互了解, 贵在相互之心。 前一封信匆忙写成, 梅。 有能够充分表达我的心情, 所以在作简叙述。 从前先帝授予我不兵无迁, 出真远方。 五元江迷失道, 我单独语。 匈奴军遭遇作战, 携带着攻征战万的草, 这徒步军的部队, 出。 国境之外, 进入强湖的疆土, 以五千士兵, 对付十万敌军, 指挥匹臂。 堪的队伍, 抵挡养金蓄锐的马队。 但是, 依然斩敌江, 把敌齐, 追逐败逃。 支敌。 在肃清残敌时, 斩齐萧永江, 使我全军将士, 都能视死如归。 我没有魔能耐, 很少担当重任, 内心暗以为, 此时的战功, 是其他情况。 下索难以相比的。 匈奴兵败后, 全国军事动员, 又挑选出十万多精兵。 禅于清正前, 指挥对我军的合围。 我军与敌军的形势已相称, 不兵与 马队的家悬疏。 披兵在战, 一人要敌千人, 但仍然带伤忍痛, 奋勇。 真仙。 阵亡与受伤的士兵遍地都是, 身边剩下的满百人, 而且都伤痕。 无法持稳兵器。 但是, 我只要振臂一呼, 重伤和轻伤的士兵都一跃而。 起, 拿起兵器向敌人, 迫使敌其逃奔。 兵器耗尽, 剑也射完, 手无寸铁。 还是光着头高呼敌, 争着冲上前去。 在这时刻, 天地好像为我震, 战。 是感愤的为我引气。 禅于认为可能在俘获我, 打算引军班师, 盘。 逃得携城管赶出卖军情, 于是使得禅于重新对我作战, 而我终于未能免于 失败。 以前高皇帝三十万大军, 被匈奴围困在平城。 那时, 军中猛将如 云, 谋臣如雨, 然而还是七天断, 只过勉强脱身而已。 何况像我这样, 的人, 难道就荣有所作为吗? 而当权者却亦纷纷, 以为愿则我未能以。 死讯国。 过我未以死讯国, 却是罪国, 但您看我难道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吗? 又哪会有被军卿, 抛弃妻儿却反而以为对自己有的人? 既然如 此, 那么, 我之所以死, 是因为想有所作为。 本是想如前一封信上所 的那样, 要向皇上报恩啊。 实在因未突然死去如树鸣结, 生死明灭。 如报达恩德。 前代范黎因会击山头之尺而训国, 曹默因三战三败。 知辱而自, 终于, 范黎为月望勾剑报仇, 曹默为国血尺。 我一点。 赤臣心意, 就是按自己养他们的作为。 哪道志向没有实现, 愿则之身。 以四起, 计划上位时, 亲人做刀下之鬼, 这就是我面对苍天追星气血的。 原因哪? 您又到, 汉朝给功臣的待遇并菲薄。 您是汉朝之臣, 怎能? 这种话。 可是, 以前萧和, 凡怪被拘捕囚禁, 韩信, 彭月被剁成肉将。 朝错被, 周伯, 为其侯被判罪处刑。 其余辅助汉氏下宫的人士, 如, 亦, 周雅夫等人, 都确实是当时杰出的人才, 具备担任江湘的能, 却, 遭受小人的诽谤, 他们都受迫害, 屈辱, 其事业也告失败。 最终使有才知, 人遭到诋毁, 才能无法施展。 他们二人的遭遇, 谁为之痛心呢? 我已故, 的祖父广, 升任将军, 其功绩谋盖天帝, 忠义勇气关于全军, 只是因, 为谢迎合当朝权贵的心意, 结果在边缘的江场自身亡。 这就是功成义, 是手持冰刃探洗纸的原因。 怎么能带玉, 薄呢? 您过去凭着丹, 出使道拥有强兵的敌国, 逢上石韵家, 静致福建自吻也在乎, 颠沛, 寒心如苦, 差点死在方的荒野。 壮石奉命出使, 满头白发而归。 母在家中亡顾, 妻子也改嫁去。 这是天下很少听到的, 古今所没有的。 遭遇 足未开化的人, 尚且还称赞您的杰气, 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 我 认为您应当享受封地, 赏千尘的诸侯待遇。 可是, 听您回国后, 赏赐。 过二百万, 封关过典数国之职, 并没有一尺土的封赏, 讲您多。 对国家的效忠。 而那些排斥功臣, 恶人才的朝臣, 都成万户侯, 皇。 清国欺货凤银拍马支, 都成朝廷政权的主宰。 您尚且如此, 我还有。 摩希望呢? 像这样, 汉朝因为我未能死劫而失以严厉的惩罚, 您坚真守劫。 又只给予微博的奖赏, 要想叫远方的臣民级的投奔效命, 这实在是难以。 办到的, 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事却觉得后悔。 我虽然辜负汉朝的恩情, 汉朝也亏对我的功德。 前人过这样的话, 即使忠诚之心被世人辩, 知, 也能做到誓死如归。 但如果我能够安心死劫, 皇上难道就能对我有 眷顾知情吗? 男子汉活着能成就英明, 死就让他埋葬在族之中吧。 谁还能再弯腰下拜, 回到汉庭, 听凭那帮刀笔五文末, 随意发呢? 希望您必在盼着我归汉。 爱, 紫青, 还有魔化可。 香隔万之遥, 人的身份同, 人生道, 也迥然香。 活着时事另一世间的人, 死后成果鬼魂。 我和您用。 绝, 生死兜得香。 请带向朋友们致意, 希望他们免是奉盛名的。 君主, 您的公子很好, 要挂。 愿您弩自爱, 盼您时常依托风的。 方段给我信。 顿手, 坐堂。 住室, 以子卿, 苏无字。 足下, 古代用以称上级或同辈的禁词, 周, 秦时。 多以之称君主, 后世则多用于同辈之间。 二德, 美德。 美。 三。 策名, 臣子的姓名书写在国君的检册上。 这只做官。 左传, 西宫二十三。 策名为直。 清时, 正至清明的时事。 此处只昭地在位之计。 四。 容问, 好名声。 问通, 闻。 修唱, 吉祥顺。 修, 美。 唱, 通。 五性。 圣, 这表示为对方的处境顺而高兴。 六国, 此指匈奴。 七风。 此处指怀对象的风采。 八一一, 舍之。 九如, 陈蒙, 书。 信中常用的签词。 十名, 聪慧。 十一然, 此处做动词, 凯的词味。 十二, 古代对少民族的贬称。 此处指匈奴。 十三围背, JU勾。 皮革制的长袖套, 用以束衣袖, 以射箭或其他操作。 翠, 随翠, 木。 毛毡制成的帐篷。 十四山, SHN山, 肉, 带有腥臭气味的羊肉。 L。 A欧烙, 江, 深处的乳江。 十五玄冰, 黑色的冰。 形容冰节的厚实, 极言。 天气寒。 十六湖家, 古代我国方民族的管, 其音悲凉。 此处指湖。 家吹奏的音。 十七阶, 嘰嘰, 呼, 探词。 十八读, 反截副词, 有。 难道的意思。 十九, 达到一定的灵。 此处指已至母。 二诗经。 尼, king逆情, 经于雄约经, 词约尼。 原指凶之人, 左船, 宣。 宫十二, 古者明王伐镜, 取其金尼而封之, 以为大。 此处解。 只被迁诸的人。 二十一先君, 对自己已故父亲的尊称, 此处指当户。 当户早王, 为其一父子。 四, 后代, 子孙。 二十二戎, 戎戎。 古代对少民族的贬称, 与前面, 蛮夷军指匈奴。 二十三蒙, 受到。 明。 查, 指时公正的了解。 二十四辜负, 亏负。 后世多写作, 辜负。 区区。 笑, 少。 此处作成肯解。 二十五心, 自心脏, 意指字。 二十六意义。 表绝望之词。 二十七嚷, 软嚷, 臂, 屡起袖口, 出手臂, 是准备。 做祸搏斗的动作。 孟子, 静心下, 宰, 静勇士逢富能猛虎, 后要作善。 人, 发誓在打虎。 可是, 一次遇上众人制服虎的险情, 逢富虎。 然明知会因为被作善人的言, 打虎, 而受耻笑, 仍然, 囊必下去。 打虎。 文中暗用逢富之典为己开脱。 二十八刀达, 第欧的刀达, 悲痛。 二十九先帝, 已故的皇帝, 指汉五帝。 三十绝域, 及远的地域。 此处指。 匈奴居住地区。 三十一五江, 五元江, 姓明祥。 汉书, 未宰五江师。 道士, 为, 文选, 善助宰, 即, 表云, 臣以天汉二道外, 循。 被诏书, 则沉静。 陈哲隐诗前。 道郡基山, 五江师道。 三十二天汉。 五帝号。 文中指汉朝控制的区域。 三十三当, 党。 这指抵律。 三十四。 千, 区恩千, 拔取。 三十五奔, 逃跑的。 三十六灭基扫尘, 欲速清残。 敌。 三十七消, 十一欧消, 帅, 消勇的将帅。 三十八西, 少, 与, 西通。 三十九难堪, 难以相比。 堪, 圣, SHN之身。 四十, 同, 简。 挑选。 四十一单, 全禅, 于, 匈奴军长的称号。 四十二相如, 相比。 如, 即, 比。 四十三玄绝, 相差极远。 四十四伏, 支持, 支撑。 陈, 凌甲。 此处有故的意思。 汉书, 转, 士族中史商, 三创者载, 创。 者将, 一创者持兵战。 四十五绝, 学命真首, 效命真仙。 四十六干戈, 此。 处置兵器。 四十七徒手, 光着头, 抑制穿防护的甲衣。 四十八影血, 油。 掩影器。 形容及悲愤。 文选, 善注, 血及也。 四十九影孩。 退兵返回。 尹, 后退。 五十贼臣, 只盼投匈奴的军后管杆。 五十一, 席。 高皇帝二, 是从前, 和高祖七, 前两百, 高皇帝, 及高祖邦, 清。 大军三十万驻平臣, 金山西大同市东, 准备罚匈奴, 被冒盾禅于带。 四十万骑兵围困七日之久。 五十二当, 如, 相。 五十三位, 用, 用, 兵。 五十四执事者, 掌权者, 此之汉朝廷大臣。 五十五狗, 但, 知。 五十六, 宁宁, 难道, 反截父辞? 此语上用反截, 调换反截辞以。 免重负。 妻子, 妻子, 儿。 五十七, 顾玉二, 巨二, 文选, 善助载。 前与苏子清疏云, 前卫子清死之计, 所以然者, 既其屈丑。 凡然难持, 顾且屈以求生。 将死, 公臣氏, 则将上报厚恩, 下显祖。 考之明也。 五十八灭明, 使明生明灭。 这, 灭明与, 虚死对应。 是取生无畏而死, 明也随之俱灭之意。 五十九席范黎, L, 训会, K, UAI快, 姬之尺, 埃西元, 前494, 越望勾建兵败, 五千人被围在。 慧姬山, 向吾王夫叉求和, 范黎作为仁至前往吾国, 并未因求和之尺字。 训国。 范黎, 自少博, 春秋楚国晚, 京河南南阳县, 仁, 是辅助勾建政。 新越国, 新师灭无重要谋事。 后至其, 改名吃以紫皮。 晚经商, 称桃朱公。 六十曹妹, 妹妹, 死三败之辱, 曹妹曾与其国作战, 三战三败, 并, 因此受辱而自身死。 曹妹, 春秋国人, 以勇士装功。 装功时。 三, 前六百八十一, 齐桓公罚, 装功请和, 惠蒙于柯, 金山东东阿县西南。 媚义匕首劫持桓公, 迫使他全部归桓战争中侵占的国土地。 六十一促付, 勾建之仇, 只勾建灭无, 夫叉字。 六十二报国之修, 此只科蒙追回。 齐国清帝。 六十三追, 车垂, 心, 气血, 形容及悲伤。 追, 用追打。 急, 气血, 悲痛无声地哭。 六十四肖, 萧和。 前一百九十三, 配, 金江苏。 配宪, 人, 辅助帮建基业, 功第一, 封赞侯。 他曾因为请求上院, 专攻皇族田的场所, 向百姓开放而遭囚禁。 凡, 凡怪。 前一百八十九, 配人, 从帮起兵, 建功勋, 封武扬侯, 曾因被人诬告与后家族结党, 而被囚居。 六十五韩, 韩姓。 前一百九十六, 淮英, 金江苏淮英士, 人, 出随项羽, 后龟邦, 拜大将, 建齐功, 封楚王, 后扁为淮英侯。 他因, 要回应陈西起兵造反, 被誓斩首。 彭, 彭月。 前一百九十六, 昌义, 金山。 东乡献西, 人, 秦末聚重起兵, 后龟邦, 多建军功, 封王。 他, 因造反被囚, 高祖于以赦免, 千至蜀道, 但是人将他处死, 并移三足。 租海, CHI租海, 剁成肉将, 是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 六十六, 朝措。 前两百, 一百五十四, 尹川, 金河南中部及南部的, 治所在于县, 人, 井地。 十, 他建议消各诸侯国封地。 后五楚等七国诸侯返, 有人认为是削的所致。 朝措因而被。 六十七周, 周伯。 前一百六十九, 配人, 从邦起誓, 以军。 公卫将军, 拜将侯。 誓死, 伯与陈平共诸诸, 文帝。 周伯曾被诬告。 遇造反而下遇。 魏, 魏其侯斗英。 前一百三十一, 自王孙, 关经, 金河。 横水陷东, 人, 斗太后执。 井地时, 平定五楚七国之有功, 封魏其侯。 与冠夫魏至交。 五帝时, 冠夫应与陈相田坟结仇下遇, 因徒相救, 受迁。 而被诸, 受, 姑, 嘴。 六十八左命, 辅助帝王治国事。 六十九, 一, 前两百零一, 前一百六十九, 阳, 金河南阳市东, 人, 自幼博学, 文帝照。 魏博士, 千太中大夫。 积极于正式, 并勇于针边石壁。 亚夫, 及周亚师。 夫, 前一百四十三, 周博之子, 丰条侯, 曾屯军系, 经陕西咸阳市西南。 以军言整文明。 井地时, 任太位, 师平定七国叛。 七十小人, 包。 阔排几亿的将侯周博, 而前文有, 周魏姑, 井被考。 七十一, 并。 寿, 旨意被在朝权贵, 周博, 冠英, 张相如, 冯敬等, 排斥, 放。 长沙, 周亚夫因其子私购欲物下狱, 被污谋反, 绝食而死。 七十二二子。 旨意, 周亚夫。 文选, 善助则云, 二子, 为范黎, 曹妹也。 炎珠。 侯才能者被囚, 如二子之能学耻报公也。 亦可被移。 辖聚, 原旨。 远, 此处兼旨公也。 七十三先将军, 指广。 七十四官, 汪管。 在之中居第一位。 作动辞用。 七十五贵臣, 指魏清。 魏清为大将军罚。 匈奴, 广为前将军, 被遣出东道, 因东道远而难, 迷惑师, 被魏清。 追逼问罪, 韩分子。 七十六贵, 这贵, 古兵器, 和割毛为一体, 可以。 直, 横极。 七十七万臣, 宣圣, 一万量。 古代以万臣称君主。 文中五强盛的大国。 古代对少民族的贬称。 四至匈奴。 七十八弗。 剑, 以剑字。 此事, 苏武在为逼时, 引配刀字的事。 七十九。 朔, 方。 这指匈奴镜。 八十丁, 成丁的灵, 即成。 这墙。 吊苏武初始时镇出状。 八十一号, 抛号, 手, 白头。 好, 光。 洁白。 八十二中堂, 死在家。 中, 死。 八十三去为, 改嫁。 去, 开。 八十四满末, 范子少民族。 这指匈奴。 末, 古代对居于东。 地区民族的称呼。 八十五毛土之剑, 指赐徒弟, 封诸侯。 古代帝王设计之。 潭共有五色土, 分封诸侯则按封地方向取潭上一色土, 以毛包之, 称毛土。 给所封诸侯在国内设潭。 八十六千尘之赏, 也指封诸侯之位。 古代诸侯, 称千尘之国。 八十七点赎国, 官民。 掌管民族交往事务, 未源在三宫之下。 属官有九亿。 至中两千尸, 即每月受奉一百八十壶。 八十八家, 师。 这。 有奖赏之意。 八十九万户侯, 十亿万户之侯。 文中只受重赏, 居高位者。 九十庙, 殿四周的和太庙, 是帝王与大臣一正式的地方, 因此称。 朝廷卫庙。 庙宰, 即指朝廷中掌权的人。 九十一后诸, 严重的臣。 八。 九十二孤恩, 辜负恩情。 恩, 此指上对下的好处。 下, 附得之, 得。 偏指下对上的功绩。 九十三安, 安于死, 即是死如归之意。 九十四基嗓, S。 NG嗓, 叩首, 以而触地。 嗓, 鹅。 九十五雀, 原指宫殿面的门。 后戒指帝王公敬或朝廷。 九十六刀笔之, 主办文案的官, 他们往往通。 过文词左右案情的轻重。 九十七夫, 夫夫, 发语词, 无意。 九十八姓。 希望, 故人, 朋友。 此处只认证, 或光, 上官节等人。 九十九圣军。 至汉昭帝福。 一百应, 冤应, 子, 儿子。 苏武曾取匈奴为妻。 申子明通国, 苏武归十人匈奴, 宣帝时才回到汉朝。 一百零一顿手, 叩头。 书信结尾常用作签词。 报孙惠宗书。 西汉杨运。 作者小传, 杨运。 前五十四, 自子佑, 华英, 金属陕西, 人。 斯。 马迁的外孙, 赴阳场, 汉昭帝时未成相。 汉宣帝时, 运以赴英补偿侍郎。 以才能称, 明显朝廷, 赴卓卫左曹。 后应告发或是谋反有功, 风平通侯。 千中郎将。 居官清正, 有至姬, 卓卫诸光勋, 清静用事。 为人亲才好。 亦, 结无私, 但自经其能, 能容物, 没有无己者必遇害之, 因此得罪。 少朝廷显贵。 太蒲戴常怀疑阳运在背后暗算他, 就上书告发阳运平日。 严诽谤朝廷, 无人臣之, 运被免卫数人。 后逢日时, 有人上书归咎于。 运交社会过所致, 他被捕入狱。 亭卫暗宴时, 在家中搜出他写给孙惠宗。 的姓, 宣帝看后大, 判以大逆道罪, 腰斩除死。 其妻而被放到九泉。 郡, 孙惠宗也因此而罢官。 提解, 关于这封信的本事背景, 汉书, 杨运传, 记载运师爵位家居。 以才自愚。 有人安定太守兮和孙惠宗, 与运书见解。 运内怀福, 写着, 峰回书。 在信中, 他以嬉笑骂的口吻, 逐点批薄孙的规劝, 为自己狂放。 姬的位辩解。 还富诗姬朝震, 明确表示, 道同, 相为谋, 与, 清代夫之自觉的意象。 全信写的情怀伯玉, 锋芒碧, 与司马迁, 宝。 人少亲书, 杰奥训的风格如出一彻。 亲人于陈平道, 文之法, 字字。 翻腾, 断断收束, 平直处皆曲折, 疏散处皆紧, 则酷笑其外祖。 种, 定谷文是一心鞭, 卷。 运才朽惠, 文之魔所底仪, 信赖先人于业, 的背素位。 遭遇时变。 二, 以或爵位。 终非其认, 促语或惠。 足下哀奇于盟, 赐书教都以所。 即, 殷勤甚厚。 然妾恨足下身为其中十三, 而为俗之悔欲也四。 言彼之于心, 则逆指而闻过, 莫而习乎, 恐为恐是各言而致之义武。 故感臣其于, 为君子察焉。 运家方圣时, 陈诸者十人六, 未在清七, 绝未通侯八。 总从观, 宇文正是, 曾能以此时有所建名, 以宣德化, 又能与群。 同心病, 陪辅朝廷之遗忘, 以父妾未素参之则久已久。 怀滩是, 能自退, 遭遇变故, 横背口语, 身忧确实, 妻子满遇。 当此之时, 自以移灭足以则, 义的全首, 父奉先人知秋目乎, 福为圣主之恩。 可圣, 君子游道, 以忘忧, 小人全躯, 以忘罪十一。 事故身, 妻子, 更丧, 贯元至产, 以给功上, 亦当附用此为基义也。 夫人情所能指者, 圣人福敬。 故君父至尊卿, 宋其中也, 有时而记。 臣之得罪, 以三以时而。 天家作苦。 岁时福十三, 烹羊袍高十四。 斗九字。 家本情也十五, 能为情深。 父赵也, 雅善古色。 奴婢歌者。 人, 酒厚而热, 仰天府否而呼嗡嗡十六。 其诗曰, 田彼南山, 吾慧。 至, 种亦请斗, 而为其时期。 人生而, 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 奋秀低昂, 顿足其武, 成淫荒无, 知其可也。 运性有余, 方迪剑。 范贵十八, 逐一之。 此数之事十九, 无辱之处, 运轻之。 下, 知仁二时, 众悔所归, 寒儿。 虽亚之运者二十一, 由随风而迷。 上鹤称欲之友。 懂身云呼二十二, 明明求仁义, 长孔能化名者, 亲。 代福之义也。 明明求财, 长孔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二十三。 顾道同, 相卫谋二十四, 经子上安得以轻代福之志而则菩栽。 夫妻何谓土二十五, 文侯索心二十六, 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遗风二十七。 飘然皆有结盖二十八, 知去救之分。 请者足下救土, 安定二十九, 安。 定山谷之间, 昆荣就攘三十, 子弟摊比, 习俗之遗人哉。 于今乃肚子。 直至已。 方当圣汉之, 愿免瞻三十一, 无多谈。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汉书, 洋运传。 我才能低下, 为卑乌, 外部表现和内在品质都为修养到家, 兴而靠。 这先背下的功绩, 才得以冲任功中士从官。 又遭遇到非常事变, 因而被。 风味侯爵, 但始终未能称职, 结果遭灾祸。 你挨我的愚昧, 特地性。 教导我构简点的地方, 肯的情意甚未深厚。 但我私下却怪你没有深入。 思考事情的本末, 而轻地表达一般世俗眼光的偏。 指我浅地看。 法吧, 那好像与你性的宗旨唱反调, 再掩饰自己的过错, 沉默而吧。 又恐怕违背孔子提倡美人应当值自己志向的原则。 因此我才敢捡的。 谈谈我的愚, 希望你能细看一下。 我家震荡兴盛的时候, 做大官臣做诸的有识人, 我也被位在九卿。 知, 绝风通侯, 总管宫内的侍从官, 与国家大政。 我竟能在这样的。 时候有所建树, 宣扬皇帝的德政, 又能与同其心邪, 辅佐朝廷。 补救缺失, 已经受到窃据高位白时奉的指责很久。 我贪为何权势? 能自动退职, 终于遭到意外的变故, 平白地被人告发, 本人被囚禁在宫。 店面的官内, 妻子儿全关押在监狱。 在这个时候, 自己觉得何足? 超战也足以抵偿罪责, 哪想得到竟能保住脑袋, 再去奉四祖先的坟墓? 呢? 我俯伏在地想着圣主的恩德真是无法记。 君子的身心沉浸在道义之中, 快地忘记忧愁, 小人保全性命, 快活地忘掉自身的罪国。 因此, 亲自妻子儿, 竭尽全根田种, 执桑养残, 灌溉果园, 经营产业。 用向官府交纳赋税, 想到又因为这样做而被人指责何非议。 人的感情所能限制的事情, 圣人也加以禁止。 所以即使是最尊贵, 德君王和最亲近的父亲, 为他们送终扶桑, 至多三也有结束的时候。 我得罪乙, 乙经三, 种田人家做辛苦, 乙终遇上福日, 日的祭。 四, 就烧煮羊肉烤羊膏, 蒸上一壶酒自我喂一番。 我的家本在秦德, 因此我善于唱秦德的民歌。 妻子是赵德的子, 平素擅长淡色。 奴婢中也。 有几个会唱歌的。 喝酒以后耳根发热, 昂首面对苍天, 杏首敲击瓦否, 暗。 这节拍呜呜呼唱。 歌词是, 在南山上种田辛勤, 荆棘也草多的美法除青。 种下一情的的豆子, 只收到一片无用的豆精。 人生还是及时吧, 等。 想富贵谁知要到磨时。 碰上这样的日子, 我兴奋的秀甩的高高低。 低, 脚使劲登的而任意起舞, 的确是纵情玩而加节制, 但我懂着, 有磨过错。 我幸而还有鸡鱼的凤, 正经营着剑买柜卖的生意, 追求那, 十分之一的薄。 这是君子谢只有伤人才干的事情, 备受轻视耻辱, 我, 却亲自去做。 地位卑贱的人, 是众人诽谤的物件, 我常因此寒而诉。 即使是素了解我的人, 尚且随风而道击我, 哪还会有人称颂我呢? 懂众书是过吗? 急急忙忙的求人求义, 常担心能用人意感化百姓。 这是清大夫的心意。 急急忙忙的求财求, 常担心贫困匮乏, 这是平民百姓的事情。 所以信仰童的人, 互相之间没有磨好伤的。 现在你还, 怎能用清大夫的要求责备我呢? 你的家乡西和郡元是魏国的所在的, 魏文侯在那兴起大业, 还存在。 段干木, 田子方下的好风上, 他们未都有高原的志向和气节, 懂得去。 何是尹的抉择? 进你开故乡, 去到安定郡任太守。 安定郡帝楚山。 古中间, 是昆仪族人的家乡, 那的人贪婪卑鄙, 难道是当地的风俗习惯? 改变你的品性吗? 直到现在我才看清你的志向。 如今震荡大汉潮的顶。 圣时期, 祝你飞黄藤达, 要再捅我多撸。 曹光符, 注释, 以底, CH指, 影制, 到达, 二十遍, 指汉宣帝的节四, 前, 六十六, 或光子孙或语等预谋反式。 三位, 斯。 四位, Wi, 为。 清, 随。 五孔氏, 孔子。 各言而至, 语出, 语, 公也长, 言渊。 济氏, 子曰, 和各言而至。 六珠, 七成红色。 汉制, 公。 清侯以及凤在两千十以上的官员方能致。 一臣作诸。 七清, 中央的。 高级官员。 此至仁光勋, 位在九卿之。 八通侯, 及, 撤侯。 秦诀。 二十级中的最高一级。 汉制, 姓功臣封侯者位诸侯, 姓功臣封侯者位。 侯, 亦称撤侯。 后应必汉武帝会, 改称通侯。 九速参, 而十, 五。 公首。 语出, 诗经, 魏丰, 伐坛, 彼君子息, 速参息。 十却。 宫殿面的官, 汉代为上张奏事和被皇帝召对之处。 阳运被居于此, 是。 时性关押处置。 十一, 通, 月。 十二三, 阳运于汉宣帝武奉。 二, 前五十六, 秋被免位数人, 武奉四, 前五十四, 下四月朔日时, 被人告发。 而获罪, 前后虽跨三个头, 十纪上道尔。 十三福, 古代禁忌。 四活动的各节日。 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叫出福, 天即热时。 冬至后地。 三个虚日未日, 天即时。 后世也已因十二月初八未日。 十四, 刨。 刨刨, 高, 烤小羊。 十五家本秦也, 羊运园及华英, 古树秦帝。 十六否, FU否, 瓦制的打击器, 最初于情地。 呜呜, 唱歌声。 可能是歌曲中的一种和声。 十七, 填比南山寺, 汉书, 杨运传, 张。 厌柱, 山高而在阳, 人君之相也。 吴慧智, 阎朝廷之荒也。 亦庆百。 母, 以御百官也。 阎斗者, 真实之物, 当在君仓, 在也, 御己放弃。 也。 齐驱而直, 延朝臣皆产于也。 可供考。 齐, J姬, 豆精。 十八笛, 得笛, 买进穀物。 十九, J谷, 术, 旧时对商人的贱称。 二十下, 欲众所归之处。 与, 子张, 咒之善如事之甚也。 是以君子居下, 天下之皆归焉。 此至品碑乌。 二十一雅, 平素。 二十二, 董生, 只董众书, 西汉时大儒。 二十三, 明明求仁义, 引字。 董众书, 对闲册, 三。 汉书, 董众书传, 原文作, 夫皇皇求财, 长。 恐发馈者, 数人之义也。 皇皇求仁义, 常恐能化名者, 代福之义也。 皇皇, 急, 皇皇, 急急忙忙的样子。 此作, 明明, 已有误。 二十四道, 同, 相卫谋, 宇初, 宇, 卫公。 二十五, 西河, 战国时卫的的西河。 辖境在京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与汉代的西河郡并非一的。 二十六, 文侯。 魏文侯, 民司, 魏国的建者, 驻民贤君。 二十七段干幕, 战国初魏人。 隐居室。 魏文侯曾请他坐乡, 他跳墙而必走。 文侯身为敬重, 每次臣。 经过他的住所门口, 必服事致敬。 田子方, 战国时人, 魏魏文侯所忧。 二十八, 飘然, 高远的样子。 二十九, 安定, 俊明。 智所在高平, 京夏回族。 自治区故原县。 三十, 昆荣, 古代西夷的一支, 及影周时的西荣。 三十一, 山, CHN湛, 文言著词, 相当于, 知祸, 知烟。 苏武传。 东汉班固。 作者小传, 班固, 三十二, 九十二, 自梦间, 福丰安, 京陕西咸阳。 市东, 人。 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后汉书, 班固传, 称他, 九岁, 能数文。 宋师傅。 吉长, 碎伯贯载吉, 九百家之言, 无穷究。 所学无常诗。 魏章, 举大义而已。 其父班标曾旭司马迁, 史记, 作, 史记后传。 魏臣而故。 班固至继臣父业, 在, 后传, 基础上, 竟一步广搜财, 编。 写, 汉书。 后因有人向汉明帝诬告他篡改国史, 被捕入狱。 七帝班超上。 书解释, 史德或是, 被命为台史, 经过二十多弩, 写成, 汉书。 汉和帝永元初, 班固随斗县出真凶奴, 九斗县阴谋反案被诛, 班固也, 受迁被捕, 死于狱中。 汉书, 中的八, 表裕, 天文志是由其内班, 昭和同郡人马叙叙成的。 班固的, 汉书, 是我国第一步记传体断代史, 体模仿, 史记, 但, 有变。 全书有记十二篇, 表八篇, 至十篇, 传七十篇, 共一百篇, 起。 自汉高祖, 指于王莽, 记西汉一带二百三十间史时。 汉书, 评价史。 人物往往从封建正统观出发, 以儒家的道德作为标准, 儒对承设。 向语家以贬义, 即是显。 汉书, 语, 史记, 并称, 史学家之籍。 汉书, 言皆经, 是圣该密, 史通, 家, 则是其特色。 提解, 汉武帝开始对匈奴静长期的讨伐战争, 其中取得三次举。 有决定异议的圣, 时间为西元前一百二十七, 前一百二十一, 前一百一十九。 匈奴的威, 是大大削弱之后, 表示愿意与汉讲和, 但双方矛盾还是根深蒂固。 所以, 到西元前一百, 苏武初始匈奴时, 却被扣, 并迫使他头。 苏武传, 即中续写苏武初始匈奴被扣期间的事迹, 热颂扬他在敌人面前赴。 贵能赢, 凭贱能移, 威武能屈, 饥寒压道, 私情魔所动的浩然症。 气, 充分肯定他坚毅忠贞, 大义然, 誓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作者塑造苏武的形象相当成功。 文章是机械的扑序史事件, 而是, 经过高取舍剪裁, 集中笔墨写苏武奉命初始匈奴, 以及在国使久的, 种种遭遇和表现, 主题鲜明, 形象突出。 劝和宋别节, 用对比和。 衬托手法刻画, 轰托苏武, 生动的在线人物的性格和节操, 收到很好。 的艺术效果。 五字子清, 少以赴任仪, 兄弟并为狼二, 稍千至仪终就尖三。 石汉伐胡, 通石相窥官四。 匈奴汉史郭吉, 冲国等前后十余辈。 五。 匈奴史, 汉义之以相当六。 天汉元七, 且低侯禅于初八, 恐汉习之, 乃曰, 汉天子。 我丈人也。 尽规汉史冲国等。 五帝加其义, 乃遣五以中郎将史持节。 宋匈奴史在汉者久, 因后禅于, 达其善意。 五语父中郎将张胜吉甲。 常会等, 穆士, 赤后百于人巨石。 既治匈奴, 治必宜禅于。 禅于义。 骄, 非汉所望也。 方御发始宋五等, 会勾王与长水于长等谋反匈奴中十一。 勾王者。 昆邪王姐子也十二, 与昆邪王巨汉, 后随着也侯梅湖中十三。 即位。 所者十四。 因相宇谋结禅于母二世归汉十五。 惠武等至匈奴。 于。 常在汉时, 素与父张胜相知, 私后胜, 曰, 闻汉天子圣愿为, 常能为。 汉辅努赦之。 五母与帝在汉, 姓蒙其赏赐。 张胜许之, 以或物与常。 后悦于, 禅于初, 独恶是子弟在。 于常等七十余人愈发, 其依人也。 王, 告之。 禅于子弟发兵与战, 勾王等皆死, 于常生得。 禅于始未至其。 是。 张胜闻之, 章胜闻之, 孔前语发, 以语武。 武曰, 是如此, 此必及我。 反。 乃死, 众妇国。 欲字, 圣, 慧共之之。 于常果引章圣。 禅于, 赵诸。 贵仁义, 欲汉使者。 左依智资约十六, 集谋禅于, 何以附加。 一皆。 之。 禅于始未赵武受辞十七, 武卫会等, 驱节辱命, 虽生, 何。 面目以归汉。 隐配刀字。 魏精, 自暴持武, 持照一。 凿得未砍, 至。 运火, 赴武其上, 岛其被以出血。 武器诀, 半日复习。 慧等哭, 于归吟。 十八。 禅于壮其节, 朝夕遣仁后问武, 而收戏张慎。 武义曰, 禅于始始小武, 慧于常, 欲因此时武。 剑斩于常矣。 曰, 汉使张慎, 谋禅于进尘, 当死。 禅于墓者赦罪。 举剑于吉之。 圣请。 魏武曰, 父有罪, 当相作十九。 武曰, 本无谋, 又非。 亲属, 何谓相作。 父举剑拟之, 武动。 曰, 苏君。 前妇汉归凶。 奴, 姓蒙大恩, 四号称王, 雍众万, 马处弥山二十, 富贵如此。 苏君。 今日, 明日复燃。 空以身高草也二十一, 谁负之之。 武映。 曰, 君因我, 与君为兄弟。 经听无忌, 后虽欲赴我, 尚可得呼。 武骂曰, 为人臣子, 故恩义, 判主被轻, 为于满移, 何。 以为二十二, 且禅于姓, 使绝人死身, 平心持阵, 反育斗主。 二十三, 官或败。 南越汉使者, 徒为九郡二十四, 晚王汉使者, 头陷。 阙二十五, 朝险汉使者, 及时诛灭二十六, 都匈奴为尔。 知卧明, 御国相公, 匈奴之祸, 从我时矣, 知武中可携, 白铲鱼。 铲鱼, 御亦御之, 乃忧武, 至大教中, 绝饮时, 天于雪, 武卧涅雪, 与沾毛。 病之二十七, 日死, 匈奴以为神, 乃喜武海上无人处二十八, 十。 目的, 滴乳乃的归二十九, 别其官属常会等, 各至他所。 武济至海上, 领时至, 绝也属去草食而时之三十。 帐汉节目羊, 卧起操池, 节毛镜。 鸡武, 禅于帝于乾王亦涉海上三十一。 武能王。 仿教三十二, 秦宫努迹三十三, 于乾王爱之, 给其衣食。 三岁于, 王病。 四五马处, 福, 穷三十四。 王死后, 人重喜去。 齐东, 丁道五牛羊。 三十五, 武父穷恶。 初, 武与巨位适中三十六。 武使匈奴民, 敢求武。 九, 知, 禅于使至海上, 为武至酒舍。 因为武曰, 禅于文与子清素后。 故使足下, 虚心欲相待。 中的归汉, 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义安索。 呼, 前常军卫奉三十七, 从至雍玉阳宫三十八, 扶下厨三十九, 处驻。 哲园, 和大晋四十, 伏见自吻, 四千二百万以藏。 如清从此和东后吐。 四十一, 唤其羽皇门驸马征传四十二, 推舵驸马和忠死。 唤其王, 赵始。 如清竹补, 得, 黄孔引药而死。 十, 太夫人以信四十三, 送葬至。 阳四十四, 子清妇少, 文以嫁矣。 独有第二人四十五, 以南。 经妇时余, 存亡可知。 人生如潮, 何九字苦如此。 史时, 呼呼。 如狂, 自痛腹汗, 家以母系宝公四十六, 子清欲, 何以过。 且必。 夏春秋高四十七, 法王长, 大臣王罪一灭者十家, 安危可知。 子清, 上妇谁未呼。 愿听计, 悟妇有云。 五约, 五父子王功德, 皆为陛下所成就, 未将四十八, 绝通侯。 四十九, 兄弟清静, 长愿干脑徒弟。 经得申自孝, 虽蒙府月汤或五十。 陈甘之。 陈氏君, 由子氏妇也, 子未复死, 王所恨。 愿悟父再言。 与五隐日, 父曰, 子清依听言。 五曰, 自分已死久矣。 王必欲武, 请必今日之欢, 笑死于前。 其至臣, 愧然探曰, 皆。 呼, 义事。 与谓之罪, 上通于天。 阴气下瞻晶, 与五绝去。 四。 四五, 使其七次五牛羊石头。 后腹至海上, 与五, 驱脱补的云中身口五十一, 严太守以下。 明皆白浮, 约上崩五十二。 五文之, 南向豪哭, 欧血, 但戏悦。 朝帝即位五十三, 匈奴与汉和亲。 汉求五等, 匈奴鬼言五死。 后汉史复制匈奴, 常会请其守者语句, 得业汉史, 句字称道。 教识者为, 禅于, 言天子设上中五十四, 得业, 足有戏博书, 言五等在某则中。 使, 这大喜, 如会与以让禅于。 禅于是左右而今, 谢汉史约, 五等时载。 于是至九贺五约, 经足下海归, 扬名于匈奴, 公显于汉士。 虽谷竹, 伯所载五十五, 亲所化五十六, 何以过子轻。 虽奴妾五十七, 汉且是。 岁五十八, 全其母, 使得奋大辱之机智, 数几乎曹科之蒙五十九, 此。 素席之所望也。 收族家, 为世大, 上父何顾乎。 义义, 子卿, 知无心耳。 欲之人, 依别长绝。 其五, 歌曰, 静万兮杀牧。 卫军将兮奋匈奴。 穷决兮使任摧, 誓众灭兮名以颓。 牧义四, 虽欲报。 恩将安归。 气下, 英语五绝。 禅于赵慧五官署, 前以及悟故。 樊遂五孩者九人。 五义使元春至京师六十。 赵五奉一太夜五帝元庙六十一。 百。 魏典蜀国六十二, 至中两千十六十三, 四千二百万, 宫田二寝, 一区。 常会, 徐胜, 赵忠根皆拜位中郎, 四伯各二百匹。 其余人, 归家, 四。 前人十万, 父终身。 常会后智幼将军, 封侯, 自有传。 五匈奴凡十九。 岁六十四, 使以强壮出, 及孩, 须法静白。 五归名, 上官杰, 子安与桑红阳及燕王, 盖主谋反六十五, 五子。 南远与安有谋, 作死。 初杰, 安与大将军霍光真权六十六, 书光过诗语。 燕王, 上书告知。 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 还乃未典书国。 大将。 军长使吴公六十七, 为搜宿都为, 光专权自自。 及燕王等反诛, 穷智党。 于, 武素宇杰, 弘扬有救, 为燕王所诵, 子幼在谋中, 庭位奏请代步武。 六十八。 霍光请其奏六十九, 免无关。 昭帝崩。 武义故两千十与计谋宣帝七十, 四绝关内侯, 十。 亦三百户七十一。 九之, 为将军张安事件五名习故使七十二, 奉使如命。 先帝以为遗言七十三。 宣帝及十兆五呆兆患者属七十四。 静, 父未有。 曹典属国七十五。 以武这结成, 朝朔旺, 号称继九七十六, 圣幽宠之。 武所得赏赐, 静以施与昆帝故人, 家于财。 皇后赴平恩侯, 帝旧平昌侯。 昌侯, 其将军韩增, 丞相卫相, 玉石大夫丙及, 接近众五七十七。 武, 子前作誓死, 尚明之。 问左右, 武在匈奴久, 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发匈奴时, 胡傅是产义子通国, 有声问, 原因是, 者至伯熟之。 尚许焉。 后通国随时者至, 尚以为郎。 又以武弟子为佑。 曹七十八。 武八十余, 神爵二并促七十九。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 汉书, 广苏剑传。 苏武自子清, 侵蚀凭着父亲的职位, 兄弟三人都做皇帝的侍从。 并逐渐被提升为掌管皇帝安玛英犬设工具的官。 当时汉朝廷断讨伐凶。 奴, 多次互派使劫彼此案中侦查。 匈奴寇汉使劫郭吉, 冲国等前后。 十余批人。 匈奴使劫前, 汉朝廷也扣他们以相抵。 西元前一零零, 且低刚刚为蝉鱼, 唯恐受到汉的袭击, 于是, 汉皇帝, 是我的长辈。 全部送还汉庭使劫冲国等人。 汉武帝赞许。 他这种通晓情的做法, 于是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 持毛节护送。 扣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 顺送给蝉鱼很丰厚的物, 以答谢他的好意。 苏武同赴中郎将张胜以及使劫派的使臣署官常会等, 加上招募低势。 促, 侦查人员百多人一同前往。 到匈奴那, 百财物赠给蝉鱼。 蝉鱼。 越发傲慢, 是汉所期望的那样。 蝉鱼正要派使者护送苏武等人归汉, 是逢勾王与长水仁于长等人在胸。 奴内不谋反。 勾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儿子, 与昆邪王一起汉, 后又跟随。 卓也侯赵破奴重新献胡的, 在魏统的那些投者中, 暗中共同策划绑。 驾蝉鱼的母亲二是归汉。 正好碰上苏武等人道匈奴。 鱼常在汉的时候, 一, 像与副使张胜有交往, 私下拜访张胜, 听汉天子很怨恨为, 我, 于常能为汉庭埋伏弩弩弓将他设死。 我的母亲与弟弟都在汉, 希望受到汉庭的照顾。 张胜许他, 把财物送给于常。 一个多月后, 蝉鱼外出打, 只有二是和蝉鱼的子弟在家。 于常等期, 十余人将要起事, 其中一人夜晚逃走, 把他们的计划报告二是及其子弟。 蝉鱼子弟发兵与他们交战, 勾王等都战死, 于常被活捉。 蝉鱼派未省处。 这一案件, 张胜听到这个消息, 担心他和于常司下所的那些话被揭发。 把事情经过告诉苏武。 苏武, 事情到如此地步, 这样一定会迁。 到我们, 受到侮辱才去死, 对其国家。 因此想自, 张胜常会, 一起制止他。 于常果然共出张胜。 蝉鱼大, 召集许多贵族钱商议。 想吊汉使者, 左依智姿, 假如是谋蝉鱼, 又用魔言的刑法呢? 应当都叫他们投。 蝉鱼派未召唤苏武受审讯。 苏武对常会, 丧。 湿气劫, 电汝食命, 即使活着, 还有磨脸面回到汉亭去呢? 这拔出。 佩戴的刀自吻, 为大吃一惊, 自己抱住, 扶好苏武, 派人骑快马去找医。 身。 医生在地上挖一个坑, 在坑中点燃为火, 然后把苏武脸朝下放在坑上。 轻轻地敲打他的背部, 让瘀血出。 苏武本已经断气, 这样过好。 半天才重新呼吸。 常会等人哭泣着, 用紫把苏武回营帐。 蝉鱼钦佩苏武的节操, 早晚派人探望, 询问苏武, 而把张胜带补监尽起。 苏武的伤势逐渐好。 蝉鱼派使者通知苏武, 一起审处于长, 想解。 这个机会使苏武投。 见斩于长后, 为汉使张胜, 谋蝉鱼清静。 的大臣, 应当处死。 禅于昭的人, 赦免他们的罪。 举荐要及张胜。 张胜请求头。 为对苏武, 赋使有罪, 应该做到你。 苏武。 我本就没有语谋话, 又是他的亲属, 怎么谈得上座。 为有。 举荐对准苏武, 苏武窥然动。 为, 苏军。 我为以前被弃汉庭。 归顺匈奴, 幸运地受到铲鱼的大恩, 赐我绝号, 让我称王, 拥有奴万。 马和其他深处满山, 如此富贵。 苏军你今日头, 明日也是这样。 白白的。 用身体给草地做肥, 又有谁知道你呢? 苏武毫无反应。 喂, 你。 顺着我儿头, 我与你结为兄弟, 今天听我的安排, 以后再想我, 还。 能得到机会吗? 苏武痛骂喂, 你做人家的臣下和儿子, 顾及恩得意, 背叛。 皇上, 抛弃亲人, 在足那做头的奴, 我为魔要你。 况且蝉鱼。 信任你, 让你决定别人的死活, 而你却居心平, 主持公道, 反而想要。 使汉皇帝和匈奴蝉鱼 与二主相斗, 旁观国的灾祸和损失。 南越望汉使。 这, 结果九郡被平定。 晚王汉使者, 自己头颅被悬挂在宫殿的门。 朝。 先王汉使者, 随即被讨平。 唯独匈奴未受惩罚。 你明知道我决会投。 想要使汉和匈奴互相攻打。 匈奴灭亡的灾祸, 将从我开始。 未知道。 苏武终究可挟破头, 报告蝉鱼。 蝉鱼越发想要使他头, 就把苏武, 求静起, 放在大地窖面, 给他喝的吃的。 天下雪, 苏武握着嚼雪。 同沾毛一起吞下冲击, 几日死。 匈奴以为神奇, 就把苏武迁移到海边。 没有人的地方, 让他放牧公羊, 等到公羊生小羊才得归汉。 同时把他, 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常会等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 苏武迁移到海后, 食运到, 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食。 吃。 他煮着汉亭的福节牧羊, 睡觉, 其都拿着, 以窒息在结上的牦牛尾。 毛全部脱进。 一共过五, 蝉鱼的弟弟于前王到海上打。 苏武, 会边节打的王, 矫正弓弩, 于前王颇弃重他, 供给他衣服, 食品。 三。 多过后, 于前王得并, 赐给苏武马匹和牲畜, 陈九的瓦器, 远顶的栅杖。 鹏。 王死后, 他的部下也都迁。 这冬天, 丁人道去苏武的牛羊。 苏武又陷入穷困。 当初, 苏武与都未适中。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 头匈奴。 赶访求苏武。 时间一久, 蝉鱼派遣去海, 为苏武安排酒宴和歌。 五。 趁机对苏武, 蝉鱼听我与你交情一向深厚, 所以派我劝。 足下, 愿虔诚地相待你。 你终究能回归本朝, 白白地在荒芜人烟的。 地方受苦, 你对汉庭的信义又怎能有所表现呢? 以前你的大哥苏家作风。 都未, 跟随皇上到雍的御宫, 扶着皇帝的架下殿阶, 碰到柱子, 折断。 原, 被定为大禁的罪, 用剑字, 只过四千二百万用以下葬。 你。 弟弟如亲跟随皇上去祭祀和东土神, 骑着马的宦官与驸马征船, 把驸马推, 下去吊到河中淹死。 骑着马的宦官逃走。 皇上令如亲去追捕, 他抓。 道, 因害怕而服独自。 我开长安的时候, 你的母亲已去世, 我送葬。 道阳, 你的夫人既还轻, 听已改嫁, 家中只有个妹妹, 个。 而和一个男孩, 如今又过时多, 生死之。 人生像早晨的水, 何必。 长久的像这样折磨自己。 我刚投食, 终日有所失, 几乎要发狂, 自己。 痛心对齐汉亭, 加上母居竟在宝宫, 你想投的心情, 怎能超过当。 使我呢? 并且皇上济大, 法随时变, 大臣无罪而全加倍的。 有十几家, 安危可遇。 你还打算为谁守劫呢? 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 要再磨。 苏武, 我苏武父子吴公和恩德, 都是皇帝栽培提拔起的, 官。 直升到江, 爵位封位通侯, 兄弟三人都是皇帝的清静之臣, 常常愿意味。 朝廷西身仪, 现在得到牺牲自己以效忠国家的机会, 即使受到辅月和汤, 或这样的急行, 我也心甘情愿。 大臣效忠君王, 就向儿子效忠父亲, 儿子。 为父亲而死, 没有魔可恨, 希望你要再。 与苏武共饮几天, 又, 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 苏武, 我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 蝉鱼一定要逼迫我头, 那么就请结束。 今天的欢, 让我死在你的面前。 苏武对朝廷如此真诚, 凯然长。 叹道, 那, 一世。 我与位的罪, 尚能达天。 着眼直。 静师一经, 告别苏武而去。 好意思亲自送物给苏武, 让他的妻。 自赐给苏武几十头牛羊。 后又到海, 对苏武, 边界上抓住云中郡的一个福。 太守以下的官百姓都穿白的丧福, 是皇上词。 苏武听到这个消。 习, 面向南放声大哭, 吐血, 每天早晚哭掉打几月之久。 汉昭帝登位, 即后, 匈奴和汉达成合议。 汉庭寻求苏武等人, 匈奴。 撒谎苏武已死。 后汉使者又到匈奴, 常会请求看守他的人同他一起去。 在夜晚到汉使, 圆圆本本的树挤在匈奴的情况。 告诉汉使者, 要他对铲鱼, 天子在上院中设, 设的一支大雁, 脚上记着博书。 上年苏武等人在海。 汉使者万分高兴, 按照常会所教的话去责问丹。 鱼。 蝉鱼看着身边的人十分惊讶, 向汉使道歉, 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 于是安排九言向苏武祝贺, 今天你还归, 在匈奴中扬名, 在汉。 皇族中功继显赫。 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 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抄。 过你。 我虽然无能和胆怯, 假如汉停估且宽恕我的罪过, 我的。 母, 使我能实现在其耻大乳下积蓄已久的志愿, 这就同曹末在科亦定蒙可。 能差多, 这是以前所一直能忘记的。 逮捕我的全家, 成为当事的。 其耻大乳, 我还在顾摩呢? 算吧, 让你了解我的心吧。 我已成。 国之人, 这一别就永远隔绝。 其武, 唱道, 走过万城那川。 过沙漠, 为君王带兵那奋战匈奴。 归断绝那刀剑毁坏, 兵士们全部死。 亡那我的名声已败坏。 母已死, 虽想报恩何处归。 下纵横, 于, 是同苏武永别。 蝉于召集苏武的部下, 除以前已经投合死亡的, 总共。 跟随苏武回的有九人。 苏武于汉昭帝使缘, 前八十一, 春回到长安。 昭帝下教苏武带一。 奋祭品去拜业武帝的墓和慈庙。 任命苏武做典数国, 奉中两千十, 此。 前二百万, 观田二请, 住一处。 常会, 徐胜, 赵忠根都任命为皇帝的事。 为官, 赐给丝绸各二百匹。 其余人, 记大, 回家, 赐钱每人十万。 终身免除姚义。 常会后做到幼将军, 封卫侯, 他自己也有传记。 苏武, 被扣在匈奴共十九, 当初撞出时, 等到回, 胡须头发全都白。 苏武归汉第二, 上官杰, 子安与桑红阳及燕王, 盖主谋反, 苏武的。 儿子苏元英与上官安的阴谋, 而被处死。 起初, 上官杰, 上官安与大将。 君霍光真权, 上官杰父子次把霍光的过失迹下交给燕王, 使燕王上书给。 皇帝, 告发霍光。 又苏武出使匈奴二十, 头, 回到汉庭后, 只作。 典蜀国。 而大将军属下的长使官并无功, 却被提升为搜宿都尉, 或光砖。 全放肆。 等到燕王等人谋反, 被, 追查处置同谋的人, 苏武一向与上官。 结, 桑红杨友就教, 燕王又因苏武功高而官小次上书, 替他报平, 他, 的儿子又与谋反, 主管行御的官员上书请求逮捕苏武, 或光把行御官, 的奏张歌致起, 只免去苏武的官职。 过季, 昭帝死。 苏武已从前任两千十官的身份, 与谋宣。 帝的计划, 似封爵位官内侯, 十亿三百户。 过很久, 为将军张安氏推荐。 苏武通达首西朝张典故, 初始辱军命, 昭帝遗言曾讲到苏武的这点。 长处。 宣帝赵苏武在患者的衙门厅后宣照。 多次敬, 又坐又草点。 蜀国。 因苏武是杰操显著的臣, 指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入朝, 尊。 称他为德高望重的, 祭九, 非常忧宠他。 苏武把所得的赏赐, 全部施送。 给弟弟苏贤和过去的灵朋友, 自己家中一点财物。 皇后的父亲平恩。 侯, 宣帝的舅舅平昌侯和昌侯, 其将军韩增, 丞相魏相, 玉使大夫丙。 即, 都很敬重苏武。 苏武, 他的儿子以前被处死, 皇帝闽他。 问左右的人, 苏。 武在匈奴很久, 有儿子吗? 苏武通过平恩侯向宣帝陈述, 以前在匈奴。 发配时, 取得匈奴妇人正好生一个儿子, 名字叫通国, 有消息传, 想。 通过汉使者送去营, 丝绸, 把男孩赎回。 皇帝答应。 后通国随。 汉使者回到汉朝, 皇帝让他做郎官。 又让苏武弟弟的儿子做幼曹。 苏武活到八十多岁, 汉宣帝神爵二, 前六十, 并亡。 冯海荣。 住世。 姨父, 紫苏武的父亲苏贱, 有功封平侯, 做过代郡太守。 而, 兄弟, 紫苏武和他的兄苏家, 帝苏贤。 郎, 官名, 汉代专职职位叫帝皇帝。 侍从, 汉智奉两千十以上, 可保举其子弟为郎。 三烧迁, 逐渐提升。 依依依, 中旧, 知乌旧, 汉宫中有遗园, 园中有马旧, 马鹏, 顾称。 兼, 此至管马旧的官, 长安马, 鹰犬等。 四通使, 派遣识者往。 五。 郭吉, 原封园, 前一百一十, 汉武帝青统大军十八万道的, 派郭吉到。 匈奴, 小玉禅于归顺, 禅于大, 寇郭吉。 冲国, 原封寺, 前一百零七。 匈奴派遣识者致汉, 并故。 汉派冲国送桑道匈奴, 禅于以为是被。 汉死, 寇冲国。 是, 史记, 匈奴传, 汉书, 匈奴传, 被。 批。 六相当, 相抵。 七天汉元, 西元前一零零。 天汉, 汉武帝。 好。 八且, JG, 滴滴滴。 侯, 禅于四位前的封号。 丹, 称。 禅于, 匈奴手的称号。 九中郎江, 皇帝的侍卫长。 杰, 史臣所持性。 悟, 以竹胃肝, 丙长八尺, 栓上毛牛尾, 共三层, 故又称, 毛杰。 十。 甲, 驾, 十位任的史臣属官。 赤后, 军中担任警卫的侦察人员。 十一钩。 王, 匈奴的一个亲王。 长水, 水明, 在京陕西田县西。 于长, 长水。 人, 后头匈奴。 十二钩, 亨魂, 邪, 鸭爷, 王, 匈奴一个部的。 王, 其帝在河西, 京甘肃西部。 昆邪王于汉武帝元寿二, 前一百二十一。 汉, 十三卓, 双卓, 野猴, 汉江赵破奴的封号。 汉武帝太初。 二, 前一百零三, 二万其籍匈奴, 兵败而, 全军眉。 十四位, 本。 未长水湖人, 但长于汉, 被邪都未严见为汉使出使匈奴。 回汉后, 正直言因罪全家被捕, 未怕受迁, 又逃奔匈奴, 被封为丁王。 十五二是, YNCH燕之, 匈奴王后封号。 十六左一致姿, C姿。 匈奴的王号, 有, 左, 右之分。 十七受词, 受审讯。 十八余, 教子。 此用作动词, 由, 台。 十九相作, 代致罪。 古代法规定。 凡犯谋反等大罪者, 其亲属也要跟着至罪, 叫作作, 或相作。 二十弥。 山, 满山。 二十一高, 肥美滋润, 此用作动词。 二十二, 阿辱, 即, 辱。 夏童。 二十三斗主, 使汉皇帝和匈奴缠鱼相斗。 斗, 用味使动词。 二十四, 南越, 国名, 京广东, 广西南部一带。 土, 平顶。 史记, 南越传, 载。 五帝圆顶五, 前一百一十二, 南越望向家齐国王及汉使者, 叛汉。 五, 帝发兵讨伐, 活捉家, 应将其地改为诸牙, 南海等九郡。 二十五, 晚王。 指大碗国王无寡。 却, 宫殿的门。 史记, 大碗传, 宰, 汉武帝太初。 元, 前一百零四, 晚王无寡派人前求马的汉使。 武帝即命广。 讨伐大碗, 大碗诸贵族乃无寡而汉。 二十六, 史记, 朝鲜传, 宰, 五。 帝元丰儿, 前一百零九, 派遣涉和初使朝鲜, 涉和暗害伴送他的朝鲜人。 谎报为朝鲜武将, 婴儿被封为东东部兜卫。 朝鲜王又取消设和。 于是武帝发兵讨伐。 朝鲜乡王又取汉。 二十七占, 双战, 通, 占, 毛占。 二十八海, 当时在匈奴镜, 即经被加尔湖。 二十九滴, 滴滴。 公羊。 乳, 用作动词, 生育, 只生小羊。 公羊可能生小羊, 故此事。 苏武永远没有归汉的希望。 三十去, 通, 取, 这举, 收藏。 三十一鱼。 W, 前巨人间, 王, 且低缠于之地, 为匈奴的一个亲王。 一舍。 舍。 三十二词, 往前印有, 截字。 脚, 细在剑上的丝绳。 三十三。 擒, 均径, 矫正弓箭的工具。 此作动词, 由, 矫正。 三十四伏。 陈九的容器, 四经天的坛子。 琼, 远顶大膨胀, 由金之蒙古包。 三十五丁, 吉丁, 匈奴编的一个部族。 三十六, 自少清, 西汉隆。 西陈记, 金甘肃秦安, 人, 广之孙, 五帝时曾未适中。 天汉二, 前九十九。 出征匈奴, 兵败头, 后并死匈奴。 世中, 官名, 皇帝的侍从。 三十七。 长军, 紫苏武的长兄苏家。 奉, 官名, 及, 奉都尉, 皇帝出巡时。 负责马的侍从官。 三十八雍, 汉代宪明, 在京陕西凤祥县南。 玉玉玉。 阳宫, 秦时所建宫殿, 在雍东。 三十九, NIN, 皇帝的座。 除, 宫殿的台阶。 四十和, 弼合, 弹合, 汉时称判罪为何? 大静。 静皇帝的罪名, 为一种可赦免的重罪。 四十一如清, 苏武帝苏贤的字。 河东, 俊明, 在金山西下陷。 厚土, 的神。 四十二换骑, 骑马的宦官。 皇门驸马, 宫中掌管马匹的官。 四十三太夫人, 紫苏武的母亲。 四十四。 杨, 汉时有杨县, 在金陕西咸阳市东。 四十五弟, 妹妹。 四十六宝。 宫, 本名, 居士, 太初原名, 宝宫, 囚禁犯罪大臣及其眷属之处。 四十七, 春秋高。 春秋, 指灵。 四十八位, 直被封的爵位。 江。 一般将军的总称。 苏武父子曾被任为右将军, 中郎将等。 四十九通侯, 汉。 爵位名, 本名彻侯, 应必武帝会改。 苏武父苏建曾封为平侯。 五十福。 苏, 呦月, 古时用以犯人的福字。 苏, 大福。 汤, 废水。 或, 湖。 或, 大锅。 汤或, 只把人投入开水锅煮死。 死犯只酷刑。 五十一区。 游欧, 托, 接近汉的的一个匈奴不明。 云中, 郡明, 在金山西部河。 内蒙自治区南部一带地区。 牲口, 火口, 吉福。 五十二上登, 指后援尔。 前八十七, 汉武帝死。 五十三昭帝, 武帝少字, 明福。 西元前八七。 武帝死, 昭帝即位。 四, 改元始元。 于始元, 与匈奴达成合议。 五十四上, 及上院。 故旨在金山西西安市附近。 汉朝皇帝游玩社的。 元。 五十五竹伯, 古代以竹片或伯仇记事, 此代指使集。 五十六, 珠。 沙。 青, 青握霍霍霍霍。 都是绘画所用的颜色。 此指绘画。 五十七奴妾。 无能和胆怯。 五十八事, 薛事, 赦免。 五十九曹科之盟, 史记, 可。 转, 载, 春秋时, 曹妹将, 与其作战, 三战三败, 庄公割地求和。 但仍用曹妹为将。 后其桓公与庄公会盟于柯义, 十位其义, 在金山东。 阳谷县东, 曹妹持匕首斜迫其桓公, 其桓公只得归桓帝。 引词。 以字笔, 表示要公赎罪。 六十经师, 京都, 指长安。 六十一太, 记。 品, 吉牛, 杨, 史三生。 元, 元。 庙, 祭祀祖先的词庙。 六十二点蜀国。 官名, 掌管依附汉朝的各蜀国事务。 六十三制, 官奉。 中, 宗仲。 两千十, 官奉的等级之一, 即每月一百八十十, 一和计二千一百十十。 四具整而言。 六十四, 五, 苏武汉武帝天汉元, 前一百, 初始。 至汉昭帝始元, 前八十一, 还, 共十九。 六十五, 上官杰, 五帝末封。 安阳侯, 与大将霍光同辅昭帝。 其子上官安, 取霍光, 身, 为昭帝皇。 后, 安倍封丧侯。 后杰父子玉费昭帝, 霍光, 燕王。 适败, 灭宗族。 桑红阳, 五帝时任至宿都为, 后阴与上官杰等谋燕王, 夺获光权而备。 燕王, 明诞, 五帝第三子。 盖主, 五帝长, 丰恶异长公主, 应嫁盖侯, 王。 姓, 顾佑称盖主。 谋反事败, 与燕王皆自。 六十六霍光, 自子猛。 五。 第十位奉都为, 后寿武帝移赵府昭帝。 昭帝死, 迎昌义王赫。 后有, 废芝, 改宣帝。 一阵事都由其决定。 六十七大将军, 紫霍光。 常使。 紫大将军属下的常使官杨敏。 六十八廷尉, 掌管行御的官。 六十九请, 歌。 至。 七十故两千十, 及前二千十。 宣帝, 汉武帝曾孙巡, 西元前。 七三至前四九在位。 七十一十亿, 又名采义, 蔡帝。 因时其封义的租。 税而称。 七十二张安氏, 张汤子, 宣帝时败大司马。 故事, 指点张志。 七十三先帝, 指昭帝。 七十四患者属, 患者的衙门。 七十五又曹, 汉时尚。 书下面的家官, 为空闲。 七十六记九, 古代记四时, 必先推高有得者。 聚久以记。 后即称高有得者位, 记久。 这是对苏武的尊称。 七十七, 平恩侯, 许广汉, 一是许伯, 的封号。 许是汉宣帝皇后的父亲, 平昌侯。 王无故的封号。 王是汉宣帝的舅舅。 昌侯, 王武的封号。 武是王无故的。 弟弟, 韩增, 魏相, 秉吉, 都是宣帝初的功臣。 七十八五弟子, 苏贤的。 儿子。 七十九神爵二, 及西元乾陵。 神二爵, 海部宣帝号。 霍光传, 节选。 东汉班固。 梯戒, 本篇节选字, 汉书, 霍光日滴传。 霍光。 前六十八, 考。 同父母兄长或去病的提携, 从一个小线的儿子平步青云, 得到汉无帝。 亲信, 受遗诏, 俯少主, 在皇亲国期的争斗中, 变成全亲一时, 威震人主。 可以左右皇位继承人的十人物, 前后秉镇二十。 颁顾一方面表彰霍光。 资性端正, 一方面又写霍光位巩固权, 顾颠倒辈分, 使自己的。 小儿成为汉宣帝的皇后, 并掩盖妻子通欲一读辞宣帝原配许皇后的。 罪。 这件事, 后成为或是宗族由圣集而被诸的浮现。 这在封建皇朝的外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由于元传较长, 本文有所删结, 在注释。 忠父代交代。 霍光自子梦, 票其将军去病地也移。 父忠儒, 和东平阳人也二。 以献给侍平阳侯家, 与侍者为嫂儿私通而申去病。 忠儒必归家, 取父。 生光, 应觉相闻。 久之, 嫂儿弟子夫的姓于五帝三, 为皇后, 取。 并以皇后解子贵姓。 既壮大, 乃自之父为或忠儒, 为疾求问, 会为票其将。 军及匈奴, 道出河东, 河东太守交迎, 妇努时先驱至平阳传舍四, 前。 迎或忠儒。 忠儒驱入拜业, 将军迎拜, 应贵曰, 去病早自之为大任仪。 提也。 忠儒福福寇头五, 曰, 臣的托命将军, 此天也。 去病。 大魏忠儒买田奴婢而去。 还, 赴过烟, 乃将光熄至长安, 十十余岁。 人光为狼六, 烧千诸曹氏中期。 去病死后, 光为凤都为光代夫。 八, 出则奉, 入世左右, 出入静踏二时余, 小心谨慎, 未尝有过。 慎清姓。 真和二九, 为太子未将冲所拜时, 而燕王诞, 广王须皆多。 过失十一。 事实上, 宠姬勾异赵捷与有难十二, 上心欲以为四。 命大臣辅之。 茶群臣为光认大众, 可赎设计十三。 上乃使皇门画者画周。 公赴臣王朝诸侯以赐光十四。 后援二春十五, 上游五座公十六, 并。 赌, 光替契问曰, 如有会十七, 谁当四者。 上曰, 君为玉前化。 一邪。 少字, 君周公之事。 上义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日滴为其将。 君十八, 吉泰蒲上官杰为左将军十九, 搜宿都为桑红阳为玉使大二十。 揭拜卧内床下, 受遗照抚扫主。 明日, 五帝崩, 太子萧尊号, 侍卫孝昭皇。 弟。 第八岁, 正是一绝于光。 遗照风光位伯侯二十一。 光为人沉浸祥沈, 长才七尺三寸二十二, 白溪, 书眉目, 美须然。 美。 出入下殿门, 指径有长处, 狼仆设妾是之二十三, 师尺寸, 其滋性端。 正如此。 出府幼主, 正自己出, 天下响闻其风采。 殿中常有怪, 一夜群尘。 相经, 光照上府喜狼二十四郎肯受光。 光欲夺之, 狼岸箭约, 尘头可 得, 喜可得也。 光胜一之二十五。 明日, 赵增此狼制二等二十六。 种。 数莫多光二十七。 光与左将军结结婚相亲, 光常为结子安妻二十八, 有与帝相配。 二十九, 结因帝结二一盖主内安后宫为结宇三十, 岳位皇后, 府, 安慰票其将军, 封桑侯。 光时休暮出, 结哲入带光绝世, 结父子继尊圣, 而得偿公主。 公主内休, 尽兴和坚定外人。 结, 安欲为外人求封, 兴。 依国家故史以侯上公主者, 光许, 又为外人求光代夫, 欲得照。 又许, 常主代以示愿光。 而结, 安慰外人求观绝福能得, 亦禅。 自仙, 第十, 结以为九卿三十一, 位在光佑。 即父子并位将军, 有交房中功之重。 三十二, 皇后清安, 光乃其外祖, 而故兴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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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市, 游士与光征权。 燕王诞自已昭弟兄, 常怀愿望。 急欲使代夫桑洪洋建造九却掩铁三十三。 为国心, 罚其公三十四, 欲为子弟的官, 意愿恨光。 于是盖主, 上官节。 安吉洪洋皆与燕王弹通谋, 诈人为燕王尚书, 盐光处都亦与三十五。 道上称三十六, 太官先至, 又引苏五前十匈奴三十七, 居二十。 还乃为典蜀国三十八, 而大将军长使场王公为搜宿都为三十九, 又善调义。 莫府校为四十, 光专权自自, 已有非常, 臣但愿归服喜, 入宿位, 茶间。 臣辩。 后思光出暮日奏之, 劫欲从中下其事, 桑红阳当与诸大臣共职退光。 书奏, 帝肯下。 明诞, 光文之, 只化是中入四十一。 上问, 大将军安载。 左将, 军结队曰, 以燕王告其罪, 故赶入。 有赵赵大将军。 光入, 免贯军。 顿首谢, 上曰, 将军官。 正知事书乍也, 将军亡罪。 光曰, 陛下贺。 以知之。 上曰, 将军之广名四十二, 都狼鼠儿。 调校尉以为能识日。 燕王何以得知之。 且将军为妃, 须校尉。 事实第十四, 上书左右皆。 经四十三, 而上书者国王, 补之甚及。 节等句, 白上, 小事足遂。 尚听。 后节党与有赠光者, 尚则曰, 大将军忠臣, 先帝所属以赴正身。 敢有悔者作之。 自事节等敢赴言, 乃谋长公主至九请光, 伏兵阁。 知, 英废帝, 迎宴王位天子。 事发觉, 光静诸节, 安, 弘阳, 外人宗族。 燕王, 盖主皆字。 光威正海内。 昭帝既官, 遂委任光, 契十三, 百姓。 充实, 四宜兵服。 圆平原四十四, 昭帝崩, 王寺。 五帝南独有广王须在, 群臣义。 所, 闲持广王。 王本以师道, 先帝所用。 光内自安。 郎友尚书。 言, 周太旺费太伯王纪四十五, 文王舍伯义考五王四十六, 为在所。 一, 虽费长少可也。 广王可以成宗庙。 言和光义。 光义其书是臣。 香场等四十七, 拙郎为九江太守四十八, 即日臣皇太后赵四十九, 浅大红。 卢氏少辅臣, 宗正德, 光代辅吉, 中郎将汉迎昌义王赫五十。 赫者, 五帝孙, 昌义哀王子也五十一。 既致, 即位, 赢。 光幽门。 读以问所亲故大司农田言五十二。 言曰, 将军为国住时, 审此人。 可, 何见白太后, 选贤而知。 光曰, 金玉如是, 于古长有词。 否, 言曰, 一影相影五十三, 费太甲义安宗庙五十四, 后世称其中。 将军能辞, 一汉之一影也。 光乃隐言给世中五十五, 应与其将。 君章安室徒记, 遂照丞相, 御史, 将军, 侯, 中两千十, 大夫, 博士会。 义卫央公五十六。 光曰, 昌义亡昏, 孔为设计, 如何? 群臣皆经。 恶诗色五十七, 莫敢发言, 但唯唯而已。 田言前, 习案件, 曰, 先。 帝属将军已幼姑, 继将军已天下, 以将军中贤能安事也。 金群下顶沸。 设计将军, 且汉之传世常为孝者五十八, 以常有天下, 宗妙写时也五十九。 如汉家绝四, 将军虽死, 和面目先帝于地下乎。 今日之意, 得炫种。 群臣后应者, 臣请见斩之。 光谢约, 九卿则光是也。 天下汹汹安。 光当受难。 于是义者皆叩头, 曰, 万幸之命在于将军, 为大将军。 光即与群臣聚白太后, 聚臣昌义王可以臣宗庙。 皇太后乃驾。 姓魏央臣明殿六十, 赵诸进门吾内昌义群臣。 王入朝太后孩, 臣玉归。 温室六十一, 中皇门患者各持门扇六十二, 王入, 门壁, 昌义群臣的入。 王曰, 何谓? 大将军贵曰, 有皇太后照, 无内昌义群臣。 王曰, 徐之, 何乃惊人如是? 光使进驱出昌义群臣, 至马门外六十三。 其将军安是将与其收复二百余人, 接送廷位赵玉六十四。 故昭帝是忠。 忠臣是守王。 光是左右, 谨宿位, 促有物故自裁六十五, 我父天下。 有主名。 王上为自知当废, 为左右, 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 而大将。 军进戏之乎。 请知, 有太后照照王。 王闻照, 义孔, 乃曰, 我安得罪。 而照我哉。 太后被诸如, 圣福座五丈中六十六, 是玉百人皆持兵, 其。 门五世碧集六十七, 臣殿下。 群臣已赐上殿, 照昌义王福前听照。 光语。 群臣名奏王, 荒淫迷惑, 师弟王义, 汉智, 当废六十八。 皇太后照曰, 可。 光王起拜受照, 王曰, 闻天子有真诚七人, 虽。 吴道师天下六十九。 光曰, 皇太后照吠, 安得天子。 乃及持其手。 解脱其喜祖, 奉上太后, 福王下殿, 出马门, 群臣随颂。 王夕面拜七十。 曰, 于杠任汉氏。 启救臣于父。 大将军光颂至昌义帝, 光谢曰。 王自觉于天, 臣等奴妾, 能申报得。 臣应父王, 敢赴设计。 愿。 王自爱, 臣常左右。 光替气而去。 群臣奏言, 骨折肺放之人平。 于远方, 及乙镇, 请洗王赫汉中防线七十一。 太后赵归贺昌义, 此。 汤墓义两千户七十二。 昌义群臣座王辅导之义, 现王于, 光西诸二百。 于人。 出死, 浩乎世忠曰, 当断断, 反授旗。 光坐亭中, 慧丞相以下议定所。 广王以前用, 及燕王返珠。 妻子在议中。 靖卿为有位太子孙浩黄曾孙在民间七十三, 弦称树烟。 光。 岁宇丞相场等上奏曰, 约, 人道清清故尊祖, 尊祖故靖宗七十四。 大宗王四, 则之子孙贤者魏四。 孝五皇帝曾孙并以, 五帝时有赵耶庭仰世。 至今十八, 师寿, 师, 宇, 孝经, 公结简, 慈人爱人。 可以四孝召皇帝后, 奉承祖宗庙, 子万幸。 臣妹死以闻。 皇太后赵曰, 可。 光潜宗正得至曾孙加上官七十五, 喜慕赐玉一, 太普以令。 迎曾孙救摘宗正府七十六, 入位央公皇太后, 封位阳武侯七十七。 而光。 奉上皇帝喜寿, 业余高庙, 侍卫孝宣皇帝。 明, 下赵曰, 夫包有得, 赏元公, 古经通义也。 大司马大将军光。 宿位中正, 宣得明恩, 守节秉义, 以安宗庙。 七以和, 东武阳一风光万。 七千户。 与故所时凡二万户。 赏赐前后皇七千金, 钱千万, 杂增三。 万匹, 奴婢百七十人, 马两千匹, 甲地一驱。 自朝帝时, 光子羽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七十八, 云帝山凤都位侍中。 胡月兵七十九。 光绪位东西公位位八十, 昆帝, 朱旭, 外孙皆奉。 朝请八十一, 为朱曹大夫, 其都位, 给侍中。 党清体, 根据于朝廷。 光。 自后远秉持万机八十二, 即上即位, 乃归正。 上千让寿, 朱世皆先观白。 光, 然后奏遇天子。 光美朝, 上须己脸容, 下之以慎。 光炳正前后二十。 得节二春病堵八十三, 驾自问光病, 上位。 直涕气。 光尚书谢恩曰, 愿分国义三千户, 以丰兄孙奉都为山为侯。 丰兄票其将军去病寺。 世下丞相御史, 即日拜光子与魏佑将军。 光轰, 上及皇太后清光丧八十四。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 汉书, 霍光日滴传。 霍光表辞子梦, 是票其将军霍去病的弟弟。 父亲霍忠如, 和东郡平阳。 县人, 以县的身份替平阳侯家办事, 根世为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 霍忠如办完事回家, 娶妻生下霍光, 就此隔绝互相知音讯。 多以后, 为少儿的妹妹为子夫受到汉武帝宠信, 为皇后, 或去病因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而尊贵得宠。 长大以后, 就自知父亲是霍忠如, 还没顾上探访询问。 正好任票其将军出击匈奴, 经和东郡和东太守到郊外迎接, 他背着弓。 见先驱马到平阳舍, 派手下人迎接霍忠如。 霍忠如即不敬拜, 将军。 也下拜迎后, 跪着, 去并没能早日自知是父亲大人给予之身。 霍忠, 如浮在地上叩头, 臣能够把生命寄托在将军身上, 这是上天的。 那, 或去病为霍忠如智买大的土地, 房屋, 奴婢而去。 回时, 又从那儿经过, 就带着霍光熙到长安, 当时霍光继才十几岁, 任他。 为郎官, 久又升到诸曹市中。 霍去病死后, 霍光认奉都为光代夫。 武帝出他救赵管马, 回宫就侍奉在左右, 出入宫门二十多, 小心紧。 圣, 未曾有谋过错, 很受到武帝亲近和信任。 真和儿, 为太子应受到江冲的诬陷儿子, 而燕王诞, 广王须有。 都有很多过失。 这时武帝以, 他的宠妃勾益公兆结与有个男孩, 武帝。 心想让他继承皇位, 令大臣辅助他。 仔细观察众大臣, 只有霍光能赴此。 重任, 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武帝就叫皇门画公画一幅周公抱着臣。 王接受诸侯朝的图画赐给霍光。 后援二春天, 武帝出游无座公的。 重病, 霍光抽气问道, 如果有意外, 该谁继承皇位。 武帝, 你明白上次图画的意思吗? 小儿子, 你担当周公的职务。 武帝让, 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 日帝任其将军, 加上太仆上官杰任左将军, 搜。 素都为桑红阳任御史大夫, 都拜扶在卧室内的床下, 接受一兆辅佐扫住。 第二天, 武帝逝世, 太子继承天子的尊号, 就是孝昭皇帝。 昭地方八岁。 国家大事全由霍光决断。 武帝一兆封霍光魏伯侯。 霍光为人沉着镜, 细致慎重, 身高达七尺三寸, 皮肤白皙, 眉, 眼。 分得很开, 虚然很美。 每次从下垫门进出, 停顿, 前进有固定的地方, 廊。 菩舍暗中做标记一看, 尺寸丝毫差, 他的资质本性端正就像这样。 开。 使福左右主, 正都由他亲自发出, 天下人都想望他的风采。 宫殿中层出, 现过怪的现象, 一夜间大臣们互相惊扰, 或光照服喜狼要喜, 狼冠。 肯交给霍光。 霍光想夺喜, 狼冠手按着剑把, 臣子的头可以得到, 国。 喜你能得到。 霍光很赞赏他的忠意。 第二天, 下诏提升这位狼冠官接。 即。 百姓没有称颂霍光的。 霍光跟左将军上官结是帝结婚姻的亲家, 霍光的尝试上官结儿子上。 官安的妻子, 有个儿既跟昭帝镇相配, 上官结依靠昭帝的大解恶意盖。 主把上官安的儿送进后功臣结语, 几个月以后为皇后。 父亲上官安。 当上票旗将军, 封桑侯。 霍光有时休息沐浴开朝廷, 上官结往往进。 公代替霍光决定政务。 上官结父子为尊世圣以后, 颇感偿公主的恩德。 公。 主私生活太简典, 宠幸和坚俊的丁外人。 上官结, 上官安想替丁外人求。 各风觉, 希望按照国家以后匹配公主的冠, 霍光同意。 又为丁外人。 求光代福之职, 想让他能得到皇帝诏, 也同意。 常公主为此对霍光。 大魏怨恨。 而上官结, 上官安多次为丁外人求官决能得到, 也感到惭愧。 在武帝时, 上官结已经是九卿, 官位在霍光之上。 现在父子又都是将军。 有交房中公的关系可以倚重, 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儿, 霍光是他的外祖。 父, 却只管对朝廷的事搞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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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此跟霍光争起权。 燕王旦自以为是昭帝兄长, 常怀着愿意。 在玉石代福桑红扬剑。 久的官买制, 断盐, 铁的生产, 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 自以为公。 高, 想为儿子兄弟各官做, 也怨恨霍光。 于是盖主, 上官结, 上官安和。 桑红扬都和燕王弹勾结密谋, 叫人冒充替燕王上书, 霍光外出聚集郎官。 和宇齐兵, 在上称, 出发前安排宫中太官先, 又提到苏武。 过去初始匈奴, 被扣二十头, 回财作典书国, 而大将军部。 下场使阳场没工就当搜宿都尉, 又擅自增掉将军府的校尉, 或光专权。 想怎样就怎样, 恐怕有些正常, 臣子但愿缴回福洗, 进攻加直宿警卫。 观察兼臣有谋事变, 他乘霍光休假的日子上书。 上官节想通过昭帝把这, 事批下, 桑红扬就可以跟其他大臣一起把霍光抓起送走。 奏书送上, 去, 昭帝啃批。 第二天早上, 霍光听这件事, 停在画室中进攻。 昭帝问, 大将军在哪? 左将军上官节回答, 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 所以敢。 请。 昭帝下赵赵大将军。 霍光进攻, 除下将军关扣头自责, 昭帝。 将军带上官。 我知道这奏书是假的, 将军无罪。 霍光, 陛下怎么? 知道的。 昭帝, 将军到广明亭去, 召集郎官部署罢。 调校尉道现。 再到十天, 燕王怎么能知道呢? 况且将军要干坏事, 并需要校尉。 当时昭帝才十四岁, 上书和左右的人都感到惊讶, 而上奏书的人果然失踪。 追捕得很紧。 上官节等人害怕, 对昭帝, 小事值得追究。 昭帝听。 这以后上官节的党羽有或光坏话的, 昭帝就发, 大将军是中。 臣, 先帝主托他辅佐我的, 有谁敢诽谤就办他的罪。 从此上官节等人, 赶在讲, 就计划让长公主摆宴席请霍光, 埋伏兵士及他, 陈姬费昭帝。 迎燕王做天子。 事情被发掘, 霍光全部诛灭上官节, 上官安, 桑红阳。 丁外人的宗族。 燕王, 盖主兜字。 霍光威镇海内。 昭帝满二十举。 官以后, 就把镇氏委托给霍光, 共十三, 百姓依风十足, 四宜归顺服。 从 圆平原, 昭帝故事, 没有后代。 武帝各儿子只剩广王须还在。 众大臣亦谁为帝, 都主张广王。 广王本因为为有师道义, 为武帝所重用。 霍光内心感到妥当。 有狼官上奏书, 周太妄长。 子太薄儿又子王记, 周文王舍弃薄义考而武王, 旨在于适当, 即使费。 常幼也是可以的。 广王能臣记宗庙。 这话符合霍光心意。 霍光吧。 他的奏书拿给丞相扬场等看, 提拔郎官做九江太守, 当天接受皇太后的照。 派遣戴大红颅, 少抚使臣, 宗正德, 光大夫丙吉, 中郎江。 汉迎接昌义王赫。 赫是武帝的孙子, 昌义哀王的儿子。 到以后, 就位, 为赢。 霍光又担忧又气愤, 单独问亲信的部下大司农田延。 田延,江。 君是国家的柱子和基石, 看这个人, 为摩向皇太后建议, 另选贤。 明得为皇帝。 霍光, 现在想这样, 在古代有过这种子摩。 田延, 一颖任殷朝的丞相, 放逐太甲而保全王室, 后室称到他中。 将军如果能做到这点, 也就是汉朝的一颖。 霍光就引荐田延当给。 室中, 暗底下跟其将军张安室考虑大计, 于是召集丞相、御使、将军。 侯, 中两千时, 大夫, 博士在为央公开会讨。 霍光, 昌义王位。 昏, 恐怕要危害国家, 怎么办? 众大臣都惊愕地变脸色, 没人敢开。 口话, 只是微微而已。 田延走上前, 开席为守岸剑柄, 先。 帝把右的孤儿托付给将军, 把大汉的天下委任给将军, 是因为将军忠臣。 而贤能, 能够安定市的江山。 现在下汉义的向顶水沸腾, 国家可能清。 父, 况且汉天子的嗜好常代孝字, 就为长久保有天下, 始宗妙祭祀。 断哪! 如果始汉皇室断祭祀, 将军就是死, 又有魔脸在地下先帝。 呢? 今天的会议, 准转过脚跟去表态。 诸位大臣有回答的晚的, 我请, 求用剑把他。 霍光自责, 九卿指责霍光指责的对。 天下骚扰。 安, 霍光应该受到责难。 于是家会义的都叩头, 天下万幸, 命。 都在将军手, 只等大将军下。 霍光及跟众大臣一起告皇太后, 举昌义王能继承宗庙的种种。 情况。 皇太后就坐驾为央功臣明殿, 下召各功们准放昌义王的众臣。 自进入。 昌义王入朝太后回去, 臣想回温室, 中皇门的患者分别把持着。 门扇, 昌义王一静, 就把门关上, 跟随昌义的臣子的静。 昌义王。 干魔。 大将军霍光跪下, 有皇太后的照, 准放入昌义的众。 臣。 昌义王, 慢慢地骂, 为魔像这样吓人。 霍光命人把昌义的。 臣子们全都赶出去, 安置在马门外面。 其将军张安是带着与其把耳。 百多人绑起, 都送到庭尉和赵玉堪压。 命过去做过昭帝室中的内臣看。 好昌义王。 或光下左右, 仔细值班警卫, 昌义王如果发生魔意外自。 身亡, 会叫我对其天下人, 被上主上的罪名。 昌义王还知道自。 己要被废处, 对左右, 我过去的臣子跟二我做官有魔罪, 而打。 将军要把他们全抓齐呢? 一会儿, 有皇太后的赵赵昌义王。 昌义。 王听到赵, 心中折荒, 就, 我有魔罪要赵我呀。 皇太后申背。 珍珠短傲, 圣庄坐在武藏中, 几百名士御都拿着武器, 其门武士值己互弊。 排在殿下。 众大臣依次上殿, 赵昌义王扶在殿前听赵。 霍光与众大臣。 名奏昌义王荒淫迷惑, 全师帝王的义, 扰汉朝的致应。 当废处。 皇太后下赵, 同意。 霍光叫昌义王起身下拜接受赵。 昌义王, 听天子只要有阵臣七个, 即使无道也会失天下。 霍光。 皇太后以赵废处, 哪的天子。 当即抓住她的手, 解脱她的喜。 和寿代, 捧给皇太后, 扶着昌义王下殿, 出马门, 众大臣跟着颂。 昌。 义王向西拜一拜, 又笨又傻, 干汉朝的事。 起身上天子。 臣于的父。 大将军霍光送到昌义王的住所。 霍光自责到, 王的位置。 绝于天, 臣子等无能而胆怯, 能生以报恩德。 臣子肯对起王。 敢对起国家。 希望王能自爱, 臣子今后尝试其内能再到尊敬的王上。 或光哭泣而去。 众大臣静奏, 古代废处的人要弃逐到远方。 让他接触朝政, 请求把昌义王赫迁徙到汉中郡房县去。 皇太后召。 把贺送回昌义, 赐给他司义两千户。 昌义带一批臣子应辅导当时。 王献入邪, 霍光把二百多人权。 这些人被推出直死刑时, 在世中。 豪教, 该决断时决断, 反而遭受他祸害。 霍光坐在朝廷中间, 会和丞相以下大臣讨决定谁。 广王已经。 用在前, 还有燕王阴谋反而被诛灭, 他儿子在讨范围中。 近亲之友。 为太子的孙子号皇曾孙的在民间, 大家都撑到他。 霍光就跟丞相扬场等上。 奏书, 记, 人道爱自己的亲人, 所以尊崇祖先, 尊崇祖先。 所以敬重宗氏。 宗没有子习, 选择宗之子孙中贤能的作为继承人。 孝武。 皇帝的曾孙并已, 武帝在世时有照命耶庭养育照看, 到今十八岁。 从先生纳授学, 诗经, 语, 孝经, 亲自识节俭, 仁慈儿。 能爱他人, 可以似臣孝昭皇帝之后, 侍奉祖宗之庙, 爱万幸如子。 臣子卯。 死让太后之情, 皇太后下诏, 同意。 霍光派宗正得到上官层。 孙家中, 让他沐浴以后赐给他皇帝之福, 太仆用亲迎接曾孙到宗正府。 用斋, 然后敬畏央公皇太后, 受封卫养武侯。 霍光盆上皇帝的喜和受待。 敬业高皇帝庙, 这就是孙宣皇帝。 第二, 宣帝下诏, 包奖有得的, 赏赐手工的, 是古今相通。 得到。 大司马大将军或光直宿护卫公殿中心耿耿, 显示得, 声明恩欲。 保持节操, 主持正义, 安定宗庙。 用和, 东武阳增加或光丰义一万七千。 虎。 加上以前的十亿共计二万户。 赏赐先后有皇七千金, 钱千万。 各色司之物三万匹, 奴婢一百七十人, 马两千匹, 华贵的住一所。 从昭帝时起, 霍光的儿子霍宇和侄孙霍云都是中郎江, 霍云的弟弟霍。 山刃凤都为世中, 带胡旗, 跃旗。 霍光有个旭世东, 西宫的魏魏。 兄弟, 几个旭, 外孙都得以定其朝皇帝, 任各部门的大夫, 其都为, 给世中。 亲族成一体, 直根盘踞在朝廷中。 霍光从后援间起掌握国事。 到宣帝就位, 才归还政权。 宣帝谦让肯接受, 凡事都先汇报霍光, 然后, 才奏给天子。 霍光每次朝, 宣帝都须怀骨, 神色尽速, 截上驱几退。 让到几点。 霍光主持朝政前后二时, 得节二春天病重, 宣帝亲自道问候霍。 光病况, 为他病情哭泣。 霍光城上奏书谢恩, 希望把我国中之义, 分出三千户, 封给我执孙奉都为霍山卫侯, 侍奉霍旗将军获去病的。 妙四。 皇帝把这事下达给丞相, 御使, 当天拜霍光的儿子霍宇为右将军。 霍光去世, 宣帝和皇太后倾家霍光的丧。 王伟低。 注释。 以票旗, 史记, 座, 票旗, 汉代将军名号, 品质同大将军, 魏。 霍去病而始至。 去病, 霍去病, 前一百四十, 前一百一十七, 西汉名将, 与魏清齐名。 四出击匈奴, 打开通往西域的通道, 解除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而, 河东平阳, 河东郡平阳县, 的当今山西焚西南。 三子夫, 魏子夫。 前九十一, 本是平阳公主家的歌, 是艳时被汉武帝看重, 入宫, 申立太子。 魏皇后, 帝魏清官至大司马大将军。 后应立太子是魏武帝所费, 自四川舍, 古代的舍。 五福福, 扑扑扑扑, 同, 扑扑扑。 得儿, 六郎, 帝王侍从官, 帝王初则魏护陪从, 入则被顾问或差遣。 七诸曹, 各分科办事的官署。 世中, 汉代自侯以下至郎中的家官, 是。 从皇帝左右以印杂事, 出入宫廷。 八凤都为, 为天子掌管成余的武官。 光大夫, 属光勋, 掌顾问应对。 九真和, 汉武帝号。 真和二级。 西元前九十一。 十位太子, 为皇后所申, 明具, 前一百二十八, 前九十一, 是。 立太子。 武帝末为江冲所污, 举兵诛江冲, 兵败字。 江冲, 武帝末认。 直指秀依识者。 武帝晚常怀疑左右用古道驻祖, 派江冲至太子宫觉得的。 同牧人, 太子遭屋, 趁武帝避暑甘泉宫, 告百官言江冲返, 遂斩冲。 太。 子自后, 武帝见明真相, 千秋复查太子冤, 足灭江冲家。 十一眼。 王诞, 燕王诞。 前八十一, 武帝第三子。 为人博学装辩, 好招致。 游士。 为太子拜, 上书求入宿位, 武帝。 后又葬王命, 为武帝所签。 广王须, 广立王须, 武帝第四子。 好唱一游, 能杠顶, 但为。 尊法。 昭帝即位, 广王使屋驻祖, 后事发, 已受自较死。 十二。 勾益, 汉公明, 赵捷宇所居。 赵捷宇, 河间, 至所在京河县县东南, 人。 并后守全区, 武帝寻授过河间, 匹守, 手指及时升值, 游氏的姓。 入宫位杰宇, 杰宇平妃称号汉武帝始至。 赐于皇后, 昭仪, 位第三。 有难。 即汉昭帝福, 小名勾鸽子, 五岁即壮大多之, 汉武帝其而爱之。 十三设计, 土神和古神。 戒指国家。 十四皇门, 宫中官署名, 指以百物。 宫天子, 故也有化宫。 化周公赴臣王, 周武王死后, 子臣王, 少, 有。 武王帝周公但府镇, 化周公赴臣王, 即以图画形式表达周公辅少主镇。 的内容。 父臣王, 把臣王抱在怀中。 即, 内则, 三日使父子。 正。 住, 父之未抱之。 十五后元二, 西元前八十七。 十六五座公, 汉。 武帝所造公, 在福丰州至, 京陕西州至县东南, 有五颗三人和报的。 作数, 顾名。 十七会, 死的晚辞。 十八日滴, 美丽密滴, 日滴。 前一百三十四, 前八十六, 本匈奴修徒王太子, 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 任世中。 武。 帝中, 遗诏封位杜侯。 其, 汉代将军名号, 文帝时始至, 品质同位将。 军籍左右前后将军, 位次上卿。 十九太仆, 掌于马的官。 上官节。 前八十, 武帝时任其都位, 武帝中托少主任位左将军, 移诏封安阳侯。 孙卫昭帝皇后。 袁凤元英谋反贝诸。 二十桑红阳, 前一百五十二, 前八十。 西汉阳, 京河南阳东, 仁, 武帝时制定, 推延铁九的官营政策。 意指负商剧的事。 袁凤元与上官节通通谋反贝。 御使大夫, 掌尖。 查, 执法, 文书图籍。 秦汉时与丞相, 大司徒, 太位, 大司马, 和称三。 公, 后改称大司空。 二十一伯侯, 伯, 广大, 平正。 十亿在海。 和间, 东郡。 二十二财, 通, 财。 七尺三寸, 一汉尺约和二七六五公分, 七。 尺三寸约和一八一公尺。 二十三郎扑舍, 鸭叶, 郎官的手掌。 二十四上。 伏戏狼, 掌管帝王福杰, 玉玺的郎官。 二十五亿, 通, 亿。 二十六至。 官的凤, 引身为职位, 品吉。 二十七多, 赞美。 二十八光长, 霍光。 狄七东士所身。 二十九, 上官安之吉霍光之外孙。 昭帝十一岁时。 为皇后, 财岁。 三十二亿盖主, 和昭帝的大姐, 及夏文的, 长公。 主。 二亿, 长公主的十亿帝。 称盖主是以盖侯为驸马。 节语, 及节语。 宫中官名, 汉智。 三十一九卿, 秦汉以奉长, 郎中, 魏魏, 太仆, 亭。 魏, 典克, 宗正, 致宿内使, 少福为九卿。 五帝时上官节曾魏太仆。 三十二。 焦房, 汉代后非所居, 以焦和图币, 取其姓温, 有香, 多子之义。 焦房, 中宫, 皇后所居。 三十三九却, 政府对九十专卖。 三十四伐, 自我夸耀。 三十五都, 汇聚。 义, 习, 与, 皇帝的护卫军。 长官有与中郎将和。 与郎, 三十六, 帝王出之前的倾道。 这是指责霍光剑月天子的仪。 是。 三十七苏五。 前六十, 西汉渡, 京陕西西安东南, 人, 五帝天。 汉元, 前一百, 初十匈奴被寇, 坚持十九区。 言二十四举其成。 三十八点属国, 掌管族投者的官。 三十九长使, 汉代丞相, 太尉, 与, 史大夫, 将军, 边郡太守的属官。 厂, 及阳厂。 本在大将军幕府为君司马。 经获光赐千身, 最后坐到丞相。 四十莫府, 及幕府, 将军的辅属。 小。 为, 汉代君职, 为赐于将军。 四十一化事, 以进城集会谋划之事, 一。 雕化之事。 四十二之, 道。 广明, 庭明。 霍光兵之处。 汉代十一庭。 四十三上书, 皇帝左右掌管文书张奏的官。 四十四园平原, 西园前七十四。 四十五周太旺, 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但父。 文王父亲即是太王的第三子。 据古公看出文王有圣锐, 有意把祭定为四子, 长子太伯, 四子于众阴。 而让国王入伍。 王继, 吉祭。 四十六伯一考, 文王长子。 四十七世, 同。 十。 四十八九江, 郡明, 辖境相当今安徽淮河以南, 朝湖以地区。 四十九皇太后, 及昭帝上官皇后。 当时约十五岁。 五十大红卢, 五。 第十改典客位大红卢, 属九卿之一, 掌管与外国的交往。 少富, 掌握山海。 持则的税, 以公公廷致用的官, 九卿之一。 臣, 姓史。 宗正, 掌管皇。 是亲赎的官, 九卿之一。 得, 得, 相的父亲。 吉, 丙吉。 中郎将, 统。 皇帝侍卫的五官。 五十一昌义哀王, 破。 前八十七, 汉武帝第五子。 五十二大司农, 五帝使改制宿内使为大司农, 九卿之一, 掌管前古炎铁盒。 国家的财政收支。 五十三一颖, 明治, 汤用魏香, 以灭夏节, 魏伤出重臣。 五十四太甲, 陈汤长孙, 即魏后朝政, 被伊尹放在陈汤藏的童宫, 三。 而会过, 伊尹银之魏。 五十五给侍中, 将军, 侯, 九卿以至皇门郎。 等的家官, 给侍殿中, 被顾问应对, 讨政事。 为皇帝敬臣。 五十六中二。 千十, 汉代九卿的凤都市中两千十。 博士, 太常所属学官, 掌古经时事。 呆问及书籍典首。 为央公, 汉高祖七萧和所造, 已旨在京陕西西安西。 汉长安故城内西南渝。 五十七二, 通, 呃。 五十八汉之船是长卫笑, 汉。 代字会地以下, 是号接官以, 笑字。 五十九写时, 受祭寺。 六十陈明。 殿, 为央公中殿明, 班固, 西兜赋, 他事, 著作之亭。 六十一温是。 殿明, 在卫央公内, 五地实践。 据, 西京杂记, 温室殿以交图壁, 背译。 文秀, 以香柜未注, 设火骑屏风, 红羽杖, 寄兵渠书。 冬天很温暖。 六十二, 中皇门, 汉代给室内庭的官名, 以患者充任。 六十三马门, 汉代陈鼠呆。 赵之处, 门旁有铜马。 六十四庭位, 掌管行御的官。 六十五促, 通, 促。 悟故, 亡故。 自财, 自。 六十六五丈, 智有兵器架和五种兵器的围杖。 汉代天子在宫殿中接城下时专用。 六十七奇门, 五帝时选拔隆西, 天水。 等郡家子组成的护卫队, 平地时改称虎奔狼。 碧己, 直己位于陛下。 六十八原文在, 光与群臣名奏王以下, 有上书三十三个大臣的奏。 张, 举昌义王师得之事。 应奏文盛长, 这前后君有三节。 六十九, 天。 子二, 是, 孝经, 见正章, 得子。 真臣, 直言见正之臣。 真通, 正。 七十西面拜, 昌义在金山东聚也西南, 长安在齐西, 西面拜即摇拜长安。 宗廟。 七十一汉中防线, 汉中郡防线, 在金湖防线。 七十二汤墓邑。 皇帝, 皇后, 皇子, 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矣。 七十三皇曾孙, 汉五帝曾孙。 在明间明并已, 即位后改明巡, 前九十四, 前四十九。 七十四, 人道尔。 即, 大传, 原文作, 人道清清也, 清清故尊祖, 尊祖故尽宗。 七十五上官, 长安臣内明。 七十六岭, 义种清。 七十七, 杨五侯。 杨五, 在金河南远阳东南。 旧位前先封侯, 表示承认其皇族身份。 七十八, 中郎将, 统皇帝侍卫的五官。 七十九狐阅兵, 纸编在汉朝军队中的狐旗。 阅旗。 八十位为, 掌管宫门警卫的官, 九卿之一。 旭, 即下文泛名。 有, 邓广汉。 八十一奉朝请, 定其朝皇帝。 古义春季朝位, 朝, 秋。 季朝位, 请。 八十二后元, 指五帝死, 昭帝的后元二, 西元前八十七。 八十三的节, 汉宣帝号。 的节二, 前六十八。 八十四元文以下铺序。 霍光藏之众奢侈, 以及霍光死后霍世家族之事尊交恨等情节, 君与山。 节。 圣孝章书。 东汉孔荣。 作者小传, 孔荣, 一百五十三, 两百零八, 自文举, 汉墨国, 金山东取赋县。 人。 任海相, 江座大将, 少福, 太中大福等职。 为人秉姓刚职, 先后, 触犯和静, 董卓等全臣, 受到他们的排挤。 后因刺激讽曹操, 被害。 他好学博览, 是汉墨有名文士, 为, 建安妻子之一。 其散文艺尖锐。 富有气势, 表现出鲜明个性。 曹丕在, 典, 文, 中他的文章, 体气高。 妙, 有过人者, 然能持, 圣词。 有, 孔少福吉。 提戒, 这世汉县帝建安九, 204, 孔荣仁少福时向曹操推荐圣孝。 张的一封信。 圣孝张明县, 惠姬人, 也是汉墨明氏。 曾任吴俊太守, 英禀。 辞官家居。 孙策平吴后, 对当时明氏身畏记恨, 孝张因此曾外出避祸。 此。 死后, 孙权继续对其境迫害。 孔荣与孝张友善, 知道他除境为疾, 所以。 特地写这封信, 向当时任司空间其将军的曹操救援。 曹操皆信后, 即。 真孝张为兜卫, 真命为治, 孝张已为孙权所害。 文章叙述孝张所处的奸。 难处境, 并引用史上重用贤财的故事, 从交友之道和的贤之重要打动。 对方, 此一肯, 具有一定的感染。 岁月居宜, 时节如。 五十之, 忽焉已至。 宫卫史满儿。 荣幼过二三。 海内之, 带境四, 为慧姓孝张尚存。 其人困。 余孙是五, 七奴燕末六, 单截独, 孤为愁苦。 使幽能伤人, 此。 子的父永已期。 春秋传, 约八, 诸侯有相灭亡者, 还功能救, 则还功此之。 九经孝张十丈夫之雄也, 天下谈事时, 依已扬生, 而生免于幽职。 十一, 命其于旦系, 是五祖当父损义之有十二, 而诸牧所以绝。 交也十三, 功臣能持一戒之使十四, 加持持之书十五, 则孝张可致, 有道可弘以。 经之少, 喜棒前辈, 或能积平孝张。 孝张要为有天下大名十六, 九目之名所共称探十七, 燕君士郡马之谷十八, 飞玉以臣道, 乃当。 以昭爵足也十九, 为宫匡复汉士, 宗舍将爵二十, 又能振之二十一。 振, 知之术, 时虚的贤。 诸欲无尽而自治者, 以仁好之也二十二, 旷贤者之有。 足乎, 招王铸台以尊郭奎二十三, 奎虽小才, 而逢大御二十四, 竟能发明。 主之之心, 故意自卫王二十五, 巨星自赵王二十六, 邹衍自其王二十七。 向使郭奎道玄而王解二十八, 而王整, 则是亦将高祥远影, 莫有。 首艳者以二十九。 凡所称影三十, 自公所知三十一, 而富有云者, 欲。 公重赌思义也三十二。 英表西三十三。 选字, 捍卫朝百三明家籍, 恐少辅籍。 光阴能停, 像水一样消逝, 很快就到五十岁的灵。 您是刚满, 而我却已经超过岁。 国内的相知交, 差多都要死光, 只有。 惠姬的圣孝章还活着。 他受到东吴孙氏政权的困辱, 妻子儿都已死去。 指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 处境非常危险, 心情十分痛苦。 家世忧愁可。 以损害人的健康, 孝章恐怕能长寿。 春秋公羊传, 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得, 其还公没有家已就。 缘, 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 圣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 天下一些。 善于言谈意的人, 常要依靠他宣扬自己的名声, 而他本人却能避免。 被囚禁, 生命潮宝系, 那莫孔子就应该谈朋友好坏的问题, 也无怪。 珠穆所以要写他的, 绝交。 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 再戴上衣。 封短信, 就可以把孝章招, 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 现在的亲人喜欢前辈的坏话, 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训。 总的孝章是一个盛名天下, 为天下人所称赏赞美的人。 燕军购买骏马, 的尸骨, 是要他载到上宾室, 而是通过他招致牵马。 我想您正在, 拯救和辉汉朝王室, 使将要覆灭的政权重新安定下。 天下要安定, 官, 健在于得到贤财。 诸欲伸脚, 却能够到人的身边, 就是因为有人喜欢。 他们, 贤士们伸脚却, 是君王求贤的缘故。 燕昭王驻皇台。 尊崇郭奎, 郭奎虽然是一个才能高的人, 但却得到后代, 中尽能传播名。 主的诚心, 所以亦从魏国前去, 巨星从赵国前去, 邹衍从齐国前去。 假。 如当初郭奎处于困苦危机之中, 招王去帮助他, 正向水将要淹死的时。 后去援救他, 那莫其他贤士也都将援走高飞, 没有肯到方艳国的人。 上面所的一些事情, 本就是您所熟悉的, 而我还是要在意下。 无非是想提请您对交友之道加以重视罢, 实在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 须彭 注视 移居,停 二公,指曹操 十满,刚满 这指刚满五十岁 三过二,超过岁 四,雕 这指死亡 五七人,指圣 孝张 孙氏,指东吴孙氏政权 孙策平吴后,对英豪多所说,孝张未当 实名是,孙策一身即之 但孙策死于建安五,此书作于建安九,则 孝张者当位孙权 六七奴,妞奴,妻子儿 英,歪恩燕,眉,埋 眉 指丧亡 七永,长寿 八,春秋传 产名,春秋,惊艺的 书 这指,公羊传 九,诸侯三 公羊传,西西元 西 西元,前六百五十九 敌人出兵灭行 齐桓公当时居霸主地位 未能发兵救援 自己感到羞耻 所以,春秋 作者有意为他隐晦 于这一指写上 行王 字,而写王于谁手 文章引用这几话的意思是以曹操比其还功 暗 是他拯救孝章是一荣词的事 十谈是,善于言谈意的人 十一 幽执,指被囚禁 十二五祖,指孔子 孔荣是孔子后义,故称 顺义 知有,语,济世 孔子曰,义者三有,顺者三有 有执,有 有多文,义义,有辟,有善柔,有宁,顺义 十三株木,字公 书,东汉石人 他有敢于当时讲交有制道的衰败风俗,且,从后 绝交,篇文章,表示对侍风的满 十四界,一个 十五指,Z H指,谷以八寸位置 十六要,总要,总括 十七九木,九州 古代分天下为九州,州长称木伯,所以称九州为九木,也就是,天下的 意思 十八,燕军,战国策,燕策,郭奎先生曰,成文古之 军人,有意牵求牵马者,三能得 军人言于军曰,请求之 军遣之 三月,得牵马,马已死,买旗鼓五百,反以报军 军大曰 所求者申马,安是死马而捐五百 捐人对曰,马死且买之五百 旷申马呼 天下必以王位能是马,马精至矣 于是能骑,千之马 至这三 是,买 十九决族,决臣之族 指兵是十足瞻成的千 马 孔荣引用燕军是骏马鼓的故事,是要曹操招至圣 孝张 以为纵然孝张 是绝顶贤财,但把他招可以得到好贤的名声 天下贤财必能接种儿 二十宗社,宗庙和设计 至国家政权 宗庙是皇帝祭祖宗的地方 设计是皇帝祭天德的地方 绝,断绝 祭祀断绝即一位政权覆灭 二十一镇,扶镇,安顶 二十二,诸玉二,语本,韩诗外传,卷,改 须为静平公约,夫诸出于江海,欲出于昆山,无族而治者,有主君之好 也 是有族而治者,盖主君无好事之一而 静,君静,小腿 这只叫 二十三昭王,燕昭王积职,前三百一十一,前两百七十九在位 燕昭王渴望 贤者,以报齐国破焰之仇,请谋臣郭奎推荐,郭奎,只要你尊重国内 贤人,天下贤士必会闻封尔 昭王,那么我该从谁开始呢? 郭 奎,请从我开始 我尚且受到尊重,何况比我高明的贤士呢? 鱼 是昭王就为他修建宫室,并以师相待 又相传昭王在水东南驻皇台 至迁于台,昭纳天下贤士 二十四大玉,重得待玉 二十五,由 月,亦,魏国人,燕昭王任魏上将军,曾魏燕伐旗,破旗七十余臣 二十六 巨星,赵国人,有贤才,跟义一起合谋破旗 二十七周眼,齐国人,主 张大九州,燕昭王以师相待 二十八项,从前 道宣,倒挂着 比喻 困苦为及 二十九首,项 三十称影,指信中,引述的事情 三十一 字,本 三十二重度,推崇重重视 思义,指交友,招纳贤才的道 三十三西,能详尽 旧时书信结尾常用的套语 登附 东汉王灿 作者小传,王灿,177-217,自仲宣,山阳高平,金山东邹县西 南,人 少有才名 汉县帝出平出,应董卓杰池汉士君臣迁都,随附游 阳西至长安,西京扰,南下投奔荆州目表,未被重用,积荆州达实 五之九 后归曹操,辟为陈相愿,刺绝关内侯 官至世中 王灿卫,简 安妻子之一,其诗慈气慷慨,有部分反映社会动和人民极苦之作,陷 实性比较强 其父抒情真挚,风格轻 在妻子忠臣就最高,与曹执病 称,曹王 名人即有,王氏中即 提戒,王灿怀抱用事之志,南下依附表,未得重用,心情郁闷 建安九,两百零四,即到荆州第十三的秋天,王灿九克思规,登上当阳 东南的麦晨晨,纵目四望,万感交集,写下这篇带传颂衰的名作 因作者身当是,轻,又怀财欲,宏图难斩,所以腹中充盈者臣 欲悲愤的失忆之叹 但这种情绪并消沉,他源于作者诚实而起,建功 叶的政治暴富,是建安时代之分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的反应 作为一 篇书《秦晓富》,作者把内心感情的抒发,与有明暗虚实变化的警务描写结合 其,或秦随景谦,或殷秦赦景,使全篇愁唱七创的愁思家真动人 故能积其代文化人的共鸣 登资以四望兮夷,辽辖日以消忧耳 懒思语之所除兮,实险 敞而寡愁 邪清张之通普兮三,以驱矩之长周四 辈焚眼之广兮 五,高席之卧六 梅桃木七,西皆朝秋八 华时碧野 蜀记迎愁 虽姓美而非无徒兮,曾贺足以少 遭分拙而千世兮,慢于记以弃经久 情眷眷而怀归兮,属幽思之可 任 平轩见以遥望兮,向风而开京时 平远远而吉木兮,必经山之 高层十一 威夷而休窘兮,川济阳而济身 悲旧香之雍阁兮,替衡坠 而福尽 西尼复之在晨兮,有归于知探阴十二 中夷幽而楚奏兮十三 庄细显而月银十四 人情同于怀徒兮,穷达而兮 为日月之于麦兮,四合清其未及十五 寄王道之意平兮,甲高取而 陈 巨袍瓜之徒玄兮十六,为锦械之末十七 不漆池以兮以兮 白日呼其江 风消色而并兮兮,天惨惨而无色 寿狂顾以求群兮,鸟香 鸣而举意 原也去其无人兮十八,征夫而未兮 兴七创以感发兮,以 刀达而惨策十九 寻皆除而下兮,气交奋于胸意 夜半而媚兮 唱盘缓以反侧 选字明刻本,捍卫朝百三明家籍,王室中籍 登上成像四处眺望那,暂戒此日排遣忧愁 变观这所处的环境 那,实在是明宽敞,世间稀有 一边携带着清晨的张水的通道那,一边 以靠着弯曲的举水的长洲 背靠着高而平的大片的雅,面对着低湿原野 中的卧美水 面可到达桃乡的郊野,西面接着楚昭王的坟秋 花卉 果实遮蔽田野,小米高粱长满头 虽然真美却是我的家乡那,有 那值得做片刻的亭 遇到这混的世道而迁徙王那,悠悠呼呼超过十二而到今天 秦怀生总想着返回故乡那,谁能承受住沉重的感情负担 靠着甘向远 方料望那,迎着风敞开衣衫 平原广阔我及目远望那,却背高高的惊 山挡住视线 道曲折而漫长那,何忧长渡口深远 悲叹故乡的祖 隔绝那,止住水纵横满面 当初孔子困在成国那,曾发出,回去吧 得哀叹 终一被囚禁人演奏楚国的曲瓦 装细显达人操着越国的香言 人情在怀顾乡上是一样的那 难道会因受困惑显达而把心思改变 想到时光的飞速是那 等待黄河水清却免人失望 但愿王正能 一旦安定那,可以凭借清明的时势施展 我害怕像湖那样空挂用 那,又担忧像井水淘清却无人品尝 走走停停我反徘徊那,太阳匆匆 要到山后躲藏 风声萨萨从四面吹那 天色昏暗而惨谈无光 野兽惊慌 四顾寻找着同伴那 鸟儿相互鸣叫鼓起翅膀 原野寂静而敲无人影那 只有赶的人在急急奔忙 心悲伤而有所感触那 情意哀痛而悲愤欺伤 顺着阶梯往下走啊 愤懑的情绪冲胸膛 直到半夜还无法入睡呢 翻 覆去我再苦癌时光 方智范 住室 宜姿 指脉陈城 关于王灿所登河 向有 文选 善助尹圣洪之 荆州记 以为是当阳城 文选 住则未将 城 按赋中所述 协清张之通普西 以驱举之长州和 西皆昭秋的 魏智应位当阳东南 张举二水之间的脉沉沉 二辖 通 甲 解 三张 张水 在京湖当阳县境内 浦 大水有小口别通约浦 四 举 JG 举水 也在当阳境内 与张水会和南入长江 五 六高席 XI席 水边之地位高 低师之 德卫席 七桃 乡名 船是桃珠宫范离的藏地 木 郊野 八招 丘 楚昭王坟墓 在当阳县郊 据 左传 埃公 记载 楚昭王室春秋 十申之用人之道的明君 九季 一季为十二 十相丰 王灿家 香山阳高平在麦成之 顾云 十一金山 在京湖南张县 张水发 源于此 十二习尼父 尼父 即孔子 孔子在成爵 曾叹习 鲑鱼 鲑鱼 鱼 宫也长 十三中夷 中夷 楚国关 背静所福 静侯使之弹琴 仍操楚国调 左传 成功九 操吐 封 望旧也 十四庄戏 十一戏 剧 史记 陈枕传 阅人庄 戏在楚国做大官 并中思乡 仍发出越国的语音 十五和清 巨 左传 湘公八 亦 诗 有云 四和之清 仍受几何 古亦黄河水清雨 十是太平 十六巨袍 袍袍 瓜 羽 阳祸 子曰 五 袍瓜 野灾 焉能细而食 以袍瓜图悬玉 未试用 十七位 锦蟹 X 哀意蟹 收 锦挂 锦蟹石 为我心策 蟹 除去锦中 乌 拙 锦蟹末 时 欲己 虽解 其智 而未试用 十八去 Q 去 寂静 十九刀 帝欧刀 达 呃达 悲痛 惨 CN惨 侧 七伤 让县自明本质 三国 为曹操 作者小传 曹操 一百五十五 两百二十 自孟德 佩国乔县 金安徽豪县 人 曹批称帝后 追试魏魏无敌 曹操是建安时代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 他在镇压黄金起义 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事 初随袁绍法董卓 后迎现帝迁都许昌 先后 薛平歌据是 关渡之战大破袁绍 受封成像 实际上把持汉朝政权 但他能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 采取打击豪强 抑制兼并 广兴屯田等一 细教维进步的政策 时 为财事局等开明的政治措施 统一方 且为全国的统一奠定基础 训称赞他 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 一个英雄 魏晋风及文章 与要及久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事业上 也很有地位和成就 他召集当时的许多著名文 人 形成一个业下文人集团 促进建安文学的繁荣 他的散文写的简 约严明 思想开 受传统思想和形式体制的约束 具有清俊 通脱的 风格 一注 魏武帝集 有名人真本 敬人整为 曹操集 梯解 本文又名 数字 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的一篇带有字 传信志的重要文章 写于建安十五 210 曹操50岁 于时 他完 成统一方大业后 政权逐渐巩固 继而想统一全国 但是孙权 被 大军事事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胁 他们除在军事上蒙抗曹外 在政治上 则抨击曹操 脱名汉乡 实为汉贼 玉废汉字 三国制 无输 周 于转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 曹操发布这篇文 借退还皇帝加封三 献之名 表明自己的本质 反击朝野放逸 文中概述曹操统一中国 不的过程 表达作者已平定天下 会统一为己任的政治报复 写的坦 白纸 气势放驳 充满豪气 表现出政治家的契合 训平赞 在曹操本身 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族师 可惜他的文 张传的很少 他胆子很大 文章从通脱的少 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 想写的写出 曹操经传文附中 此文最具这种特色 值得后人借鉴 孤始举孝仪 少 自已本非盐血之名之士二 孔魏海内人 之所凡于三 欲为一郡守四 好作正教五 以见名誉 史事 世明知之六 故在济南七 史除残去慧八 平心选举 为五诸常 世九 以为强好所分 孔至家祸 故已并孩 去关之后 记上少时 故是同岁中时一 有无时 为名为 内自图之 从此却去二时 待天下清 乃与同岁中时 举者等儿 故 以四时归乡 于乔东五十柱 经舍十二 欲秋下书 东春舍 求 底下之地十三 欲以水字 必十四 绝兵克网之旺 然能得如意 后真卫都卫十五 千点军校卫十六 亦岁欲为国家 讨贼宫十七 欲望封侯 做珍稀将军十八 然后提目道言 汉顾珍稀将军 曹侯之目 此其至也 而遭之董卓之南十九 心举一兵二十 事实和兵能多得而 然常自损 欲多之 所以然者 多兵一圣 与强敌真 躺位或使 故 遍水之战千二十一 后还到扬州墓二十二 亦附过三千人 此其本 至有现也 后衍州二十三 破黄金三十万众二十四 又元树建号于九江二十五 下阶称臣 明门曰建号门 依被皆为天子之志 富裕珍为皇后 至即已 定 人有劝术使岁及地位 不天下二十六 达言 曹公尚在 未可也 后姑讨秦其四江二十七 或其人众 岁使术穷王解举二十八 发病而死 即至元绍聚合二十九 兵士强盛 姑自是 十敌之 但即投死为国 以意灭身 足垂于后 姓儿破绍 萧綦二子三十 又表自已为宗士 三十一 包藏奸心 乍钱乍鹊三十二 以观世事 据有当周二十三 姑父定之 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 仁臣之贵 以及 亦旺已过以三十四 金姑言此 为自大 遇人严禁 故无惠儿 涉使国家 无有姑之 当己人称帝 己人称王 或者人姑强盛 又信信天命之士 孔思心香 平 言有训之 至三十五 望相存 美用耿耿 其还 敬闻 所以垂称致 今日者三十六 以其兵事广大 尤能奉事周事也 雨 云 三分天 下有其二 以福事应 周知德可谓 至德以三十七 夫能以大事 智晓也三十八 习义走赵三十九 赵王玉宇之徒 焰四十 义伏而垂气 对曰 臣 是昭王 由是大王 臣获利 放在他国 眉事然后已 忍谋赵之徒 四十一 旷焰后四乎四十二 胡亥之蒙田也四十三 田曰 自无仙人 吉至子孙 吉姓于晴三是以四十四 京城将兵三十余万 其士族已被判 然自知必死而受益者 敢辱仙人之教以望先望也 孤美此二人书 未常创然替也 孤祖 父已至孤身四十五 皆当轻众之刃 可谓信 这义 以及子桓兄弟四十六 过于三是以 孤非徒对诸君此也 常已与妻妾 皆生之此义 孤未之言 故 我万之后四十七 汝曹皆当出嫁 欲传到我心 使他人皆知之 孤 此言皆甘利之药也四十八 所以勤勤肯肯续心腹者 周公有 疼 之 书已自明四十九 孔仁信之故 然欲孤而为捐所点兵重五十 以孩 直是五十一 归咎五平侯国五十二 时可也 何者 成孔己兵为人所 或也 既为子孙继 又既败则国家亲为 是以得目须名而处时 或此所 得为也 前 朝恩风三子为侯 故此寿 今欲寿之 非欲赴以为荣 欲以为外援 为万安 祭五十三 孤文借推之必进封五十四 身须知桃楚赏五十五 为长舍书而叹 又以字也 奉国威五十六 帐月针法五十七 推若以克强五十八 触小 而秦大 一知所图 动无为事 心知所虑 何相计 遂荡平天下 如 主命 可谓天助汉室 非人也五十九 然风歼四线六十 十户三万六十一 何得堪之 江湖未尽 可让位置于意图 可得而辞 经上还阳下 者 苦三线户二万 但十五平万户 且已分损磅亦六十二 少捡孤之则也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三国志 五帝纪 裴松之主 我被举位孝时 既很轻 自以为是那种隐居深山 而有名望的人 是 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 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 把政治 和教化搞好 见自己的名誉 让世上的人都清楚的了解我 所以我在 济南任国乡时 开始隔除避震 公正的选拔 推荐官 这就触犯那些 朝廷的权贵 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 我恐怕给家族招灾祸 所以脱病孩 香 辞官之后 记还清 回头看看与我同被见举的人当中 有的记 已五十多岁 还没有被人称作 自己内心盘算 从现在起 往后再 过二十 等到天下安定太平 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位笑的人乡 等吧 所以返回家乡 整出 在桥县东面五十的地方建一栋经 智的书房 打算在秋夏书 东春打 只希望得到一点吉博的土地 想 于荒野 被人知 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头 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后我被征兆做兜卫 又调任典军校卫 心就又想为国家讨贼 公 希望得到封侯 当个珍惜将军 死后在墓碑上提字 汉顾珍惜 将军曹侯之墓 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 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判 各地分 分起兵讨伐 这时我完全可以招极多的兵马 然而我却常常才减 愿 扩充 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兵多意气交胜 要与强敌抗争 就可能重新 引起祸端 所以遍水之战时 我部下只有几千人 后到扬州再去招募 也 人过三千人 这是因为我本的志向就很有限 后我担任远州 击败黄金农民军 收编三十多万人 再有 元树在九江道用皇帝称号 部下都向他称臣 改称臣门 为建号门 衣冠服 事都按照皇帝的志 各婆遇先抢着当皇后 计划已定 有人劝援 树集登基 向天下人公开宣布 元树回答 曹公尚在 还能这样 做 此后我出兵讨伐 请拿他的四元大将 抓获大部署 致使援 树势穷尽 瓦解崩溃 最后得病而死 呆到元绍占据黄河以 兵士强 圣 我估计自己的 实在能和他匹敌 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 为 正义而牺牲 这样也足以名后世 幸而打败元绍 还斩他的个儿 此 还有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 包藏奸心 忽进忽退 观察形势 战 据荆州 我又平息他 才使天下太平 自己当上宰相 作为一个臣子 已经显贵到极点 已经超过我缘的愿望 今天我这些 好像很自大 时事想消除人们的非议 所以才魔所隐 会吧 假使国家没有我 还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 多少人称霸呢 可 能有的人看到我的事强大 又深信相信天命之事 恐怕会私下意 我有夺取地位的野心 这种胡猜测 尝试我心中的安 其还宫 静文宫 所以名声被传送至今日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兵士强大 人能够尊 众周朝天子 与周文王虽已取得三分之二的天下 但人 能尊奉英王朝 他的道德可是最崇高的 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 是奉弱小的天子 从前燕国的一头笨赵国 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 一贵符在地上哭泣 回答 我侍奉燕昭王 就像侍奉大王您 我如 果获罪 被放逐到别国 直到死为止 也会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 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 秦二世胡亥要蒙田的时候 蒙田 从我的 祖父 父亲到我 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 已经三代 现在我兵三十多 万 暗示足够可以背叛朝廷 但是我自知就是死 也要恪守君臣之意 感入末先辈的教会 而忘记先王的恩德 我每次月有关这个人的书 没有感动的悲伤的 从我的祖父 父亲直到我 都是担任皇帝的亲 姓和众臣 可以是被信任的 到曹丕兄弟 已经超过三代 我警示对诸位素这些 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 让他们都深知 我的心意 我告诉他们 待到我死去之后 你们都应当改嫁 希望要 传述我的心愿 使人们都知道 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制药之言 我 所以这样勤勤肯肯地续这些心腹话 是看到周公有 疼 知书可以表 明自己的心机 恐怕别人相信的缘故 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的军队 把军权交还朝廷 回到五平侯的封地去 这实在是的哪 魏魔呢 实在是怕放弃兵权 会遭到别人的谋害 这既是为子孙打算 也是考虑到 自己垮台 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 因此能贪图虚名 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 祸害 这是能干的哪 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 我坚决推辞 接受 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他 这是想再以此为荣 而是想以他 们作为外援 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每当我到戒子推逃避靖文宫的风绝 身包须逃避楚昭王的赏赐 没 有事放下书本而感叹 以此用反自己的 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 待 表天子出征 以弱甚强 以小甚大 想要办到的事 做起无如意 心 有所考虑的事 实时无成功 就这样扫平天下 没有辜负君主的 使命 这可是上天在辅助汉家皇室 是人所能契及的呢 然而我的 丰地占有四个县 享受三万户的赋税 我有魔功德配得上他呢 现在天 下还未安定 我能让位 至于丰地 可以辞退一些 现在我把阳下 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 交还给朝廷 只享受五平县的一万户 姑且以此平 习匪谤何以 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盖国 注释 遗孤 古代王侯自谦之称 曹操当时任丞相 封武平侯 故此自称 孝 汉代从武帝开始 规定地方长官按其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 分校 贤 方正等科目 听后使用 东汉十美游各郡 国从二十万人中见举 义人 曹操被举为孝时才二十岁 孝指善事父母 指清方正 二 盐血之名之士 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 汉朝封上 如身常故意隐居深山 抬高身架 以呆举荐 盐血 山时事 三海内人 这主要指示家豪 族 曹操出身宦官家庭 顾被轻视 四郡首 一郡的最高镇长官 吉 派首 五郑教 郑和教化 六世事 世人 七在济南 曹操于 中平原 一百八十四 位济南国乡 职位相当于派首 济南国辖进在 金山东济南 一代 八除残序会 曹操任己南乡时 下属官多屈赴权贵 贪赃王法 曹操奏请撤免八个县官 下导毁百多所辞庙 严禁祭祀鬼神 因此的 最当时的权贵定臣 九为五 W 违背 触犯 朱 之余 常 是 也称中常事 皇帝的侍从敬臣 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 东汉 末 中常事改用宦官 权势很大 地方官多逢赢他们 实际上少 三少 曹操任己南乡骑满 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 他脱并辞官 还乡 方三十岁 十一同岁 同一被举卫笑的人 十二桥 Q IAO桥 金安徽薄县 曹操的故乡 金舍 纸精致的书房 十三底下 之地 低洼之地 纸及薄的土地 十四水字壁 意味于荒野 求 文达 十五兜卫 官名 管军事 官阶相当于太守 十六点军校尉 五官名 掌管禁卫兵 多由皇帝亲信担任 中平五 188 汉帝红 建西援军 设置八校尉 以小皇门 简朔位上军校尉 袁绍位中军校尉 曹操位典军校尉 十七讨贼 只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 十八 珍西将军 东汉时寿珍西将军的有四人 他们对东汉王朝都过功 曹 操戒此数字 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 十九 董卓之南 董卓元氏梁州 金甘肃 下一代 豪强 第十任并州 金山西太原 五 中平 189 汉帝死 扫帝便即位 外戚和镜位消灭宦官 赵董卓兵 入阳 费扫帝 献帝邪 董卓自封都为和相国 操纵朝政 各州郡 起兵反对 陈讨卓军 二十新举一兵 指出平原 一百九十 关东各 周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 都自称 一兵 曹操也在陈郡己无县 京河 南辰县 招募五千人起兵讨董 董卓携持县地和十万居民从阳迁 都长安 严死人无 阳被焚 出平三 董卓被望允 不索 二十一 汴水之战 出平原 一百九十 以元少卫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 十个怀思 又怕董卓兵强 赶先进 曹操独军西进 与董卓部将徐 荣在银阳的汴水 金明河 在河南银阳县西南 一带交战 因兵少无 原失败 曹操本人被史所终 也逃走 二十二 扬州墓 曹操汴水战 败后 与夏侯敦等到扬州重新召募冰丁 东汉末 扬州的州 至在京安徽 合肥 辖京江苏 安徽一带 二十三眼 YN眼 州 东汉十三州之一 辖京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 二十四破黄金 出平三 一百九十二 青州黄 京农民军起义攻入远州 时代 继报信誉远州官营曹操卫远州 目 曹操兵攻黄金军于寿张 金山东东平线西南 追至继 黄金 军三十万被破头 曹操从中挑选金状 组成自己的强大军士 好位 清州兵 二十五元术 自攻 袁绍的母帝 九江郡太守 东汉末 江淮一带士族豪强大军阀 建 Giang 号 道用皇帝称号 道用皇帝称号 建安二 一百九十七元术以九江太守称帝于寿春 今今,以今 Come to propose The Holocaust 九江 军名 浩 江江苏 时不过 安復南部河 越江西 不凭 五十六部 炓 推出 衔也是 二十七秦 同 秦 建安二 一百九十七 九月 元树功臣 京河南淮阳县 曹操隐兵 吉之 大盛 秦展元树的四个部将 乔蕊 如一瑞 丰 刚 九 二十八解举 这举 瓦解崩溃 二十九元绍 自本初 元树之凶 建安 四 一百九十九 三月 消灭功孙赞 占有黄河以的季 清 幽 并四周 成为方最强大的歌剧是 三十销 十一欧销 即销首 斩首而悬 知识重 建安五 两百 曹操在关渡 京河南中县东 之战中 以少胜多 消灭元绍军的主 后 元绍病死 明 其子元潭 元 上英争夺记周护相攻 元潭求元曹操 元上使退军 后元潭背叛曹操 建安十真月 曹操又出兵及其子元潭 元上和他的四兄元溪逃奔西 乌环 建安十二五月 曹操真乌环 元溪 元上又逃往东 九月位 操部署公孙康索 曹操乃选手 曹操乃选手势重 三十一表 自锦身 汉皇族攻 王瑜的后代 东汉墨豪强军阀 现地出平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三 中任荆州 三十二乍前乍却 忽前忽后 意欲投机 据史载 关渡之战 元少相表求 元 暗语勾结 未敢出兵 有人劝他归附曹操 他也持官妄态 三十三 当州 当地 及荆州 辖荆湖 湖南等地 建安十三 两百零八 七月 曹 操南真表 八月表病死 九月其幼子从及以荆州曹操 三十四 人 成二 建安十三 汉宪帝 为表彰曹操平定三郡乌环的功绩 废态 为 司徒 司空三公 挥西汉的丞相和玉使代辅制 任曹操为丞相 三十五 迅之至 忠顺的想法 指代汉自卫皇帝 三十六 垂称 垂明 称颂三十七 与 云四 与 泰伯篇 三十八 以大势小 以强大的诸侯侍奉弱小的天子 曹操借用 与 忠的话 表示自己庸 互东汉王朝 并无夺取地位之心 三十九亿 战国燕昭王十名将 曾 赵 楚 韩 魏 燕五国军队破旗 攻下旗国七十余臣 后封魏昌国军 昭王死 惠王 中其将填丹的反剑祭 让其结代义未将 义孔 燕被害 于是投奔赵国 四十赵王 赵惠文王 四十一图 犯人和奴 此犯指地位低贱的人 四十二后四 后代 指燕惠王 以上 习义 以下一段 据 太平预览 卷四二零可知 细转影 史记 燃经本 史 记 载 四十三胡亥 秦始皇营镇的小儿子 继始皇 称儿是 蒙田 蒙田 秦始皇十名将 秦统一国后 他兵三十万 及匈奴 修筑长城 秦始皇死后 赵高伟造始皇一赵 逼始蒙田字 四十四三世 蒙田祖父蒙奥 父亲蒙武 自己共三代 均为秦国名将 四十五祖父 指曹操的祖父曹藤和父亲曹松 曹藤在汉环帝十任中长室 大长丘 管 皇宫逝宜的官 丰沸亭侯 养下侯氏的孩子位子 即是曹松 汉帝十 官至太尉 曹松申曹操 四十六子环 曹操次子曹丕的字 四十七万 死的代称 四十八甘利 居一格 知药 出自内心的制药之言 利 同 格 凶格 四十九周公 姓姬名诞 周五王帝 周臣王叔 藤 藤 藤藤 上书 周书 篇名 其中计数五王病时 周公曾做导辞祭告于神 请求待 五王死 即必将导辞封藏在藤柜中 五王死 陈王佑 周公设阵 陈王的令各叔父管书 蔡书等诽谤周公篡位 引起陈王怀疑 于是周公闭 居东都 献河南阳市 后陈王起柜发现导辞 知其忠贞 大魏感动 亲自迎回周公 藤 封监 藤密封的书柜 五十二 就此 尾 捐 放弃 交出 五十一执事 指朝廷统军队的主管权 五十二 五平侯 国 建安园 一百九十六 县帝以曹操位大将军 封五平侯 五平 在京河南 一县西 五十三位万安纪 曹操此公布后 据 卫书 记载 汉县帝 在第二 即建安时 两百一十一 封曹操之子 曹植为平原侯 曹巨为泛阳 侯 曹豹为 饶阳侯 五十四戒推 西约崔 即戒子推 春秋时敬国人 曾随敬公子仲尔出王十九 后仲尔回国即位 大封从王诸臣 戒子推 严己公 协其母隐于年山而死 后仕又传仲尔曾烧山要他出作官 他 兼出山 抱墓被烧而死 五十五身须 即身包须 春秋时楚国大夫 五 子须无君法处 攻下隐兜 身包须求救于秦 痛哭七日 终于感动秦 哀公 求得救兵 击退无君 楚朝王回到隐兜 赏赐公臣 他避而逃走 肯受赏 五十六威 指汉皇室祖宗的威武神 五十七月 忧月 古兵器 行四大夫 也是天子出征时的一种仪仗 皇帝受月给主将 吉祥 真代表天子出征 五十八推 指挥 五十九天柱汉室 这是曹操表示字 鞠躬的客气化 六十四县 指五平 阳下 居甲 金河南太康县 这 金河南这陈县 苦 呼呼 金河南一县东 六十一十户三万 受三万户人家所纳赴税的供养 六十二分损 减少 平息 前出诗表 三国 属诸葛 作者小传 诸葛 181234 字孔明 狼牙羊兜 金山东与水县 南 人 东汉末 他必隐居在南洋中 金湖襄阳县西 宫 庚龙母 自比管仲 义 汉宪帝建安十二 两百零七 被屯兵新也 金 河南新也县 慕名前去邀他出辅佐自己 凡三次才得乡 初次 念他就像被提出要取得经 义二周未基业 东孙权 抗曹操的方针 这就是著名的 中队 从此 他就辅助被 从事光汉室的大业 张五三 两百二十三 被在萧亭战败 并死白帝成 中把后世主托给诸葛 后主禅继位后 蜀国军政大事 亦应由他裁决 于是与孙无重修酒 好 结为盟国 清真梦获 平定南中 整顿内阵 充实军资 做好伐中 缘的准备 剑星五 两百二十七 上屯住汉中 真 嚷出坚凶 心 赴汉室 直至西元二三四 并死卫兵军中 心腹至夜始终未能成功 蜀汉灭亡后九 陈寿转集诸葛的遗文 编程 诸葛世纪 凡尔 十四篇 但根据 三国志 蜀志 诸葛传 所载的篇幕看 许多篇现已 存在 经传各种诸葛籍 系后人从史传中采集而成 提解 前出诗表 出自 三国志 蜀志 本传 当时未见心五 蜀汉已从被卒王的阵当中挥过 外劫孙吴 内定南中 清阵 兵精族 诸葛认为已有能罚中原 实现被匡复汉室的遗愿 与 试 决意军进 准备征伐曹尾 上书后主禅 强调自己未报答 先帝的知欲知恩和忠托父 以 讨贼心腹作为自己的职责 并归劝后 主采纳中言 和吉成 至自正 使他能专心移至于法大业 表示古代文体的一种 专为陈下对君王敬臣诉求请时使用 是的还有 章 奏 义等 本文表达作者 审慎勤恳 以法伟 新汉为己任的忠贞之志和惠界后 主望先帝遗愿的滋滋之意 情感真志 文笔酣唱 是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 先帝创业为伴儿忠道崩俗仪 惊天下三分 亦周疲弊二 此臣 为己存亡之秋也三 然是未知臣谢于内 忠至之志望深于外者 盖追 先帝之书欲四 欲报之于陛下也五 臣仪开张圣听六 以光先帝 宜得 辉弘至世之气七 宜望自菲伯八 隐欲诗一九 以忠 见之也 宫中辅忠实 聚为一体 至法赃否十一 以同 有座奸 范科十二 即位忠善者 宜父有司其行赏十三 以招陛下平民之 宜偏思 室内外法也 室中 室郎郭忧之 费一 董云等十四 此皆十 至律中存 室 以先帝简拔以宜陛下 予以为宫中之室 室无大小 悉以资之 然后失 必能必补缺十五 有所广义 将军相宠十六 将军相宠十六 室书军十七 小畅 军事 适用于昔日十八 先帝称之曰能 适以众义举宠位都十九 于 以为营中之室 室无大小 悉以资之 必能使正和睦二十 忧的所 清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也二十一 清小人 远贤臣 此后 汉所以清腿也二十二 先帝在时 美语臣此事 未常叹息痛恨于还 也二十三 世忠 上书 常始 君二十四 此夕真死结之臣二十五 愿陛下亲之信之 则汉是之 可继日而待也 臣本不一 公根于南阳二十六 苟全性命于世 求闻达于诸侯 二十七 先帝以臣卑鄙二十八 伟字往驱二十九 三故臣于草之中 滋臣 以当世之事 由世感激 遂许先帝以驱持三十 后知清腹三十一 受任 于拜君之计 奉命于为难之间三十二 而二十有意义 先帝之臣谨慎 故绷继承以大事也三十三 受命以 素叶幽叹 恐托父孝 以伤先帝之名三十四 故五月度 护三十五 身入茅 京南方以定 兵甲以足 当讲三军 定中元 术节奉顿三十六 让楚奸凶三十七 心腹汉氏 还于旧都三十八 此臣之所 以报先帝而终陛下之之分也 至于斟酌损义 静静中言 则幽之 依允 知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 孝 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 无心得之言 则则幽之 依允等之曼三十九 以章其咎 陛下意一字谋 以资邹善道 查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 成圣受恩感激 经当远 表辞 之所言 选自中华书局版 诸葛吉 先帝创建王爷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死去 现在天下三分顶 属汉氏 那么疲乏困顿 这真是有关生死存亡的时刻喝 然而朝廷侍奉为护陛下 德大臣们 在内豪懈怠 忠贞的将士 在外奋顾身 那是因为大家在 怀先帝对他们同一般的赏 要向陛下表示报答之情 陛下实在应 该广泛的听取大家的意 以此光大先帝下的德 也是大臣们坚真 为国的正气得道发扬 可轻地自己看清自己 而加振作 言谈训语时 有失大意 以致把臣民向您尽忠规劝的严也祖 内庭侍臣和向府官 都是一样为陛下笑的 凡事有所讲成 应 该有差 如果有做坏事 触犯法科调或忠心做好事的 应该交友有关官 原凭审应受谋处罚或受谋赏赐 以此显示陛下处事的公正贤明 可有所偏袁 使得公中服中法医 郭幽之 费医 董允等 这些侍卫之臣 都是善诚实的人 心智都 是忠贞纯正的 所以先帝选拔出给陛下任用 陈下认为宫廷中事 吴 大小 全都要询问他们 然后再职 必定能够不救书 扩大效益 向宠将军品信善公正 通小军事 当初曾被任用过 先帝称赞他事 个能人 所以大家酝酿着要推举他做中部都 陈下认为敬畏部队的事物 吴大小 全都由他过问 一定能使军队协调其心 处置和疑 各得其所 清净贤的臣子 疏远坚硬小人 前汉因此而兴旺强盛 清净小人 疏远贤的臣子 后汉因此而衰败覆灭 先帝活着的时候 每逢与臣下议 到这件事 没有对还 二帝的作为表示痛恨而发出叹息的 是中国 幽知 废一 上书陈正 常使张义 君讲完 都是坚真坦诚 能以死 报国的臣子 希望陛下亲近他们 信任他们 这样汉加天下的兴旺 可以 这日子等待 陈下本是各平民百姓 在南洋耕田未深 只求在世中能保全生命 想象诸侯谋求高官后和显赫的名声 先帝因陈下低贱和少 习低身份而三顾毛 向陈下询问天下大事 因此陈下为之感动 就答 应为先帝笑 后战士失败 陈下在败王之际 接受挽救为局的重任 到现在已有二十一 先帝知道陈下处事谨慎 所以在死时把辅助币 下心腹汉士的大事交付给陈下 接受先帝移命以 日日夜夜担心叹息 唯恐所脱模所成就 从而有 损先帝名于建察的声明 所以陈下在炎热的五月度过卤水 深入到毛之 第 现在南方已平定 冰原装备已充足 该带三军 进客中原 也 须刻以节静眠 扫除凶残的奸贼 光汉家江山 使长安 洋人旧臣 为大汉王朝的首都 这就是陈下用报答先帝 效忠于陛下的职责 至于 权衡得失 掌握分寸 向陛下敬忠言 那是郭忧之 费一 懂允他们的责 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 心腹汉氏的大事交付给臣下 如果摩索成就 救治臣下的罪 禀告先帝在天之 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发扬圣德的忠言 那就要追究郭忧之 费一 懂允等人的怠惰之罪 公布他们的过失 陛下 也应该自作打算 探求高明的道 了解并接受忠正的言 忘先 帝的遗愿 臣下这就感恩浅 而尽快要去远征 面对表文 静下 征知自己的誓魔 江剑忠 注释 遗仙帝 只属昭帝背 封卒 虎 虎处阳 天子之死曰 崩 卒 也是死的意思 二亿州 汉镇区域十三史不知一的友经四川 甘肃和陕西一带 当时治所在成都 批壁 贫弱 三成 确实 是 秋 时候 日子 古人多以 秋称多世之时 四盖 发语词 五陛下 对皇帝的称词 表示敢直接面对皇帝 而通过必接下的侍从转 至的意思 六盛 古时对皇上的尊称 七 灰弘 发扬时之扩大 八 妄自菲薄 毫无由地自己轻视自己 九失意 失当 何大意 十 宫中 指宫廷内朝中的清静侍臣 如文中的侍臣 侍郎之 府中 指臣 乡府中的官 如文中的常使 君等 十一至 学至 升官敬畏 脏否 最NJP脏匹 好坏 善 十二犯科 触犯法中的科条 十三有司 有官的专管官署或官 十四 侍中 侍郎 都是皇帝左右 的清静侍臣 仅随从出入 还被顾问 侍郎 及皇门侍郎 郭幽之 男 洋人 姓和顺 先后与费一 董允同位侍中 费一 外一 自文伟 将 下乡 盟 盟门 人 后主即位十位 皇门侍郎 后千世忠 位至大将军 上书是 严熙时 被为人郭寻死 董允 自修昭 后主即位十位 皇门侍郎,循迁侍忠,以能一致宦官皇号,对后主多有框柱,以侍忠奸上 书 十五碧,碧碧和平靖锦号十六相宠,属大丞相的兄子,后 主时先后任中部都和中军 十七书军,善公平 十八适用于昔日 指向宠曾随备伐无,子归兵败,为他的赢得道保权 十九举宠位都 当时属大臣拟推举向宠位中部都,主管宫廷进军的事务 二十镇,指 部队 二十一先汉,由延前汉,西汉 二十二后汉,指东汉 二十三环,东 汉环帝制 东汉帝宏 二十四世中,指郭幽之和费一 上书 协助皇帝处公文政务的官,此指陈正 长使,陈相府主要左官,此指 张义 君,陈相府主管军务的左官,此指讲完,诸葛死后继位上书 统国是 二十五真,兼真诚实 忠诚坦白 二十六南阳,汉俊明 智所在晚,今河南南阳市 二十七文达,有名声 二十八卑比,地位 低下,少 二十九位,Wi位,千词 千卑地 网驱,驱尊的意思 三十驱驰,欲为人孝 三十一直,欲上 亲父,指建安十三,两百零八 曹操南清津周时,被在当阳长板被击破一事 三十二这指被当阳 兵败,退至下口,在金湖武汉市,派诸葛到孙权处求助,开始孙 的第一次和 三十三纪,托付 这指被东伐孙吴,在子规备吴江 迅击败,退居白帝 张五三,二百二十三,四月,被病死永安公,故旨在京 四川凤杰县东,中脱孤于诸葛,要他辅助后主禅,讨位兴汉 三十四伤,有损 三十五五月度卢,建兴三,两百二十五,南中诸郡反叛,诸葛 君出征,渡过卢水,平定南中四郡 卢,卢水,急沙江 三十六奴 盾,这一马,奴,和风的刀,盾,比喻才能的平庸 三十七奸 凶,指曹尾 三十八旧都,指汉朝曾建都的长安和阳 三十九曼,诗直 后出诗表 三国,属诸葛 提戒,后出诗表,是,前出诗表,的姐妹篇,写于建兴,两百二十八 由于,三国志,本传宗载,文选,也选,而视为,三国志 作著的裴松之,在著文中引字张眼,末迹,所以,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 但也有人认为,从体文封看,后表与前表并无二致,而且,三国志,无 至,诸葛克传,中,诸葛克,靖家叔父表成与贼真敬之计,未尝愧 然叹喜也 所致可能极细后表 后出诗表,作于第一次罚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出征罚颇有 一 诸葛于汉贼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产名罚 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为蜀汉的生死存亡,能因,异者的 同看法而有所动摇 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 其中真壮之气,四又超过前表 表中,鞠躬敬,死而后已知,正 试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的坚真誓言,仍肃然起敬 先帝绿汉,贼仪,王爷偏安二,故托臣以讨贼也 以 先帝之名,臣之财,故知臣罚贼,财若敌强也 然罚贼,王爷亦亡 为座而呆亡,属与罚之三 是故托臣而福以也 臣寿命之日,请安息,时甘位 思为真似 宜先入南武 故五月杜卢,身入茅,并日而时六,臣非自喜也 故王爷可得偏 权于属兜妻,故冒为难,以奉先帝之一意也 而亦者未为非非计八 金贼仕疲于西,又勿于东九,兵法臣,此禁区之时也时 仅臣其 是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十一,谋臣冤生十二,然设险被创十三,为然后安 经陛下位及高帝,谋臣如,平十四,而欲以长祭取胜十五,作定 天下十六,此臣之未解一也十七 咒,王各聚周郡十八,安炎济,动影圣人,群已满腹,重南 凶,金岁战,明真,使孙策座大十九,岁并江东二十,此臣 之未解二也 曹操至继,书绝于仁二十一,其用兵也 仿佛孙,乌二十二,然困于 南阳二十三,险于乌朝二十四,为于其二十五,赋于阳二十六,几败 山二十七,待死同关二十八,然后伟定一时尔二十九 曠臣才弱,而欲以 为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武功昌霸夏三十,四月朝胡臣三十一,任用福而福徒 之三十二,委任夏侯而夏侯拜王三十三,先帝美称曹魏能,有有此师,况 陈奴夏,何能必胜 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道汉中三十四,中间齐尔三十五,然丧赵云,羊群,马玉,岩 知,丁,白寿,和,邓桐等级屈长,臀江七十余人三十六,突江,五 前,丛守,清枪,散齐,武齐一千余人三十七,此阶十之内所究何四? 分之精锐,非亦周之所有,父,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徒敌三十八? 此臣之未解五也 精明穷兵疲,而是可惜,是可惜,则住与费正等 而即精 徒之,欲以亦周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也 夫南平者三十九,是也 习先帝拜君于楚四十,当此时,曹操俯首 四十一,为天下已定四十二 然后先帝东吾越四十三,西取八属四十四 举兵针,下侯授首四十五,此操之师计,而汉是将臣也 然后吾为蒙 关羽毁败四十六,子规搓跌四十七,曹批称帝四十八 凡事如是,难可逆 四十九 陈菊公敬五十,死而后已,至于陈拜顿五十一,非陈之明所 能逆赌也五十二 选自中华书局版,诸葛吉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能并存,帝王之夜能苟且偷安于一的,所 以委任陈下去讨伐曹伟 以先帝那样的明察,孤陈下的才能,本就知 到陈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微弱而敌人强大的 但是,去讨伐敌人 王爷也是要拜王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 因此委任陈下 一点也有疑 陈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安稳,时无滋味 想到要去罚,应该先 难珍 所以五月竟渡过卤水,深入毛之地,天才能吃上一餐 陈下 是爱惜自己喝,而是看到帝王之夜可能局处在属的而得以保全,锁 以冒着危险,直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这是上策 目前敌人恰 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线的盼,东面又要截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 求趁敌方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喝 现在紧将这些事 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广博,谋深远 但还是要经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 现在,陛下级 上高祖皇帝,谋臣也如张,臣平,而享用长期相持的战取圣,安 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能解的第一点 咒,王,各自占据周郡,在一安手册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 的话,大家一律满腹,胸中充斥着巨南,经出战,明争讨,让孙 侧安然强大起,终于并吞江东,这是臣下所能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慧谋,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好像孙武,无奇那样,但是 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朝遇上危险,在齐山遭到恶难,在阳被敌困逼 几乎惨败在山,差一点死在同关,然后才得见称国号于一时 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尽享冒兼显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能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下,四次想跨越朝湖而未成功,任用福 而福密谋对付他,唯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 先帝常常称赞曹操 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 这是臣下所能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以一周,其间就丧失赵云,阳群,马玉 炎之,丁,白寿,和,邓同等将及部驱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 突将,无钱,从手,清枪,散旗,武旗等士族一千余人 这些都是几十 内从各处积极起的精锐,是一周一郡所能拥有的 如果再过几 就会损失原有兵的三分之二 那时拿魔去对付敌人呢 这是臣下所 能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贫穷兵是疲乏,但战争可能停息 战争能停息,那末丹 在那等待敌人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 其费用正式相等的 趁此 拾去出击敌人,却想拿一周一的和敌人长久相持 这是臣下所能解 的地点 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 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德,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 以为天下已经平定 但是,后先帝东面于孙吴和西面取得巴蜀 之地,出兵队,下侯冤掉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 看心汉事的 大业快要成功 但是,后孙吴又违背盟约,官宇战败辈 先帝,先帝又在 子规遭到挫败,而曹操就此称帝 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遇 陈,下只有结尽权,到死方修罢 至于乏味心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 还是困难,那是陈下的治所能遇的 将剑中 注释 遗憾,指数汉 贼,指曹尾 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二偏安 指王朝局处一的,自以为安 三属语,为者相比,应取何者 四 为,注词 五入南,指诸葛深入南中,平定四郡市 六并日 天合作一天 七故,这有,但的意思 数都,此指数汉之境 八 译者,指对诸葛决一法发表同意的官 九这指见心 二百二十八,诸葛初出奇山,在京甘肃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 安定三郡叛变,千栋关中局势,在魏,无边境附近的家时,经安徽统臣 县,东吴大将训,即拜卫大司马曹修士 十进区,快速前进 十一高帝,帮死后的士号位,高皇帝 并,平 十二渊生,指 学广博,计谋高深莫测 十三被创,受创伤 这,帮在楚汉战 珍中,败于楚军,西元前二零三,在广武,经河南营阳县,被项羽 设伤胸部,在汉朝出剑时,因镇压各的的叛儿多次出征,西元前一九五 又曾被淮南王英部的士兵社中,西元前二零零在白登山还遭到匈奴的 围困 十四,张,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宇肖和,韩信被称为,汉初 三节 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 后卫至成像 十五,长祭,长祭 相持的打算 十六座,安安稳稳 十七,卫解,能解 胡三认为 解应座,谢,卫解,即卫感谢待之意 皆可通 十八昼 由由自镇,东汉末任扬州时,应受淮南大军阀元术的逼迫 南渡长江,九倍孙策攻破,退保豫章,经江西南昌市,后卫豪强责 荣公 三国治,无书,有传 王,自锦兴,东汉末未会基,治所在 经浙江绍兴市,太守,孙策市进入江浙时,兵败头,后卫曹操所征 赵,适于曹尾 十九孙策,自伯福,孙权的长兄 父孙监死后,借用援 树的兵,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剑打下基础,九欲生死 二十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二十一书诀,即超出的意思 二十二孙 指孙吴,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善用兵,这有兵法十三篇 五,指吴 七,战国时秦大将,在统一战争中建战功 二十三困于南洋,建安尔 一百九十七,曹操在晚城,经河南南洋市,汉石南洋郡的治所,为张秀所拜 深中始 二十四险于乌朝,建安武,两百,曹操与袁绍在关渡相持 英伐南枝,在寻幽等人的劝下,坚持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朝所屯 的草,才得显胜 二十五围于齐,这的,齐,巨湖三,可 能是纸业,在金河慈县东南,附近的齐山 当时,两百零四,曹操为业,圆 绍少子圆上拜守齐山,在业南面,操在拜之 并还为业城,显被圆江省 配的伏兵所设中 二十六父,白逼,于阳,建安七,两百零二,五月,圆 绍四,圆潭,圆上顾守阳,金河南郡县东,曹操战客 二十七,拜山,世祥,可能只建安二十四,两百一十九,曹操军出血谷,至阳平 山,经陕西免县西,与被争夺汉中,被据显相聚,曹军心患,碎彻 海长安 二十八代死同官,现安时,两百一十一,曹操与马超,寒遂战于同 官,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必入州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 戴,几乎,二十九,伟定,此言曹是统一中国,建称国好 诸葛以属汉卫政 统,英赤曹卫卫,为 三十昌霸,又称昌西 建安寺,一百九十九,被 西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父被 三十一四月,曹卫,曹卫已和 肥卫军是重镇,曹卫在其南面 而孙吾在曹卫以南长江边上的虚如口设防 双方次在此一带作战 三十二福,建安寺,其将军董城根据汉县 帝密赵,洛将军吴子,王福和被等谋诸曹操,释谢,董臣,吴子 王福等被 巨湖三云,福,盖王福也 三十三下侯,指下侯渊 曹操浅下侯渊镇守汉中 被取得一周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出兵汉中 属江黄中于杨平关定军山,经陕西缅县东南,即下侯渊 三十四汉中 郡明,以汉水上,缅水,经而得名,至所在南镇,经陕西汉中县东 三十五旗,居济,益州 三十六兆云,杨群等都是属中名将 属长 属长 属江是不属中的江 三十七突江,吴前,属军中的冲锋将士 从,康 J从,索,倖枪,倾枪,属军中的少民族部队 三旗,五旗,都是旗兵的名号 三十八图,对付 三十九夫,发语词 平,同,平,平断 四十败军于 楚,只见安十三,两百零八,曹操大军南下,被在当阳长板被击溃市 当 阳属古厨的,顾云 四十一,扶手,拍手 四十二,以定,以定,以,同,以 四十三本纸被遣诸葛去江东河,孙军在赤壁大破曹军 四十四 本纸建安十,两百一十一,被市进入张战区的一周,后攻下成都 取得八属地区 四十五,授手,交出脑袋 前筑三十三 四十六,关羽,自 云长,属汉大将,被入川石,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他出击曹尉 攻克襄阳,秦于靖,展庞德,威震中原 孙权趁机用蒙计谋偷袭荆州 秦关羽父子 四十七本纸被因孙权被蒙,袭取荆州,害关羽,九 亲自兵伐吾,在紫规,在金湖宇昌市,被吾将训所拜 搓跌 失坠,遇失败 四十八曹丕,自子环,曹操子 在西元两百二十费汉县地位山 阳公,建卫国,是卫卫文帝 四十九逆,玉,预测 五十鞠躬 只为国事用竞权 一座,鞠躬尽脆 五十一顿,玉顺或困难 五十二度,低度,一级,逆,玉 神父 三国,魏曹植 作者小传,曹植,一百九十二,两百三十二 自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地,佩 国桥,金安徽薄县,人 丰臣王,是约司,是应又称臣司王 至少有才华 长鱼君 魏智,本传载其,十岁于,宋师及慈父十万言,善 蜀文,颇得曹操宠爱,曾拟魏太子,后应,任性而,自雕而罢 即曹丕,曹瑞相继魏帝,直辈受猜忌,十一忠儿三喜都,虽赐上 书欲为国孝儿的,忠欲欲寡欢,发疾而促,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文 学成就甚高 其诗以五言为主,题材广,形式多,意向生动,语言精美 事件安师作的杰出代表 诗品,称奇,骨气奇高,磁采华貌 其妇晚 多姿,或言神妓情,或托物寓意,对魏靖南朝抒情小妇的心盛起有众 要得宣导作用 其文以前其书信,杂集后其表书未加,叙事一大多文 采北然,妙趣横生 后世文人对曹植极为推重 有,曹子剑集,石卷,现 存最早版本为南宋家定课本 提戒,神父,是曹植九父盛名的代表作 最初于萧统,文选 据续称,此父系曹植于皇初三,两百二十二,入朝后归继穿,应赶送玉对楚王 神之事而作 蔡雍,树妇,云,陈仿周速湍息,扶清波以恒力 想密非之光兮,神幽隐而潜意,代为此父所本 父守既归成,赐魔 神,既唱道书,莫怀哀 其对神的描写虽借鉴送玉的,神父,却 多用比喻轰托,形象越鲜明飘逸 且情思犬浅,寄托摇身 此父就有,感 真知,为之曾求真事,后为曹丕所得,急促,直思而复之,故有 明,感真父 或以为直戒此寄托可望而可及的想,以书状至身之 亦,亦屈子之志也,亦门书记 神父,在史上影响及 大 除诗文传颂外,尽王献之有莫宝传世,故凯之有亲人,明王道坤 有杂句扮演,可其为后人倾目之志 皇初三仪,于朝经诗二,还记穿三 古人有言,思水之 神明曰密非四 感诵欲对楚王神之事五,遂作私父 其词曰 于从经欲六,言归东翻七,被一雀八,幻元九,经通古十 景山十一 日记西清,代马凡十二 尔乃睡驾乎横高十三,莫四 忽知田十四,荣语忽阳十五,盼忽川十六 于是经疑神害十七 忽焉思散十八 辅则未查,养义书观十九 赌一人,于言之判 乃 缘欲者而告之约二十,而有敌于彼者忽二十一 彼何仁思,此之焰 也 欲者对约,成文和之神,明曰密非 然则君王之所也,无奈 是乎二十二 其何 陈愿闻之 于告之约,其行也 偏经红二十三,晚游二十四 荣耀秋菊 华茂春松二十五 仿佛西青云之碧月,飘摇西风之回雪二十六 远 而望之,焦太阳身朝霞二十七 破而查之,卓芙蓉出陆波二十八农浅 德中二十九,修短和三十 奸销成,妖如束束三十一 严谨秀相三十二 昊之臣三十三 方则无家,千华服御三十四 云记鹅鹅三十五,修梅娟 三十六 唇外,浩尺内仙三十七 明谋善赖三十八,夜服成全,三十九 归姿燕易四十,宜静体贤四十一 柔情挫态四十二,魅语语言 其福矿氏 四十三,古象印图四十四 批一文璀璨兮四十五 尔瑶碧之华居四十六 戴翠之首饰四十七,坠明珠已要驱 渐远游 之文四十八,夜物消之轻居四十九 唯幽之方矮兮五十,不辞除于山 于五十一 于是忽烟纵体,已熬以兮五十二 左翼采矛五十三,又应贵其 五十四,攘浩万余神虎兮五十五,采湍赖之玄之五十六 于晴悦其疏美兮,心震荡儿已五十七 吾美以皆欢兮,托为波儿 通辞五十八 愿臣素之仙达兮五十九,解玉佩以要之六十 皆家人之信修 西六十一,枪袭而明施六十二 抗穷体已和于西六十三,指前渊而为其 六十四 执眷眷之款时西六十五,巨司之我期六十六 赶交辅之气颜西六十七 畅犹育儿胡怡六十八 收和颜而静至西六十九 身房以自持七十 于是感焉,喜以彷徨七十一 神光合七十二,乍阴乍阳七十三 耸青蛆以鹤七十四,将非而未降 建交辅之谷七十五,不恒宝儿 方七十六 超长营以永牧兮七十七,深埃利尔弥藏七十八 二乃重杂踏 七十九,命酬效率八十 或细清,或祥神主八十一,或彩明珠,或翠羽 八十二 从南乡之二妃八十三,携汉兵之游八十四 探护瓜之五匹西八十五 永迁牛之独处八十六 杨青蛆之伊弥西八十七,易修秀以炎柱八十八 体训 飞幅八十九,飘忽神 波维步,瓦身成九十 动无常则,为 安,静至南起九十一,往孩 转叛经九十二,光论欲言 含词未吐 气忧九十三 华容阿挪九十四,我望参 于是平易收封九十五,穿后静波九十六 逢移鸣鼓九十七,挖清歌 九十八 藤文宇以京城九十九,名玉鸾以邪士一百 演七起手一百零一 带云之荣亦一百零二 金尼勇而加古一百零三,水晴祥而畏畏一百零四 于 是月止一百零五,过南纲,于肃,回清阳一百零六 动诸唇以徐言,成交 皆知大纲一百零七,恨人神之道疏兮,愿圣之莫当一百零八 抗媚以掩替 西一百零九,经知一百一十 道会之永绝兮,哀一世而乡 无为 秦以孝爱希一百一十一,现江南之名当一百一十二 虽浅处于太阴一百一十三,长纪 兴于君王 忽悟其所舍一百一十四,畅神霄而闭光一百一十五 于是背下高一百一十六,足往神 移情想象,顾望怀仇 继体之父 行一百一十七,欲清周而上诉一百一十八 扶长川而望返,思绵绵而增目一百一十九 夜耿耿而媚一百二十,沾繁双而致数 命仆夫而救驾,吾江归呼东一百二十一 兰飞配以抗测一百二十二,畅盘环而能去一百二十三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曹执及教主 这并不在泳发 mister并射约 教主 养太不知地 教主 养太不知地 教主 教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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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